以真,及乾坤之源亨利真也,乾坤全体太极,则屯一全体太极也,而或为乾坤二挂大,于挂小,不亦或忽,夫世即屯一,躺物网以求功,至亦其乱,为随地见侯, 比人人各归其主,各安其身,则天下不难平定耳,扬词胡约,礼屯如礼丝,故自有其序,见侯,其礼之序也,佛法侍者,有一劫出臣之屯,有一劫出生之屯,有一劫出难之屯,有一念出动之屯, 出臣,出生,出难,孤至福论,一念出动之屯,经当说之,盖乾坤二挂,表妙明明妙之信绝,信绝必名,妄为明绝,所谓真如不守自信,无名出动,动则必至因名利所而生妄能,成义立同, 分然难起,故名为臀,然不应妄动,何有修得,故曰,无名动而众至身,妄想心而涅盘线,死所以缘亨而立真也,但一念出生, 既未流转根本,故悟用有所往,有所往,则是顺无名而被法性以, 为立即于此处用智慧生观察之,名为剑侯,若以智慧观察, 则之念无身相,而当下的太平以,观心妙觉熟过于此, 团约,囤,刚柔使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针,雷雨之洞满盈,天造草莓, 一见猴而不宁,乾坤丽而刚柔交,一所的振卫雷,在所的坎卫雨, 飞难生乎,游动故大亨,游在险中故宜珍,夫雷雨之洞, 本天地所以生成万物,然方其隐满交作时, 则天运上自草乱昧明,诸侯之剑, 本圣王所以安抚万明,然方其初见, 又岂可惧为您贴哉,佛法侍者,无明出动为刚, 因明力所为柔,既有能所, 便为三种相续之因, 是难生也,然此一念妄动, 既是流转出门,又即还灭关窍, 为是其所动和如耳,当此即也, 三细方生,六粗顿具, 故为雷雨满盈天造草妹之相, 以及以妙观察至重重推荐, 不可坐在灭香无名苛酒之中, 盖凡座公夫人, 若见杂念暂时不起, 便妄认为得利, 不知灭世生之哭宅, 故不可守此境界, 还须推破之也, 向曰, 云雷屯, 君子以金伦, 在气界, 则有云雷以生草木, 在君子, 则有金伦以自心心明, 曰心明论金伦, 古人言之详意, 曰自心论金伦者, 数官此心不再过现未来, 出入无时, 明为金, 横官此心不在内外中间, 莫知其香, 明为伦也, 佛法侍者, 谜于妙明明妙真性, 一念无名洞相及为雷, 所现惠魅境界之相及为云, 从此便有三种相续, 明之为囤, 然善修缘顿止官者, 只需就陆还加, 当之一念洞相及了因智慧性, 其境界相及愿因福德性, 于此愿了二因, 述论三指三官明经, 横论十界百界千如明伦也, 此事第一官不思意境, 出旧, 盘缓, 立居真, 立剑侯, 有君德而无君位, 故盘缓而立居真, 其德即胜, 可谓明目, 故立剑侯以即屯也, 佛法侍者一念出动, 移动辩觉, 不随动转, 明为盘缓, 所谓不远之父, 乃善于修正者也, 由其正会为主, 故如顿悟法门, 项曰, 虽盘缓, 至行正也, 以贵下见, 大的名也, 盘缓不尽, 似无异于救世, 然思是绝非强网求功者所能救, 则居真乃所以行正而, 是之屯也, 由上下之情隔绝, 经能以贵下见, 故虽不希望为侯, 而大得明心, 不得不见之以, 佛法侍者, 不随生死流, 乃其随顺法性流而行于正者也, 虽负顿悟法性之贵, 又能不费事功之贱, 所谓以中道妙观便入因缘示尽, 故正驻法门并的陈九, 而大的名, 六儿, 屯儒战儒, 辰马班儒, 匪寇昏狗, 女子真不自, 十年乃自, 柔德中正, 上映九五, 乃成出九的名之侯, 故战儒班儒而不能敬也, 出本非寇, 而二世之则以为寇矣, 无其与寇未婚购栽, 宁守真而不自, 至于十年之久, 乃能自于正应而, 无有清曰, 二三四在昆未述时, 过昆时述, 则逢五正应而许嫁矣, 佛法侍者, 此如从次第禅门修正功夫, 盖以六居而, 本是中正定法, 但不能顿超, 必备立观恋勋修诸禅方见佛性, 故为十年乃自, 项约, 而反归法性之常, 六三, 即路无余, 微入于灵中, 君子己, 不如舍, 妄令, 欲取天下, 虚得贤财, 譬如逐鹿虚疾于人, 六三字既不忠不正, 又无应语, 以此既屯, 屯不可寄, 图取修耳, 佛法侍者, 欲修禅定, 虚假智慧, 自摩正智, 又无名师良有, 瞎恋盲修, 则舵坑若欠不带言矣, 君子之己, 宁舍蒲团之功, 仿求之势未妙, 若自信自逝, 以为盲网, 必为无闻彼丘, 反昭舵落之令, 项约, 即路无余, 以从情也, 君子舍之, 网令穷也, 遥顺依让, 故事有天下而不语, 汤无珍珠, 亦是万不得已, 为救思民, 非赴天下, 经六三不忠不正, 居下之上, 假炎寄屯, 食贪富贵, 故曰以从情也, 从情已非圣贤安世之心, 旷无无应语, 安得不吝且穷哉, 佛法逝者, 贪者未禅, 名为从情, 本无菩提大致愿故, 六四, 成马般如, 求婚购往, 极无不利, 柔而得正, 居侃之下, 静于久武, 进退不能自觉, 故乘马而般如也, 夫武虽君位, 不能以贵下见, 方屯其高, 出九的名于下, 时我正应, 奈何不及罔乎, 故意及无不利策之, 佛法逝者, 六四正而不忠, 以此定法而修, 则其路于远南境, 唯求出九知名师良有以往, 则即无不利以, 向曰, 求而往, 名也, 佛法逝者, 不逝禅定功夫, 而求智慧师有, 此真有觉则知名者也, 九五, 屯其高, 小真吉, 大真凶, 屯南之士, 唯以贵下见, 乃能得名, 经尊居正位, 专应六二, 高则何有普及乎, 夫小者患不真一, 大者患不广伯, 故在二则吉, 在五则凶也, 佛法逝者, 中正之会顾可断获, 由其早取正位, 则舵身闻辟之佛地, 所以四鸿高则不负能下于名, 在小臣则诉出生死而及, 在大臣则为远菩提而凶, 相约, 屯其高, 诗未光也, 非无小诗, 特不合于大道尔, 上柳, 陈马般如, 气血连如, 以阴居阴, 触险之上, 当屯之中, 三非其应, 五不足归, 而出九又甚相远, 净退无惧, 将安归哉, 佛法逝者, 一味修于禅定, 而无会以计之, 虽高居三界之顶, 不免穷空轮转之央, 绝不能断获出生死, 故乘马般如, 八万大劫, 人落空亡, 故气血连如, 相约, 气血连如, 何可尝也, 佛法逝者, 八万大劫, 究竟一世无常, 砍下更上, 蒙, 哼, 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出世告, 再三读, 读则不告, 力真, 在所的砍, 既为险为水, 三所的更, 父为止为山, 欲陷而止, 水寒于山, 皆蒙昧为开发之相也, 蒙虽有必于物, 物其能必幸灾, 故亨, 但发蒙之道, 不可以我求蒙, 必呆同盟求我, 求者臣, 则告之必达, 求者读, 则告者亦读已, 读起发蒙之正耶, 不奋不起, 不菲不发, 孔子真善于训蒙者也, 佛法侍者, 夫心不动则已, 动必有险, 欲险必止, 指则有返本还原之机, 蒙所以有亨道也, 蒙而欲亨, 须赖明师良有, 故凡为师有者, 虽念念以教育成就未怀, 然须呆祈求我, 方臣姬感, 又必出世则告, 方显法之尊重, 其所以告知者, 又必弃礼弃姬而真, 然后可使人人为圣位佛以, 团曰, 蒙, 山下有险, 险而止, 蒙, 蒙亨, 以亨行时中也, 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至应也, 出世告, 以纲中也, 再三读, 读则不告, 读蒙也, 蒙以养阵, 圣公也, 山下有险, 即是欲, 险而止, 故名为蒙, 蒙之所以可亨者, 有有能亨人之师, 善以时中行教顾也, 随有善教, 必呆同盟求我者, 必有感通之志然后可应, 如水清方可应悦也, 出世即告者, 以纲而得忠, 故应不诗及也, 独则不告者, 非是恐其独我, 正恐独蒙而有损无亦也, 即其蒙时, 即以正道养之, 此圣人教化之功, 令比义的成圣者也, 相曰, 山下出拳, 蒙, 君子以果形欲得, 西剑不能留, 故为果形之相, 迎科而后尽, 故为欲得之相, 自济果形欲得, 便可为师作犯以, 佛法侍者, 此一不思意尽而发真正菩提心也, 菩提之心不可举坏, 如全之必行, 似弘广辈, 如全之润物, 出六, 发懵, 利用行人, 用说至故, 以往令, 以九二上九二扬为师道, 以于四应摇位弟子, 出六以应居下, 绝蒙虽甚, 而居扬位, 又敬九二, 故有可发之机, 夫蒙魅济甚, 需用者伏法门, 故利用行人, 所谓铺座教行也, 然即说至故之后, 当羞愧臣爱而不出, 若具有所往, 择令以, 则令以, 向曰, 利用行人, 以正法也, 以正法而扑作教行, 其天打之未哉, 久二, 包蒙吉那富吉, 子克家, 以九居而, 知及之, 人能守之, 失之得也, 苏梅山曰, 同蒙若无能为, 然荣之则足未助, 拒之则所丧多矣, 明不可以无蒙, 由子不可以无父, 子而无父, 不能加以, 佛法侍者, 定会平等, 自立以臣, 故可以包容富裕群蒙而及, 以此教授群蒙修行妙定, 明那富吉, 定能升会, 会能少龙佛种, 为子克家, 父是定, 子是会也, 向曰, 子克家, 刚柔皆也, 明那富而云子克家者, 以定必发会, 会必与定平等, 而非偏也, 六三, 勿用娶女, 见经夫, 不有功, 无忧力, 以应居扬, 不忠不振, 乃伯杂之之, 宜从上九阵硬处, 求其集蒙之大浅垂, 方可致病, 金瘫九二之包容慈舍, 带如女见经夫而失节者乎, 佛法侍者, 不忠不振, 则定会剧烈, 而居扬位, 又是好弄小聪明者, 且在坎体之上, 机械已深, 若使更修禅定, 必于禅中发起历史邪见, 历史一发, 则善根断静矣, 相曰, 勿用取女, 行不顺也, 行不顺, 故须恶辣前锤以下恋之, 不可使其修定, 六四, 困蒙令, 应谣结蒙相也, 出可发, 三可及, 五可包, 为四绝无名师良有, 则忠于蒙而矣, 可耻熟甚焉, 相曰, 困蒙之令, 独远时也, 非时得之师有远我, 我自独远于师有儿, 师有且奈之何哉, 六五, 同蒙即, 以六居武, 虽大人而不失其赤子之心, 故为同蒙而即, 盖上清上九之言师, 下应九二之良有故也, 苏梅山曰, 六五之未遵以, 恐其不安于同蒙之分, 而自强于明, 故教之曰同蒙即, 相曰, 同蒙之即, 顺以训也, 学道之法, 顺则能入, 设行不顺, 则入道无从矣, 上九, 即蒙, 不利未寇, 利欲寇, 扬居因为, 刚而不过, 能以定会之力, 急破蒙昧之观者也, 然迅蒙之道, 原无始法系罪于人, 所谓但有去义法, 别无与明法, 若欲以我法受赦, 则是未扣, 若应并于要, 为其解年去付, 则是欲扣也, 项曰, 利用欲扣, 上下顺也, 无始法系罪于人, 则三根谱皆, 气力气机, 顾上下皆顺, 肝下砍上, 虚, 有福, 光亨真吉, 力射大川, 仰蒙之法, 不可欲速, 类比注苗, 顾必须其时节因缘, 时节若道, 其理自章, 但贵因真果阵, 顾有福则光亨而真吉也, 使虽云虚, 就尽能度生死大川, 登于大班涅盘彼岸矣, 断曰, 虚, 虚也, 显在前也, 刚见而不现, 其意不困穷矣, 虚有福光亨真吉, 畏乎天位, 以正中也, 力射大川, 往有功也, 显在前而之虚, 乃是刚见之德, 不妄动以自献而, 砍何常拒前哉, 且砍得甘之中遥, 与甘何德, 经久五位呼天位, 肃与前伏, 则甘之力射, 往必有功, 可无异议, 佛法侍者, 譬如五百由寻显难恶道明显在前, 智慧之力不被烦恼所限, 故忠能度脱而不困穷, 砍中易扬, 本集前提, 欲烦恼显道之性本如来藏, 以此不生不灭之性为本修因, 则从始至终, 无非称性天行之位, 从正因性, 终终流入萨婆若海, 故立射大川, 从凡至圣而有功也, 相曰, 云上于天, 须君子以饮食宴乐, 果行欲得之后, 更无于事, 但饮食宴乐, 任夫云行与施而已, 佛法侍者, 诸道横行为饮, 正道会行为食, 以称性所祈愿了二因庄严一性, 如云上于天之相, 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不及取劳肯请修正, 顾名艳乐, 此事善巧安心直观, 直观不耳, 如饮食吊饰, 出旧, 虚余交, 利用恒, 无旧, 温灵郭世云, 此如言子之虚, 佛法侍者, 礼籍为忠, 不足以言须, 名字为忠, 且以恒以文勋之力资其会性, 为与烦恼魔君相战也, 项曰, 虚余交, 不犯难行也, 利用恒无久, 为师长也, 久而, 虚余杀, 小有言, 终极, 郭世云, 此如孔子之虚, 佛法侍者, 观行为忠, 既已福获, 择魔君动以, 顾小有言, 项曰, 虚余杀, 焰在中叶, 虽小有言, 以及中叶, 九三, 虚余泥, 智寇至, 郭世云, 此如周公之虚, 佛法侍者, 相似为忠, 将渡生死大和, 故有以智魔君之来而后降之, 项曰, 虚余泥, 栽在外也, 自我智寇, 净盛不败也, 栽济在外, 顾主人不迷克不得辩, 但以愿力使其来战, 以险将魔臣道之力, 而三观之功, 敬而且胜, 绝无败也, 六四, 虚余血, 出自血, 郭世云, 此如文王之虚, 佛法侍者, 魔君败虞, 超然从三界血出而成正决意, 项曰, 虚余血, 顺以听也, 未尝用力降魔, 指示此心三昧之力, 魔君自退, 而菩提自成而, 九五, 虚余九十, 珍疾, 郭世云, 此如地摇管身之虚, 佛法侍者, 魔戒如及佛戒如, 唯以定慧力庄严而度众生, 故未虚于九十, 项曰, 九十真吉, 以中正也, 上流, 入于血,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净之, 终吉, 郭世曰, 此如人杰之杰交五湖, 佛法侍者, 不为入佛境界, 亦可入魔境界, 还来三界, 广度众生, 观三界依正因果诸法, 无不献献成成即是一心三观, 故常为三界不寝之有, 而三界众生有境之者必终吉也, 向曰, 不速之客来, 净之终吉, 虽不当为, 为大师也, 继同流三界, 虽不当佛祖之位, 而虽类可以度身, 设众生有不知而不敬者, 亦与远坐的度因缘, 而为大师也, 砍下千上, 送, 有福至, 替忠吉, 忠凶, 利剑大人, 不利涉大川, 天在上而水就下, 上下之情不通, 所以成诵, 然侃本的甘忠遥以为体, 则积虽为, 而性未常非易也, 替忠则复性而及, 忠宋则为性而凶, 利剑大人, 所以复性也, 不利涉大川, 借其逐流而为性也, 佛法侍者, 夫善养蒙之道, 以原顿止观须之而已, 若烦恼习强, 不能无自诵之功, 诵者, 忏悔克则, 改过千善之位也, 有信心而被烦恼恶业所仗致, 当以惭愧自替其忠而及, 若悔之不已, 无善方便, 则成悔盖而忠凶, 一见大人以决则开发断除一会, 不利涉于烦恼生死大川而终至现末也, 断曰, 送, 上纲下险, 险而见, 送, 送有福至替忠及, 刚来而得忠也, 忠凶, 送不可臣也, 立见大人, 上忠正也, 不利涉大川, 入于冤也, 刚而无险, 则不必自诵, 显而无刚, 则不能自诵, 惊触烦恼险恶枯中, 而会性涌见, 所以有自诵改过之心也, 所谓有福至替忠及者, 以刚得来负于无过之体, 仅去灭罪极致, 不过悔已成盖也, 所谓忠凶者, 悔见入心, 则成大师, 故不可使其成也, 所谓立见大人者, 中正之得有意决一而出罪也, 所谓不利涉大川者, 心够未尽, 而入生死海中, 避至堕落而不出也, 曰观心者, 修会行明见大人, 修禅定明设大川, 须曰无过之人, 故可习定, 宋曰有过之人, 习定则发谋事也, 相曰, 天与水为行, 宋, 君子已做事谋事, 天亦太极, 水亦太极, 性本无为, 天亦深水, 亦未常为, 而今随虚妄向, 则一上一下, 其行相为, 所谓亦欲结而偏然者也, 只因戒而一念不能甚使, 至始从性所起烦恼, 其息坚强而为于性, 故君子必胜其毒, 仅于一世一念之始, 而不使其自言难治, 夫世之为善于自诵者也, 佛法试者, 试破法辩, 为四性简则, 知本无声, 初六, 不永所事, 小有言, 终极, 大凡善贵刚进, 二一揉退, 初六揉退, 故为二未成, 该会一意, 不过小有言而以, 此如佛法中作法颤也, 相曰, 不永所事, 送不可偿也, 虽小有言, 其辩明也, 久而, 不可送, 归而不, 其一人三百户, 无审, 刚而不正, 不能自刻以至于送, 然犯过计重, 何能无损, 但可不逃, 处于悲约, 数免灾而, 此如佛法中, 比丘犯戒, 退坐与学杀弥者也, 相曰, 不可送, 归不窜也, 自下送上, 患至多也, 佛法侍者, 自济犯戒而居下流, 寓意小小忏悔而赴上位, 罪必不灭, 且乱法门已, 六三, 十九德, 真力终极, 或从王室, 无成, 六三英柔, 不敢为恶, 但谨守常规, 小心翼翼, 故得终极, 然是坑坑之事, 恐不足以臣大事也, 相曰, 十九德, 从上及也, 自立则不能, 妇人则仁吉, 所谓以松之格, 上颂千寻也, 佛法侍者, 虽非大臣法门, 若开权显时, 则必所行义即是菩萨道, 故必从上尘圆顿之解方即, 九四, 不克诵, 负疾命, 于安真, 即, 九四一世不正之纲, 故不能自刻以致于诵, 然居前体, 则改毁力强, 故能复归无过, 而悟性命冤为之体, 事则反常和道, 由佛法中应取相颤而勿无身者也, 相曰, 负疾命, 于安真, 不失也, 九五, 宋元吉, 刚见忠正, 有不善未尝不知, 知之未尝复行, 乃至小罪, 横怀大聚而不敢犯, 大善而吉之道也, 佛法, 则信业遮业, 三千八万, 无不清净者已, 相曰, 宋元吉, 以中正也, 上九, 或西之盘黛, 中朝三尺之, 过吉之纲, 不中不正, 数数犯过, 数数改毁, 就改毁处, 饱有惭愧之一, 犹如盘黛, 就屡犯处, 更无一日清净, 犹如三尺也, 相曰, 以诵受福, 亦不足净也, 有过而改, 名为惭愧, 以不若无过之足净矣, 又何必至三尺而后未此灾, 此圣戒人不可折犯过也, 砍下昆上, 诗, 真, 藏人吉, 无九, 夫能自诵, 则不至于相诵矣, 相诵而不得其平则乱, 乱则必至于用诗, 事之不得不然, 一波乱之正道也, 但兵凶占为, 非老臣有得之障仁何以行之, 佛法侍者, 蒙而无过, 则须以养之, 蒙而有过, 则颂以改之, 但众生烦恼过患无量, 故对破法门亦附无量, 无量对破之法明之为师, 亦必以正至邪也, 然须生之药并因缘, 应并语药, 犹如老将, 善之方略, 善之通塞, 方可及而无九, 不然, 法不斗机, 药不治病, 未有不反畏害者也, 断曰, 施, 众也, 真, 正也, 能以众正, 可以妄以, 刚中而应, 行显而顺, 依此独天下, 而名从之, 即, 又贺就已, 用重以正, 为六五专任九二未将, 统御群因, 死亡者之道也,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 由要治病, 故名为独天下, 佛法侍者, 失事众多法门, 真是出世正应也能以众多法门正无量邪获, 则自立立他, 可以为法王而统治法介义, 刚中则定会庄严, 虽干而应, 虽行于生死显道, 而未尝不顺涅盘, 以此原断妙药, 如独谷独辱, 独于天下, 而久戒之名皆兮从之即, 又贺就已, 项曰, 地中有衰, 师, 君子以荣民处众, 地中有衰, 水载的也, 君子之德有如衰, 故能荣因民而处昆仲, 荣民己所以处众, 为有, 骗心浩哥, 名以养兵者也, 为君将者奈何福身私栽, 佛法侍者, 一切诸法中, 稀有安乐性, 一稀具对治法, 如地中有水之相, 故君子了之八万四千尘劳门, 即是八万四千法门, 而不执一法, 不费一法也, 此事善时通赛, 如辅之则疾民疾兵, 师之则为贼为寇, 出六, 师出以律, 否赃凶, 大司马九伐之法明之为律, 师出苟不以律, 纵令侥幸成功, 然其利尽, 其或远, 其或小, 其丧大, 故凶, 孟子所谓以战胜其岁有难扬然且不可也, 佛法侍者, 出击对治之法, 无过大小陈律, 若为律制, 则申口意皆惜不善而凶矣, 相约师出以律, 师律凶也, 九二, 在师中即, 无九, 王三惜命, 以大将才得, 应贤主专任, 故但有吉而无就也, 陈明昭曰, 九二以异扬, 而五应皆为所用, 不己为全臣乎, 故曰在师中即, 以剑在朝则不可也, 佛法侍者, 有定之会, 便用一切法门自制至他, 故及且无九, 而法王受济之以, 相约, 在师中即, 承天宠也, 王三惜命, 怀万邦也, 自古未有无主于内, 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 九二之即, 承六五之宠故也, 为天下的人者为之人, 故三惜命于贤疆, 即所以怀万邦, 佛法侍者, 承天行而为圣行犯行等, 所谓一心中五行, 故为法王所宠, 而受济, 以广化万邦也, 六三, 师或于师, 凶, 不忠不正, 才若至刚, 每战必败, 不言可知, 佛法侍者, 不知思习因缘, 而妄用对质, 反至损伤自他会命, 相约, 师或于师, 大无功也, 六四, 师佐赐, 无久, 虽柔弱而得正, 不敢行险侥幸以自取败, 故无就也, 佛法侍者, 此如宣律师不敢望毫大臣, 相约, 左赐无久, 为师长也, 六五, 田有情, 立直言, 无久, 长子率师, 弟子于师, 真凶, 柔中之主, 当此用诗之时, 仗义直言以讨有罪, 故无过也, 但恐其多疑, 而不专任九二之长子, 故借以弟子于师, 虽正义兄, 佛法侍者, 田中有情, 妨害良和, 欲兴有烦恼, 妨害道雅也, 立直言者, 一看经教义照了之也, 然看经之法, 依亦不依语, 依了亦不依不了亦, 依智不依时, 若能深求经中义礼, 随文入观, 则如长子率师, 若淡者文字, 不依时义, 则如弟子于师, 虽真义兄, 此如今时教家, 项曰, 长子率师, 以忠行也, 弟子于师, 事不当也, 上流, 大军有命, 开国臣家, 小人勿用, 方师之使, 即以师律兄位借以, 经师终定功, 又借小人勿用, 夫小人必侥幸以取功者而, 苏世云, 圣人用诗, 其使不求苟圣, 故其中可以正功, 佛法试者, 正当用对志时, 或顺志, 或逆志, 于通起赛, 即赛成通, 是非一概, 经对志功必, 入第一亿西坛, 将欲开国臣家, 设大小两圣教法以化众生, 只用善法, 不用恶法, 躺步减邪存正, 减爱见而是三应一应, 则佛法与外道己无便宜, 相曰, 大军有命, 以正功也, 小人勿用, 避乱邦也, 昆夏砍上, 比, 即, 原是原永贞, 无久, 不宁方来, 后夫兄, 用诗记必, 见天位而天下归之, 明彼, 彼未有不及者也, 然圣人用诗之初心, 但未就名于水火, 非贪天下之富贵, 经功成重福, 原虚系自逝审, 果与原初心相合而永贞, 乃无就而, 夫如是, 则万国规划, 而不宁方来, 彼父故不服者, 但自取其胸乙, 佛法侍者, 善用对破法门, 则成佛作祖, 久戒归一, 明彼, 又关心侍者, 既知对破通赛, 要须道品调事, 七颗三十七品相属相连明笔, 仁须观所修行, 要与不生不灭本性相应, 明元世元永真无就, 所谓元四念处, 全修在性者也, 一切正情根利等, 无不次第相从, 明不宁方来, 一切爱见烦恼不顺正法门者, 则永被摧坏而胸以, 断约, 彼, 吉业, 彼, 辅业, 下顺从业, 元世元永真无就, 以刚中业, 不宁方来, 上下应业, 后夫兄, 祈祷穷业, 彼则必及, 故非眼闻, 于皆可知, 佛法侍者, 约人, 则久戒位下, 顺从佛戒为福, 约法, 则行行位下, 顺从会行为福, 纲中, 故能全性起修全修在性, 上下应者, 约人, 则十戒同禀道化, 约法, 则七科皆会缘会也, 祈祷穷者, 约人, 则魔外不顺佛化而堕落, 约法, 则爱见不顺正法而被剪也, 项约, 地上有水, 彼, 先望以见万国清诸侯, 见万国清诸侯, 即所谓开国成家者也, 佛法侍者, 得如境地, 水如官会, 得如济光, 水如三吐差别, 皆比之相也, 约化他, 则见三吐沙网, 令诸菩萨转向传话, 约观心, 则立应介入等一切竟以为发起官会之地, 官会明诸侯也, 此事道品调是, 为七科三十七品相比无见, 初六, 有福彼之, 无久, 有福盈否, 终来有他及, 柔顺之名, 率先归父, 有福而无就已, 下见之位, 虽如否弃, 而居扬位, 有君子之得焉, 故未有福盈否, 将来必得真拥, 有他及也, 约佛法者, 初六如人道, 六二如玉天, 六三如摩天, 六四如禅天, 九五如佛为法王, 上六如五想及非非想天, 经人道义去菩提, 故有他及, 约关心者, 初六如藏教法门, 六二如通教法门, 六三如爱见法门, 六四如别教法门, 九五如原教真正法门, 上六如波无因果邪空法门, 经藏教正因缘境, 开之及世妙地, 故有他及, 相曰, 彼之初六, 有他及也, 六二, 彼之自内, 真及, 柔顺中正之臣, 上映阳刚中正之君, 忠心彼之, 故正而及也, 佛法侍者, 玉天有福, 亦父有慧, 但需内修身定, 又通教界内巧度, 与原教权是极理相同, 但需以内通外, 相曰, 彼之自内, 不自施也, 六三, 彼之匪人, 不忠不正, 居下之上, 又无阳刚师有以见证之, 故曰彼之匪人, 佛法侍者, 磨波寻无一面之闪, 又爱见觉不与佛法相应, 相曰, 彼之匪人, 不义伤乎, 六四, 外彼之, 真疾, 柔而得正, 敬于圣君, 疾之道也, 但非其应, 故名外彼, 戒之以真, 佛法侍者, 色戒聚诸禅定, 但需发菩提心, 外修一切差别至门, 又别教位戒外捉度, 以以圆容正观皆知, 相曰, 外彼于贤, 以从上也, 九五既有贤德, 又居君位, 四外彼之, 理所当然, 义愤所当然矣, 九五, 献臂, 王用三驱, 师前情, 义人不解, 即, 阳刚中正, 为天下之共住, 顾名显彼, 而圣人出无意于要截人心也, 如陈汤于四面之王解其三面, 任彼情受驱走, 随师前情, 义人义之王义而不警戒, 此所谓有天下而不语, 即之道也, 佛法侍者, 法王出世, 如果日当空, 明显彼, 三轮师化, 又初中后三语又度, 又令种收托三世得意, 明王用三驱, 于无缘人善用大舍三昧, 即诸佛弟子, 义不强化无缘之人, 明师前情义人不解, 关心试者, 关心试者, 时会开发, 如何日立天, 明显彼, 一心三观, 又转接会前三角, 明王用三驱, 决意三昧, 随起随观,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亦绝则归于正念, 不以前念之非戒怀, 明师前情义人不解, 向曰, 显彼之极, 为正中也, 舍逆取顺, 师前情也, 义人不解, 上始中也, 上六, 彼之无首, 凶, 阴柔无德, 反惧圣主之上, 众叛清离, 不足以为人手以, 佛法试者, 穷空轮转, 不能见佛文法, 假饶八万劫, 不免落空亡, 关心试者, 或达空, 波音果, 自卫疲鲁顶上行, 悟得威英王那盼又那盼, 时不与真实宗臣相应, 夜时茫茫, 无本可惧, 生死到来, 便如落汤螃蟹也, 向曰, 彼之无首, 磨索中也, 从吞至此六卦, 皆又砍烟, 坎得甘之中摇, 盖中道妙会也, 其得未陷未险, 夫烦恼大海, 与萨婆若海, 其真有二性灾, 且从古籍经, 无不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故四弟以苦居出, 佛称把苦为师, 苦则耸涕而不安, 耸涕不安, 则烦恼海洞, 而众至现前已, 圣人序挂之指, 不亦甚深也语, 甘下殉上, 小处, 亨, 密云不语, 自我息交, 处祖至也, 又独如序, 仰也, 欲祖至之境, 不怨不由, 为自仰已消之, 故亨, 然不可求肃孝也, 约释法, 则如垂衣上而天下智, 有苗福格, 约佛法, 则如大集会中魔王魏顺, 约观心, 则如道品调事之后, 无始事账偏强, 组治官会, 不能克正, 然圣人欲试, 不计顽名, 如来化度, 不嫌魔吕, 观心圣境, 其位肃杖, 辟诸全时, 不爱车伦, 又辟终极则名, 刀魔则利, 诸开金山, 亦其光彩, 双血相加, 松波增秀, 故亨也, 然当此时虽不足位, 亦不可轻于取公, 虚如密云不予自我息交, 直四阴阳之和而后与儿, 盖凡云起于东者亦语, 起于西者难语, 经不贵取公之义, 而贵奏效之池也, 阳词胡曰, 处有包处之义, 顾云处军何由, 此挂六四以柔的进军之位, 而上下诸阳接应之, 是以小处大, 以臣处军, 顾曰小处, 其礼一通, 其六瑶皆曰臣处军说一妙, 臣明昭曰, 小处者, 以臣处军, 如文王之处昼夜, 恨者, 既昼改过自新, 妄知之辞也, 密云不与自我息交者, 言止因自我息交故不能与, 愿己之德不能革君, 乃自则之辞, 有所云, 沉醉当诸, 天王圣明也, 六四则事出有礼时, 九五则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侍应之时, 上九则事五王伐咒之时, 故失以行而寄语, 然以惩罚君, 冒万古不伟之名, 故曰君子真凶, 断曰, 小处, 柔得为, 而上下应之, 曰小处, 见而逊, 刚中而至行, 乃亨, 密云不语, 上网也, 自我息交, 失未行也, 既处已, 而云小者, 已在我之柔得记阵, 又有上下之刚应之, 所以一切外难不阻扰我镇定刚觉之德, 反借此意小字养也, 见则无物欲之邪, 训则无躁动之师, 刚中则会语定句, 故其至的行而亨也, 云虽密而上网, 则修得不防意境, 自惜交而失未行, 则取笑不可欲诉, 项曰, 风行天上, 小处, 君子以义闻得, 古万物者莫妙于风, 义闻得, 有所谓远人不服, 则修闻得以来之, 五千语于两阶而有苗阁, 即是其眼, 顾曰君子之德封也, 关心, 则便用事六度等对至住开, 明义闻得, 出旧, 负字道, 何其旧, 即, 项曰, 负字道, 其义即也, 久而, 千负, 即, 项曰, 千负在中, 义不自施也, 九三, 于说服, 夫妻反目, 项曰, 夫妻反目, 不能正视也, 六四, 有服, 写去剔出, 五九, 项曰, 有服剔出, 上和至也, 九五, 有服鸾如, 负以其灵, 项曰, 有服鸾如, 不独妇也, 上九, 济语济处, 上德载, 负真利, 越济望, 君子真凶, 项曰, 济语济处, 德基载也, 君子真凶, 有所宜也, 时当小处, 六, 六瑶皆有修文德以来远人之任者也, 出九纲而得正, 克己复礼, 天下归之, 顾及, 九二纲中, 语出痛腹, 顾易得及, 九三过纲不忠, 势力服人, 人偏不服, 顾于说服而不能行, 尚不可以其家, 旷可服远人乎, 六四柔而得正, 能用上贤以臣其功, 顾剔出而无酒, 九五阳刚中正, 化背无疆, 顾能复以其灵, 上九刚而不过, 又居小处之中, 如蜜云之酒而寄语, 远近皆得安处太平, 此乃意上闻得, 至于鸡闷故能如此, 然在彼臣腹, 以守真而实实自为, 不可视君有幽容之德而失其分, 世道至此, 如月即旺, 可谓圆满无缺矣, 其在君子, 更不宜穷兵独武以取胸也, 灵佛法观心事者, 修正道时, 或有事账力强, 须用对质助开, 随用助开, 仍以正道贯会为主, 出九正质力强, 故事账不能为害, 而父自道, 九二定会得中, 故能化比事账反为我助而不自施, 九三世其前会, 故为事账所爱, 而定会两伤, 六四善用正定以发巧会, 故写去而剔出, 九五中正妙会, 体账即得, 故能负以其灵, 上九定会平等, 故事账势然解脱, 如记与记处而修得有功, 夫事账应对住而排脱, 必有一番清安境界现前, 明知为父, 而此清安不可畏者, 畏者则身上慢, 自畏上痛极慎, 畏越极望, 若信此以往, 则反成大妄语之凶矣, 可不戒乎, 对下前上, 屡狐为, 不戏仁恨, 约世道, 则晚明即阁, 上下定而未屡, 以说应前, 故不戏仁, 约佛法, 则魔王归顺, 化道恒而可屡, 以此赦报, 故不戏仁, 约观心, 则对治之后, 虚名十次畏, 而成真造实屡, 观心即佛, 如屡狐为, 不戏上慢, 如不戏仁恨也, 断曰, 屡, 柔屡刚也, 说而应呼前, 事意屡狐为不戏仁恨, 刚中上, 屡地位而不久, 光明也, 屡之道莫善于柔, 柔能胜刚, 若能胜强, 故善吕者, 虽吕狐为, 亦不戏仁, 不善吕者, 虽吕平地, 犹伤其足, 此卦以说应前, 说及柔顺之位, 成有柔顺之德, 乃能使彼刚见之主, 中正光明, 屡地位而不久, 否则不免于绝吕真理矣, 佛法侍者, 以定发会, 以修和性, 以使觉而欲上弃本觉, 以凡学圣, 皆明为柔屡刚, 得法喜明说, 物理性明应甘不起上慢, 进去正位, 则能以修和性, 处于法王尊位如九五也, 项曰, 上天下择吕, 君子已便上下, 定明至, 佛法侍者, 身知疾而常留, 道不浪皆, 侍卫便上下定明至, 出九, 速吕, 往无九, 项曰, 速吕之网, 独行愿也, 此如薄仪书其之旅, 佛法侍者, 以正会立, 身知无畏赐之畏赐, 以此而往, 则不起上慢矣, 九二, 吕道坦坦, 忧人真吉, 项曰, 忧人真吉, 中不自乱也, 此如柳夏会取博裕之旅, 佛法侍者, 忠道定会尽去佛果, 而不自满足, 潜修秘阵, 不求人知, 顾及, 六三, 妙能士, 博能吕, 吕狐味, 戏仁凶, 五人位于大军, 项曰, 妙能士, 不足以有名也, 博能吕, 不足以羽行也, 戏仁之凶, 位不当也, 五人位于大军, 至刚也, 此如项羽懂卓之旅, 佛法侍者, 知信德而不知修德, 如秒其一目, 尚会行而不尚行行, 如博其一族, 自卫能士, 而时不见正法身也, 自卫能屡, 而时不能到彼岸也, 高谈佛性, 反被佛性二字所害, 本是鲁莽五人, 妄称祖师, 其不置于堕地狱者先以, 问, 六三位岳之主, 拐辞赞其应甘而亨, 摇胡扁之圣也, 答, 拐约对之全体而言, 摇约六三不语出二相合, 自信自认而言, 九四, 吕狐为, 速速终极, 相约, 速速终极, 智行也, 此如周公图卧勤劳之旅, 佛法侍者, 定会相继, 虽为极正中道, 然有静而无退矣, 九五, 绝吕真利, 相约绝吕真利, 为正荡也, 此如汤武反身之旅, 亦如摇顺为为允殖之旅, 或云, 此事借此, 恐其为汉武也, 虚虚心以应柔月之臣, 乃不就而光明而, 佛法侍者, 刚见忠正, 决定正于佛性, 从此增到损身, 出莫化物, 不取涅槃以自安稳以, 上九, 事律考详, 齐炫元吉, 相约, 元吉在上, 大有庆也, 此如摇顺既见顺语于天, 顺语设阵, 摇顺端拱无畏之旅, 佛法侍者, 果彻因缘, 万善圆满, 父无本有之性, 称无发觉初心, 故大吉也, 周一禅解卷第二, 周一禅解卷第三, 北天目道仁偶义秩序者, 上经之三, 甘下昆上, 太, 小网大来, 吉亨, 夫为下者美男于上达, 而为上者美男于下交, 经小网而达于上, 大来而交于下, 此所以为太而吉亨也, 约是道, 则上下分定之后, 情得相通, 而天下太宁, 约佛法, 则化道已行, 而法门通态, 约观心, 则生明六级, 不起上慢, 而修正可其, 又是安忍强软恶魔, 则魔退而道亨也, 强软恶魔不能为患是小网, 忍力成就是大来, 断曰, 太, 小网大来, 吉亨, 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至痛也, 内阳而外阴, 内健而外顺, 内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长, 小人道宵也, 约四时则如春, 天地之气交而万物贤通, 约是道如初至, 上下之情交而至同为善, 约体质, 则内阳而外阴, 阳刚为主, 约德性, 则内健而外顺, 无私合理, 约取舍, 则内君子而外小人, 见贤思其, 见恶自省, 故君子道长, 则六瑶皆有君子之道, 小人道宵, 则六瑶皆有宝太坊否之功也, 佛法侍者, 若得小往大来, 则信德之天与修德之地相交, 而万行俱通也, 向上玄物与向下操吕相交, 而解形不分作两绝也, 内具阳刚之德, 而外是阴柔之忍, 内具渐行不习之力, 而外有随顺世间方便, 内合佛道之君子, 而外同流于九戒之小人, 能化九戒俱成佛戒, 故君子道长而小人道宵也, 向曰, 天地交态, 后以才臣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仪, 以左右明, 佛法侍者, 天地之道, 即兴具定慧, 天地之仪, 即定慧有适用之仪, 才臣辅相, 即以修必信也, 左右明者, 不被强软恶魔所坏, 则能用此恶魔为侍者也, 出旧, 拔毛如, 以其慧, 珍疾, 相约, 拔毛珍疾, 智在外也, 阳刚之德, 当太之初, 起应中其身于下位哉, 连比同类已尽, 智不在于身家, 故可保天下之中太矣, 九二, 包荒, 用缝合, 不暇仪, 彭王, 得上于中行, 相约, 包荒, 得上于中行, 以光大也, 刚中而应六五, 死得时行道之嫌尘也, 故宜修修有荣, 荒而无用者包之, 有才能缝合者用之, 狭者亦不宜之, 悟但以二阳未彭, 乃得上合六五中阵之道而光大而, 九三, 无凭不卑, 无枉不负, 奸争无久, 勿续其福, 于时有福, 相约, 无枉不负, 天地祭也, 是故未有久泰而不否者, 故所以持之者何如而, 九三刚正, 故能兼真而有福, 挽回此天地之计, 六四, 偏偏不负以其灵, 不借以福, 相约, 偏偏不负, 皆失时也, 不借以福, 忠心愿也, 柔正之德, 处太已过忠之时, 虽无智智真实财力, 而赖有同志以防祸乱, 则不约而相信, 故有可保持此太也, 于欲无约, 太之时, 三阴阳皆应, 上下交而至同, 不独而无也, 甘之初遥, 几把毛连如以上交, 四位坤之初遥, 亦偏然连泪而下交, 三交呼上, 既勿续其福, 故四交于下, 亦不借以福, 上下一心, 阴阳调和, 此大道未功之甚, 所以未太, 既彭己曰, 时时, 言三应从阳而不为主也, 阳时则能为主, 应须则但顺成呼阳而以, 不有其父之意也, 忠心愿者, 言其出于本心也, 六五, 帝已归媚, 以止缘吉, 相曰, 以止缘吉, 终以行愿也, 柔中居尊, 下应久而, 虚心用贤, 而不以君道自专, 如帝已归媚, 尽其父道而顺乎夫子, 夫如是, 则贤人乐为之用, 而太可永保矣, 上柳, 臣妇于皇, 勿用诗, 自义告命, 真令, 相曰, 臣妇于皇, 其命乱也, 太极必否, 时事固然, 阴柔又无拨乱之才, 故借以物负用诗, 上纪失权, 下必善命, 故有自义告命者, 亦非出命之所, 而今妄自出命, 亦可修以, 然上六指是无才, 而以应居因, 仁得其正, 非是权无得也, 但遇此时事, 故命乱而出自义仁耳, 约佛法是六摇者, 夫欲安忍强软二摩, 须及定慧之力, 出九纲阵, 故内摩计将, 外摩一幅, 四八毛而联会, 九二纲中, 故外摩计划, 内摩不起, 上中行而光大, 九三过纲, 故须坚真, 方得无久, 以其本时正会, 必能取定, 故为天地相继, 六四正定服于正会, 故虽不复而能以灵, 知魔无时, 则魔反位无视而如灵, 六五定有其会, 故能及魔界为佛界, 具足福会二种庄严, 如地以归媚而有止缘吉, 上六守其列定, 故魔法而成乱, 昆夏千上, 否知匪人, 不立君子真, 带往小来, 约世道, 则成平日久, 君明亦得, 而气运衰退, 约佛法, 则化道流行, 出家者多, 而又漏法起, 约观心, 则安忍恶魔之后, 得相似正, 每每起于四道法爱而不前进, 若其法爱, 则非出世正忍正治法门, 故为匪人, 而不立君子真, 以其被大臣道, 退堕权权小境界故也, 团约, 否知匪人, 不立君子真, 带往小来, 则是天地不交, 而万物不通也, 上下不交, 而天下无邦也, 内阴而外扬, 内柔而外刚, 内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常, 君子道消也, 佛法侍者, 若其四道法爱, 则修得不合信德之天, 而万行俱不通也, 向上不与向下合一, 而不能从济光垂三土之邦国也, 内阵阴柔顺忍, 而致阳刚佛性于分外, 内同二圣之小人, 而致佛果君子于分外, 自不成佛, 不能化他成佛, 故小人道常, 君子道消也, 强软恶魔, 人美畏惧, 故太传及庆快之词以安慰之, 令无退窃, 顺道法爱, 人美贪恋, 故否传及皆探之词以警策之, 令无取者, 向曰, 天地不交, 否, 君子已简得辟难, 不可容一路, 佛法侍者, 观此顺道法爱, 犹如显坑之难, 而不取其位, 侍卫不可容一路也, 初六, 拔毛如, 以其会, 真吉亨, 向曰, 拔毛真吉, 至在君也, 六摇皆有救否之认, 皆论救否之方, 不可以下三摇位匪人也, 出六柔顺而居扬位, 且有同志可以相继, 顾拔毛连惠而吉亨, 但时当否出, 由一丝换预防, 顾借以真也, 六二, 包成, 小人吉, 大人否亨, 向曰, 大人否亨, 不乱群也, 柔顺中正上映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唯以仁慈培职人心, 挽回天运, 顾小人得其包成而吉, 然在六二大人分中, 见天下之未平, 心有否赛不安, 不安乃可以致亨, 而非小人所能乱矣, 六三, 包修, 向曰, 包修, 为不当也, 以阴居扬在下之上, 内纲外揉, 苟可以救否者, 无不畏之, 其顾小明小节, 燕云, 包修忍此事难而, 时未使然, 和顺于昆顺之得哉, 义音曰, 此正处否之法, 所谓拓面自干, 耻求纵伯者也, 九四, 有命无就, 愁离止, 项曰, 有命无就, 至行也, 刚而不正, 以居上位, 以幼就也, 但当匹吉太来之时, 幼得愁类共离于止, 故旧否之至的行, 离者, 复利也, 九五, 修否, 大人吉, 齐王齐王, 戏于包丧, 项曰, 大人之吉, 为正荡也, 阳刚中正, 居于君位, 下应柔顺中正之臣, 故可以修否而及, 然换美浮于未然, 乱美生于所乎, 顾必念念安不妄为, 存不妄亡, 智不妄乱, 如戏物于包丧之上, 使其间不可拔, 此非大人, 其熟能知, 上酒, 亲否, 先否后喜, 相曰, 否忠则亲, 何可长也, 刚不忠正, 居挂之外, 先又否也, 但否忠则亲, 绝无常否之理, 故得后有喜而, 佛法侍者, 顺道法爱, 非杨刚智德不能拔之, 初六法爱未深, 而居杨未, 若能从此一拔, 则一切聚拔, 顾免以贞则及亨, 劝其志在于君, 君及执法身时正也, 六二法爱见深, 顾小人则及, 大人正宜于此作否赛想, 乃得尽道而亨, 六三法爱最深, 又聚小慧, 望任四道未真, 顾名包修, 九四刚而不正, 虽赞其法爱, 终能自拔而致行, 九五刚见中正, 故直入正位而及, 然上有四十亿品无名未断, 所以未未皆不肯住, 名其王其王, 从此心心流入萨婆若海, 正念不退, 名戏于包桑, 上九阳居英卫, 十亿未免法爱, 后则智慧力强, 故能轻之, 离下前上, 同仁, 于也亨, 立设大川, 立君子真, 约世道, 则亲否必与人同心协力, 约佛法, 则因犯节制之后, 同法者同受持, 约观心, 则寄离顺道法爱, 出入同身性, 上和诸佛慈力, 下同众生悲养, 故曰同仁, 苏眉山曰, 也者, 无求之地, 立于无求之地, 则凡从我者皆成同也, 必非成同, 而能从我于也哉, 同仁而不得其成同, 可谓同仁乎, 故天与火同仁, 物之能同于天者盖寡乙, 天非同于物, 非求不同于物也, 立乎上, 而能同者自制焉, 其不能者不制也, 智者非我原之, 不智者非我聚之, 不聚不原, 是以得其成同而可以设穿也, 苟不得其成同, 与之居安则和, 与之涉穿则溃以, 观心侍者, 也是三界之外, 又既光无障碍尽也, 既出生死, 以还涉生死大川以度众生, 为以佛之佛见事物众生, 名为立君子珍, 担曰, 同仁, 柔得未得忠, 而应呼前, 曰同仁, 苏眉山曰, 此专言尔, 同仁曰, 同仁于也亨, 苏眉山曰, 此言武也, 故别之, 立设大川, 甘行也, 闻名已见, 忠正而应, 君子正也, 为君子未能通天下之志, 观心侍者, 本在凡夫, 为正法身, 明之为柔, 经得入正位, 得正中道, 遂与诸佛法身甘见肢体相应, 故曰同仁, 此之以同正佛性为同仁也, 即正佛体, 必行佛德已度众生, 名为前行, 闻名已见, 忠正而应, 如日月利天, 清水则引自应现, 乃君子之正也, 为君子已断无名, 得法身中道, 应本具二十五王三昧, 故能通天下之志, 而下合一切众生, 与诸众生同悲养儿, 相曰, 天与火, 同仁, 君子以类足辨物, 不有其义, 安显其同, 使义者不失其为义, 则痛乃得安于大同义, 佛法侍者, 如天之与火, 同而不同, 不同而同, 使法界各有其足, 各为一物, 而为是一心, 一心聚足十戒, 十戒互聚, 便有百戒迁如之意, 而百戒迁如旧静缘止一心, 此同而不同不同而痛之极致也, 出旧, 同仁于门, 无旧, 相曰, 出门同仁, 又谁就也, 同仁之道, 以公而不宜私, 出旧刚正, 尚无细印, 出门则可以置于也已, 故无旧, 六二, 同仁于宗, 令, 相曰, 同仁于宗, 令道也, 六二的为德中以应呼前, 挂之所以为同仁者也, 然以阴柔不能远达, 恐其敬意于出九九三之宗, 则令已, 九三, 福荣于莽, 身其高龄, 三岁不兴, 相曰, 福荣于莽, 低纲也, 三岁不兴, 安行也, 夫二应于五, 非九三所得强痛也, 三乃望迹其同, 故福荣以妖之, 身高龄以四之, 然九五阳刚中正, 名义俱顺, 其九三非礼之刚所能迪哉, 其, 吉指三, 高龄指五, 物愿于三, 如高龄也, 九四, 臣其雍, 福克公, 吉, 相曰, 臣其雍, 亦福克也, 其吉, 责困而反责也, 离相未雍, 四亿望迹同于六二, 故玉臣九三之雍以下公之, 但亦亦魁, 知必取困, 故能反责而福公而, 九五, 同仁先豪跳而后笑, 大师克相遇, 相曰, 同仁之先, 以忠之也, 大师相遇, 言相克也, 六二阴柔中正, 未离之主, 应于九五, 此所谓不同而同, 乃其成同者也, 成同而为三四所格, 能符豪跳而用大师相克栽, 中顾与二相弃, 而不宜其机, 直, 顾好跳用师而不宜为会, 正还如约, 大师之客, 非客三四也, 客无心之三四也, 四亿一起于中, 君子隔九婚矣, 圣矣, 客戟之难也, 非用大师, 其将能乎, 扬成摘约, 师莫大于君心, 而兵阁未小, 尚九, 同仁于交, 吴辉, 相约, 同仁于交, 智慧德也, 苏眉山约, 摸索苟同, 故吴辉, 莫语共立, 故智慧德, 观心侍者, 六摇皆重名欲正同仁之功夫也, 夫欲正入同仁法性, 虚极定会之力, 幼父不可以有心求, 不可以无心得, 所谓时节若道, 其理自章, 此修心者勿忘勿助之要绝也, 初九正会现前, 不劳功力, 便能出生死门, 六二虽有镇定, 会立太为, 未免被禅所迁, 不出三界旧宗, 九三偏用其会, 虽云的镇, 而居离之上, 毫无定水所资, 故如生于高陵, 而未顶舵菩萨, 三岁不心, 九四定会君条, 使虽有其必知心, 后乃知其必知不能何道, 促意无心气入而及, 九五刚见中正, 而定力不足, 虽见佛性, 而不寥寥, 所以先须据修修重行, 积极菩提资良, 积万善之力, 而后开发正道, 盖世之愿中道佛性, 以为回出二地之外, 所以先豪跳而后笑也, 上九定会虽负平等, 而居甘体之上, 仅去涅槃空阵, 不能入禅垂首, 故智未得, 甘下离上, 大有, 缘亨 约世道, 则同心亲否之后, 腹有四海, 约佛法, 则解戒说戒之后, 化道大行, 约观心, 则正入同体法性之后, 功德智慧以自装严, 皆缘亨之道也, 断约, 大有, 柔的尊位, 大中, 而上下应之, 约大有, 其得刚见而闻名, 应呼天而实行, 是以缘亨, 佛法侍者, 从凡夫的植入佛果尊位, 正于统一切法之中道, 而实戒皆应顺之, 名为大有, 刚见闻名, 圣行泛行皆已成也, 应呼天而实行, 正义心中五行, 以天行为体, 而其因而行并行之用也, 相曰, 火在天上, 大有, 君子以恶恶扬善, 顺天修命, 佛法侍者, 修恶须断尽, 修善须满足, 方式随顺法性第一一天之修命也, 修命者, 十戒皆是性具性造, 但酒戒为酒, 佛戒为修, 酒戒为逆, 佛戒为顺, 出酒, 无交害, 废酒, 兼则无酒, 项曰, 大有出酒, 无交害也, 夫幼大者, 换其多交而致害也, 兼则终亦如出矣, 九二, 大车已载, 有幽望, 无九, 项曰, 大车已载, 机中不败也, 大车, 为六五须而能荣也, 虽有能荣之圣君, 然非九二机中之贤臣以应之, 何能无败, 九三, 功用亨于天子, 小人福克, 项曰, 功用亨于天子, 小人亥也, 刚正而居大臣之位, 可通于圣君以, 其小人所能栽, 九四, 废其彭, 无九, 项曰, 废其彭无九, 明辨夕也, 彭, 圣也, 状也, 九四刚而不过, 幼居离体, 明辨夕而匪鹏, 可以示圣君以, 六五, 绝福交儒, 微如吉, 项曰, 绝福交儒, 信义发至也, 微如之吉, 义而无悖也, 柔中居尊, 专性九二, 而天下性之, 不怒而名威于辅恤, 不似安排造作以为威也, 苏眉山曰, 以其无悲, 知其有余也, 夫被身于不足, 不足之行献于外, 则微消, 上九, 自天又知, 吉, 无不利, 相曰, 大有上吉, 自天又也, 苏眉山曰, 曰有, 曰吉, 曰无不利, 其微福也多矣, 而终不言其所以致福之由, 其真无说也哉, 盖其所以致福者愿意, 孔子曰, 天之所助者顺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 屡信似乎顺, 又以上贤也, 是以自天又知己无不利, 信也, 顺也, 上贤也, 此三者, 皆六五之得也, 义而无悲, 六五之顺也, 绝福交如, 六五之信也, 群阳归之, 六五之上贤也, 上九特屡之而, 我之能屡者, 能顺且信, 又以上贤, 则天人之助将安归哉, 故曰圣人无功, 神人无名, 约佛法事六摇, 又有二义, 一约果后垂化, 二约禀较尽修, 一约果后垂化者, 出九垂行四恶去中, 而不染四去烦恼, 但是大悲, 与民同患, 故无交害而横肩, 九二垂行人道, 能以大乘广度一切, 故有忧枉而不败, 九三线行天道, 不染诸天欲乐, 给予离禅定, 故非小人所能, 设小人而入天去, 为有不被欲乐禅定所害者也, 九四线二圣像, 故匪其鹏, 不与二圣同取涅盘偏正, 故名便兮, 言有大臣智慧便才也, 六五线菩萨像, 应设受者而设受之, 故觉福交如, 应折福者而折福之, 故微如极, 性亦发至, 是皆引善根众生, 亦而无悲, 是折福恶机众生也, 上九线如来行, 故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所谓依第一亦天, 亦现为天人师也, 二约禀教静修者, 出九丙增上戒学, 故不与烦恼相交, 九二丙增上心学, 故于禅中拒一切法而不败, 九三丙增上会学, 故能亨于天子, 然此会学, 作断凡圣情解, 扫空荡有, 每为恶取空者之所借口, 所以好理有差, 天地玄格, 小人福克用之, 用则反畏大害, 九四丙通教法, 但是大臣出门, 故匪其朋, 虽与二圣同观无身, 而不与二圣同正, 故名便兮, 六五丙别教法, 养性忠道, 故绝福交儒, 别修怨了, 故微如耳即, 上九丙原教法, 全性起修, 全修再性, 故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更下昆尚, 千亨, 君子有忠, 曰世道, 则得平天成, 不自满甲, 曰佛化, 则法道大行之后, 人等事众生, 先亦问训, 不清一切, 曰观心, 则远满菩提, 归无所得, 凡此皆亨道也, 君子以此而忠如其始, 可谓果彻因缘矣, 断曰, 千亨, 天道夏季而光明, 地道悲而上行, 天道窥银而一千, 地道变银而流千, 鬼神亥银而浮千, 人道恶银而好千, 千尊而光, 悲而不可遇, 君子之中也, 如则闻王世明如商, 遥顺其由并诸, 佛则始种不可敬, 我愿不可敬,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未空, 不去灭度, 所以是出世法, 从来无有隐瞒之日, 苟有隐瞒之心, 则天窥之, 得辨之, 鬼神害之, 仁恶之矣, 以此千得现行十戒, 则是居佛位之尊故有光, 纵是居地狱之悲, 亦无人能于甚之也, 无有清约, 千者, 尊崇他人已居己上, 而己亦光显, 悲亦自己已居人下, 而人亦不可逾悦之, 此君子之所以有忠也, 相约, 地中有山, 千, 君子以仆多亦寡, 称物平师, 山过忽高, 故多者投之, 得过忽悲, 故寡者亦知, 去得其平, 皆所以未千也, 佛法侍者, 佛佛果无边功德之山, 以义众生之地, 了知大地众生皆具佛果功德山王, 称物姬宜, 而平等师以佛乐, 不令一人独得灭度, 初六, 千千君子, 用涉大川, 即, 相约, 千千君子, 卑以字幕也, 苏眉山约, 此罪处下, 是千之过也, 是道也, 磨所用之, 用于涉川而已, 有大难, 不身自屈折, 则不足以致其用, 牧者, 养之以待用云耳, 六二, 明迁, 征集, 相约, 明迁征集, 忠心得也, 苏眉山约, 千之所以未迁者, 三页, 七千页以劳, 顾闻其封被其责者, 莫不相从于千, 六二其林也, 上六其配也, 顾皆合之而明于千, 而六二又以阴处内挂之中, 虽为九三, 其又不谦呼, 顾约明迁真吉, 明以言其何于三, 真以见其出于信也, 九三, 劳千君子, 有中吉, 项约, 劳千君子, 万名福也, 苏眉山约, 劳, 公也, 更知智在三, 而三清已更下坤, 其千至已, 劳而不乏, 有功而不得, 是得千之权者也, 顾团约君子有中, 而三亿云, 六四, 无不利, 为千, 项约, 无不利为千, 不为则也, 虽居九三劳千之上, 而柔顺的正, 顾无不利而为为千, 夫以千为千, 此真不为其责者也, 六五, 不负以其灵, 利用轻乏, 无不利, 项约, 利用轻乏真不服也, 苏眉山约, 知者, 屈知较也, 牵者, 交之反也, 皆非得知智也, 顾两执不相容, 两千不相使, 九三以劳千, 而上下皆千以应之, 内则明千, 外则为千, 其胜者则千千, 相追于无穷, 相亦不已, 则所谓头多亦寡称物平师者, 将使谁为之, 若扶六五则不然, 以为千乎, 则所聚者刚也, 以为交乎, 则所处者中也, 为不可得而为之千, 不可得而为之交, 故五千莫不为之时也, 求其所以能使此五千者而无所有, 故曰不负以其灵, 至于轻乏而不害为千, 顾曰利用轻乏, 莫不为之用者, 顾曰无不利, 偶义曰, 真不服正是头多明千, 上柳, 明千, 利用行师, 真义国, 相曰, 明千, 智慧得也, 可用行师, 真义国也, 苏梅山曰, 明千亿也, 六二自得于心, 而上六智慧得者, 以其所居非安于千者也, 特以其配之劳千而强应焉, 冒千而实不至, 则所服者寡矣, 故虽有一国, 而又叛之, 夫时虽不足, 而明在于千, 则叛者不利, 叛者不利, 则争者利益, 佛法是此六摇者, 一约二义, 一约佛果八相, 二约内外四众, 一约佛果八相者, 出六级是现将神入胎, 即出身相, 九正无身, 父是根身, 故为卑以字母, 六二级是现出家, 九度生死, 自言为生死故出家, 世为明千, 九三级是现将魔尘道, 九超魔戒, 正大菩提, 而为众生现此劳事, 使官者心服, 六四级是现三七思维, 九以见机, 而不为涉化以则, 六五级是现转大法轮, 本无实法, 皆是善巧权限, 故为不负, 能令十方诸佛同位正名, 故为以灵, 破众生三祸, 令归顺于信聚三德, 故为利用轻乏, 上六即是现灭度, 以众生激进, 应火云王, 为智慧德, 即以灭度而作佛事, 令诸众生为种善根者得种, 以众者熟, 以熟者托, 为真义国也, 二约内外四种者, 初六是沙米小种, 故为卑以字幕, 六二是守法比丘种, 故为明迁征集, 九三是红法比丘, 载刃玄刚, 故为劳迁君子, 六四是外护人中忧婆赛等, 故恒迁让一切出家大小沉重而为为迁, 乃不为责, 六五是护法御戒诸天, 故能摧邪以显正, 而真不服, 上六是色无色天, 虽亦护正摧邪, 而禅定中无田会相, 不能做大折腐法门, 故智慰德, 昆下正上, 欲, 立见侯行师, 曰世道, 则圣德之君, 以千灵明, 而上下虚悦, 曰佛化, 则道法流行, 而仁天虚寝, 曰观心, 则正无相法, 受无相之法乐也, 世道即欲, 不可望于闻世五辈, 故一见侯以宣德化, 行师以背步于, 道法即行, 不可施于殉道警策, 故一见侯以主道化, 行师以防弊端, 自正法喜, 不可步行化道, 故一见侯以设受众生, 行师以折服众生也, 又会行如见侯, 行行如行师, 又身善如见侯, 灭恶如行师, 初得法喜乐者, 皆应未知, 担曰, 欲, 刚应而至行, 顺一动, 欲, 欲顺一动, 故天地如之, 而旷见侯行师乎, 天地已顺动, 故日月不过, 而四时不推, 圣人已顺动, 则行拔轻而明服, 欲知时亦大以灾, 顺一动, 虽欲知德, 时所以明保欲知道也, 夫六十四卦皆时而, 时必有益, 益则必大, 何度欲未燃灾, 欲则亦于待乎, 故特言之, 佛法侍者, 为顺一动, 故动而横顺, 所谓称性所起之修, 全修还在性也, 时亦起不大灾, 向曰, 雷出的份, 欲, 先妄以作乐重得, 应见之上帝, 以配祖考, 佛法侍者, 作乐, 如今所谓范贝永歌自然夫奏也, 重得, 以修言性也, 应见上帝, 即明本源自信为上帝, 祖考, 为过去诸佛也, 初六, 名誉, 凶, 项曰, 初六名誉, 至穷凶也, 夫甚即必衰, 乐即必苦, 欲不可以不胜也, 故六瑶多赦警策之词, 一集团中见侯行尸之指儿, 初六上和九四而未誉, 自无实得, 志在世人而已, 能服穷乎, 六二, 戒于时, 不忠日, 珍疾, 项曰, 不忠日珍疾, 以忠正也, 苏眉山曰, 以英居英, 而处二英之间, 会知疾, 静知智也, 以慧观明, 以静观动, 则凡及凶祸福之志, 如长短黑白沉于无前, 是以动静如此之果也, 戒于时, 果于静也, 不忠日, 果于动也, 是故孔子以为之机也, 六三, 虚欲, 会, 持有慧, 项曰, 虚欲有慧, 未不荡也, 六三亿无时得, 上世四以为欲, 即该悔之可也, 若持, 则又悔矣, 夫世仁者岂能久灾, 九四, 犹豫, 大有德, 物疑, 彭和三, 项曰, 犹豫大有德, 至大行也, 未欲之主, 故名犹豫, 夫出于三与六, 皆由我而未欲矣, 二五各守其真, 甚物宜之, 不宜, 则无彭亦故节也, 六五, 真吉, 横不死, 项曰, 六五真吉, 成刚也, 横不死, 中未亡也, 二五皆得中, 故皆不逆于欲而未真也, 但二远于四, 又得其正, 故动静不失其疑, 五胜九四之刚, 又不得正, 安得不成吉乎, 然由岳于中丧其首而外求欲者也, 上柳, 名誉, 陈友伦, 五九, 项曰, 名誉在上, 何可偿也, 欲至于名, 时当习以, 事至于臣, 必应便以, 因其辩而通之, 因其名而习之, 数可以免就而, 佛法侍者, 九四位代佛阳化之人, 于皆法门弟子也, 出六不忠不正, 是大人伏弼, 而望修正之功, 故凶, 六二柔顺中正, 能于戒而心中, 彻悟是造理聚两重三千, 其理决定不可辨议, 顿悟顿观, 不似终日之久, 此善于修心, 得其真正法门者也, 故及, 六三义不中正, 但已尽于严施, 故虽虚欲, 而烧之改慧, 但无决断勇猛之心, 故借以悔持则必有悔, 九四位卦之主, 定慧和平, 自立立他, 法皆成就, 故彭坚信而至大行, 六五柔直不正, 反居明师良有之上, 可谓并入高盲, 故名珍疾, 但已居中, 则一点信心犹在, 善根不断, 故恒不死, 上六柔而得正, 处欲之中, 未免省空取正, 但本有愿力, 亦不必进入于涅槃, 终能回小巷大, 而有余无久, 死睡不藏龙, 故约何可长也, 若约未向忍者, 出六是破戒僧, 六二是菩萨圣僧, 六三是凡夫僧, 九四是少祖为人, 六五是生年上座, 上六是法性上座也, 正下对上, 随, 缘亨, 立真, 五九, 约是道, 则上下相悦, 必相随顺, 约佛化, 则仁天须悦, 受化者多, 约观心, 则既得法喜, 便能随顺诸法实相, 皆缘亨之道也, 然必立于真, 乃得无久, 不然, 将未故已, 断约, 随, 刚来而下柔, 动而说, 随, 大亨真无久, 而天下随时, 随时之意大已哉, 正未刚, 对未柔, 经正反居对下, 顾明刚来下柔也, 内动外跃, 与时邪行, 故为天下随时, 犹如者所谓时习时中, 亦佛法中所谓时节若道, 其理自章, 机感相合, 名为一时, 故随时之意称大, 相曰, 则中有雷, 随, 君子已向会入宴席, 关心侍者, 既和本源自信, 上同网古诸佛, 则必名呼三德密藏而入大涅盘也, 出旧, 官有余, 真吉, 出门交友宫, 项曰, 官有余, 从正吉也, 出门交友宫, 不施也, 官者, 物之正主, 九五为六二正主, 则六二乃官物也, 而阴柔不能远达, 乃便其节以随出, 出以守正, 不受其随则即, 盖交六二于门内, 则得二而施武, 不如交九五于门外, 虽施二而有功, 军子以为不施也, 六二, 戏小子, 施丈夫, 项曰, 戏小子, 福奸语也, 戏出必施武, 安有两权者哉, 所以为二戒也, 六三, 戏丈夫, 施小子, 随有求得, 立居真, 项曰, 戏丈夫, 智舍下也, 四位丈夫, 初位小子, 三静于四, 而远于初, 然皆非正应也, 但从上则顺, 戏静则故, 故周公戒以居真, 而孔子赞其至, 九四, 随有或, 真凶, 有福再道, 以明何就, 项曰, 随有或, 其义凶也, 有福再道, 明公也, 六二欲网随九五, 必立四而后至, 四顾可以或之, 或则得罪于五而凶矣, 为身性随之正道, 则心机可名而无久, 亦且痛出九之有功也, 九五, 浮于家, 即, 项曰, 浮于家即, 为正中也, 六二应柔中正, 五之家偶也, 静于初而立于四, 即甚可以, 九五阳刚中正, 身性而不宜之, 得二之心, 义得出于四之心而即矣, 上六, 居细之, 乃从未知, 王用亨于西山, 项曰, 居细之, 上穹也, 阴柔的正, 居随之即, 专性九五, 而顾皆不解者也, 顾可亨于神明, 然穷疾而不足以有位义, 佛法侍者, 三阳皆为物所随, 顾明随机之意, 三阴皆随顺呼阳, 顾明随师之道, 出九刚正居下, 十四不欲立身者, 顾必有余乃及, 出门乃位有功, 九四刚而不正, 又居上位, 虽因弘法之认, 有四家带名利之心, 顾有祸而真凶, 为虚笃性出世正道, 则心事中可明白, 九五刚见中正, 自立立他, 顾服于佳而及, 六二柔顺中正, 而无会力, 为免弃大取笑, 六三不中不正而有会力, 则能弃小从大, 然虽云弃小从大, 岂可藐视小简而不拘真哉, 上六阴柔的阵, 亦无会力, 专修禅月以自于, 乃必穷之道也, 唯以此笃性之力, 回向西方, 则万修万人去而, 训下更上, 古, 缘亨, 立设大川,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故者, 弃久不用而重生, 人久厌逆而及生, 天下久安无畏而必生之畏也, 曰世道, 则君臣月随, 而无为必欲福之风, 故臣必, 曰佛法, 则天人虚悦举世随化, 必有邪因出家者, 贪图利养, 混入资灵, 故臣必, 约观心就近随者, 则是现并行而未顾, 约观心出的小随顺者, 即位断祸, 祸起顺道法爱, 祸于禅中发起素席而未顾, 然至继位乱皆, 乱亦可以致致, 故有缘亨之礼, 但非发大勇猛如舍大川, 绝不足以旧避而起衰也, 故须先甲三日以自心, 后甲三日以叮咛, 方可挽回击毙, 而终宝其善徒而, 断曰, 故, 刚上而柔下, 迅而止, 故, 故缘亨, 而天下至也, 立设大川, 网友誓也,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中则有始天行也, 更刚在上, 止于上而无下记之光, 迅柔在下, 安于下而无上行之德, 上下互相偷安, 唯已目前无事未快, 曾不知远忧之见酿也, 唯之此击毙之见, 则能设拯救之方, 而天下可治, 然其当袖手无畏而听其治哉, 必须网友誓如舍大川, 又必体天行之友中有始然后可耳, 释法佛法, 垂化观心, 无不皆然, 相约, 山下有风, 谷, 君子以正名玉德, 正名如风, 玉德如山, 非玉德不足以正名, 非正名不足以玉德, 上求下化, 悲至双运之未也, 初六, 干父之谷, 有子, 考无就力, 终极, 项曰, 干父之谷, 一成考也, 谷非一日之谷, 必立世而后见, 故诸瑶皆以父子言之, 初六居谷之始, 坏由未深, 如有贤子, 则考可免就也, 然必替力乃得终极, 而干谷之道, 但可以义成考, 不可成考之事, 九二, 干母之谷, 不可真, 项曰, 干母之谷, 得终道也, 苏梅山曰, 因性安无事而恶有位, 故母之谷干之由难, 正之则伤爱不正则伤矣, 非九二不能认也, 二以阳居因, 有刚之时, 而无刚之机, 可以免疫, 九三, 干父之谷, 小有慧, 无大就, 项曰, 干父之谷, 中无就也, 苏梅山曰, 九三之得与二无异, 特不之所以用之, 二用之以应, 而三用之以养, 故小有慧而无大就, 六四, 欲父之谷, 网见令, 项曰, 欲父之谷, 网未得也, 阴柔无得, 故能亦父之谷, 欲, 亦也, 六五, 干父之谷, 用欲, 项曰, 干父用欲, 臣以得也, 柔中得位, 善于干谷, 此以忠心之德而臣先序者也, 上九, 不适王侯, 高尚其事, 项曰, 不适王侯, 至可则也, 下五窑皆在室内, 如同事有斗, 故以父子明之, 上窑独在室外, 如相邻有斗, 故以王侯言之, 上至即适事之时事, 可则即逝连晚起诺高节, 即所以挽回私事之谷者也, 统论六窑, 约是道, 则出如贤事, 二如闻臣, 三如贤疆, 四如遍壁境臣, 五如贤王, 六如以其之类, 约佛化, 则下三窑如外户, 上三窑如内户, 出六柔居下位, 劫谈师之利矣, 沉顺三宝者也, 九二纲中, 以此心法门平汉正法者也, 九三过纲, 兼威者之用, 护持佛教者也, 六四柔正, 但能自守, 不能殉岛于人, 六五柔中, 善能化倒一切, 上九心偷妥远离行, 四无异于化人, 然佛法全赖此人以作榜样, 故智可责也, 约观心, 则出六本事定圣, 为父之谷, 但居扬位, 则仁有惠子, 而无九, 然必经历一番, 方时会与定等而终极, 九二本事会胜, 为母之谷, 但居因为, 责任有定, 然所以取定者, 为预助会而已, 其可终守此定栽, 九三过纲不忠, 会返成谷, 故晓有惠, 然出世就必知药, 终极会立, 故无大救, 六四过于柔弱, 不能发慧, 以此而往, 未免随未缠身上慢, 所以可修, 六五柔而得终, 定有其会, 必能见到, 上九会有其定, 顿入无功用道, 故为不适王侯而高尚其事之相, 所谓佛祖为终留不住者, 故智可责, 对下昆赏, 灵, 缘亨, 力真, 至于八月有凶, 约世道, 则干谷之后, 可以灵明, 约佛法, 则必端即格, 化道复行, 约观心, 则去其禅病, 净断诸祸, 故缘亨业, 释法, 佛法, 观心之法, 始终须立于真, 若成事而不知反, 直至八月, 则圣极必衰, 绝有凶矣, 八月未顿, 与灵相反, 未不一任其至于相反, 而不早未防险也, 断约, 灵, 刚静而长, 说而顺, 刚中而应, 大亨以震, 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 消不久也, 刚静而长, 故名为灵, 说而顺, 刚中而应, 故为大亨, 以正与甘之缘亨利真同道, 此乃信德之本然也, 若一任其至于八月, 而不早未防险, 则必有凶, 以有常有消, 乃自然之事, 唯以修和信者, 乃能遇天道, 而不被天道所消长而, 项曰, 则上有地, 灵, 君子以教司无穷, 荣宝名无疆, 则, 为四大海也, 得以载物, 海以载地, 此无穷之荣宝也, 佛法侍者, 教司无穷犹如则, 故为三界大师, 荣宝无疆犹如地, 故为四身慈父, 出旧, 贤灵, 征集, 相曰, 贤灵征集, 置行正也, 曰世道, 则干古贵刚勇, 灵明贵人柔, 曰佛法, 则除必夷威辙, 化岛以慈舍, 曰观心, 则去恶移用会立入理移用定力, 出旧刚静而长, 故为贤灵, 恐其人刚过静, 故戒以贞则即, 久而, 贤灵即, 无不利, 相曰, 贤灵即无不利, 为顺命也, 二义居阳刚静常之事, 然此时尚宜尽首, 不宜臣事取境, 故必及乃无不利, 若非即便有不利以, 盖臣事取境, 则未顺于大亨以正知天命故也, 六三, 甘灵, 无忧力, 既幽之, 无久, 相曰, 甘灵, 未不荡也, 既幽之, 旧不常也, 柔而至刚, 为者取境, 以灵未甘, 而不知其魔所利也, 然既有柔德, 又有慧性, 必能反观幽改, 则无就已, 六四, 至灵, 无久, 相曰, 至灵无久, 为当夜, 佛法侍者, 以镇定而应出九支正会, 故为至灵, 六五, 之灵, 大君之仪, 即, 相曰, 大君之仪, 行中之位也, 佛法侍者, 有慧之定, 而应九二有定之慧, 此所谓王三昧也, 中道统一切法, 名为大君之仪, 上六, 敦灵即, 无久, 相曰, 敦灵之即, 智在内也, 柔顺的阵, 居灵之中, 如圣灵在天, 莫幼子孙成名者已, 佛法侍者, 妙定即身, 自发真会, 惹之心外无法, 不于心外别求一法, 故为至在内而至无久, 昆夏殉上, 观, 观而不见, 有福于弱, 约世道, 则已得灵明, 为明之所瞻仰, 约佛法, 则正化利物, 举世之所归平, 约观心, 则尽修断祸, 必假妙观也, 但始无知精神一致, 常如贯而不见之时, 则是法佛法, 自立立他, 皆有福而愚然可遵养以, 断曰, 大观在上, 顺而训, 中正已观天下, 观, 观而不见, 有福于弱, 下观而化也, 观天之神道而四十不推,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福以, 阳刚在上, 是天下以忠正之德, 顺而不逆, 顺而不武, 故如济之灌手未见物时, 浮沉积于中, 而行于外, 不言而人自欲之也, 圣而不可知之之为神, 天何言哉, 四十行焉, 不可测之, 故名神道, 圣人设为刚常礼乐之教, 明皆由之, 而莫知其所以然, 独非神道呼哉, 神者, 臣也, 臣者, 福也, 福者, 人之心也, 人心本顺本训本中本正, 以心应心, 所以不假见物而自伏以, 佛法是, 大观者, 绝呆妙观也, 在上者, 高超九戒也, 顺者, 不与信相为也, 顺者, 便于九戒一切诸法也, 忠者, 不堕生死涅槃二边也, 正者, 双兆二帝, 无减缺也, 以观天下者, 十戒所朝宗也, 是法则成名位下, 佛法则九戒位下, 观心则一切诸道法门等位下, 天知神道即是信德, 信德具有常乐我尽似德而不推, 以神道社教, 即为称信元教, 故十戒同归福也, 项曰, 风行地上, 观, 先妄以神方观明社教, 佛法是者, 古佛神四土之方, 观十戒之名, 设八教之网以罗之, 如风行地上, 无不周遍也, 初六, 同观, 小人无九, 君子令, 项曰, 初六同观, 小人道也, 阴柔居下, 不能远观, 故如同幼之无知也, 小人如同幼, 则不畏恶, 君子如同幼, 则无以治国平天下矣, 六二, 亏观, 立女真, 项曰, 亏观女真, 亦可丑也, 柔顺中正已应久无, 女之正未忽内, 从内而观者也, 事则丑矣, 六三, 观我身进退, 项曰, 观我身进退, 未诗道也, 静以行道, 退以修道, 能观我身, 则静退贤不诗道, 六四, 观国之光, 利用兵于王, 项曰, 观国之光, 上兵也, 柔而得正, 密尔圣君, 无填兵师之任矣, 九五, 观我身, 君子无久, 项曰, 观我身, 观明也, 修记已尽,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死君子之道也, 上九, 观其身, 君子无久, 项曰, 观其身, 智位平也, 处师保之位, 天下谁不观之, 非君子能无就乎, 既为天下人所观, 则其为观于天下之心, 义字不能稍谢, 故智位平, 约佛法是六摇者, 出世外道, 为同观, 有邪会故, 二是凡夫, 为窥观, 单位禅故, 三是藏教之机, 敬畏适度, 退为二圣, 四是通教大臣出门, 可以接入别缘, 故利用兵于王, 五是原教之机, 故观我即是观明, 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上是别教之机, 以中道出二地外, 真如高居果头, 不达平等法性, 故智位平, 又约观心是六摇者, 出世礼籍, 如同摩所知, 二是明子即, 如女无实惠, 三是观行即, 但观自新, 四是相似即, 灵于真位, 五是分阵即, 自立立他, 六是就禁即, 不去涅槃, 辩观法界众生, 视线并行, 即因而行, 周一禅解卷第三, 周一禅解卷第四, 北天目道仁偶异秩序者, 上经之四, 正下离上, 是科, 哼, 利用欲, 曰是道, 则大官在上, 万国朝宗, 有不顺者, 视而科之, 顺法有苗, 与陆防风之类事也, 约佛法, 则森伦光显之时, 有犯戒者致之, 约观心, 则妙观现前, 随其所发烦恼业并磨缠慢见等境, 即以妙观致之, 皆所谓恨而利用欲也, 皆宜之相也, 顽明梗化而须致, 比丘破戒而须致, 止观净发而须观, 皆有物之相也, 刚柔分, 则定会平等, 动而明, 则振作而制造不昏, 雷电合而张, 则说莫护姿, 雷如说法, 电如入定放光也, 二五皆柔, 故柔得忠, 即忠道妙定也, 上行者, 正有奋发之相, 离有立天之相, 虽不当位者, 六五以应居扬, 如未入菩萨正位之相, 然观行中定会的所, 故于所发之境, 善用不思一观以至之也, 相曰, 雷电是科, 先妄以明法赤法, 明法即所以赤法, 如破境即所以显得也, 出究, 聚效灭至, 无究, 相曰, 聚效灭至, 不行也, 夫是科者, 不论是法佛法, 自事是他, 皆须置之于早, 不可酿至于身, 又须得刚克柔克之仪, 不可重轻失准, 经出久在挂之下, 其过未深, 以阳居阳, 又得其正, 故但如俱孝灭至, 即能成恶不行而无就也, 灭至, 未孝衍其至, 六二, 是夫灭鼻, 无究, 相曰, 是夫灭鼻, 成刚也, 阴柔中正, 其过亦改, 故如是夫, 下沉出九之刚, 故如灭鼻, 灭鼻, 未敷衍其鼻, 六三, 是腊肉, 欲读, 小令, 五九, 相曰, 欲读, 未不荡也, 在下之上, 过见身矣, 以阴居阳, 又有协会, 如独, 令可知也, 然当事科之时, 绝不置于户中, 故得五九, 九四, 是前子, 的经史, 立坚真, 即, 项曰, 立坚真即, 未光也, 田猎射寿, 使风入骨而未拔出, 今世甘子时, 方乃得之, 亦可未已, 此欲击过已久也, 然刚而不过, 必能自克, 故立于坚真则即, 六五, 是前肉, 得黄金, 真利, 无久, 项曰, 真利无久, 得荡也, 柔虽如肉, 而过程已久, 如肉已前矣, 赖有中得可贵, 如得黄金, 首次忠得之真, 金金涕利, 数可负于无过耳, 上酒, 何笑灭耳, 凶, 项曰, 何笑灭耳, 聪不明也, 过恶即赢, 不可负酒, 如何后加, 掩灭其耳, 盖游聪听不明, 不知悔过千善已至此也, 关心侍者, 初九境界一发, 即以正会致之, 如灭止而令其不行, 六二境发未深, 即以镇定致之, 所事虽不坚硬, 未免打失巴鼻, 六三境发见圣, 定会又不纯正, 未免未尽扰乱, 但不至于堕落, 九四境发家杂善恶, 定会亦不纯正, 纵得小小法力, 未正身法, 六五存发善境, 所得法力亦大, 然由未入正位, 人须真利乃得无久, 上酒境发即深, 四有定会, 实则不忠不正, 返取邪士而作圣解, 永度无闻之祸也, 离下更上, 奔, 哼, 小力有幽网, 约世道, 则所世纪科之后, 眼无修文, 约佛法, 则至法二僧之后, 增设归约, 约关心, 则进发关尘之后, 定会庄严, 凡此皆亨道也, 然是法佛法, 当此之时, 皆不必大有作为, 但须小家整齿而已, 担约, 奔, 亨, 柔来而闻刚, 故亨, 分刚上而闻柔, 故小力有幽望, 天文也, 文明已至, 人文也, 关乎天文已查十遍, 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 奔则必亨, 以其下挂本钱, 而六二已柔来闻之, 则是只有其闻, 亦是会有其定, 故亨也, 上挂本坤, 而上九分刚已闻之, 则是闻有其直, 亦是定有其会, 故小力有幽往也, 闻直互资, 定会相继, 信得固然, 非属强设, 名为天文, 体其有定之会计而常照, 为闻明, 体其有会之定, 照而常计, 为止, 是为已修和性, 名为人文, 信得则俱造实戒, 故观之可查实辩, 修得则实戒权规以心, 故观之可化成天下, 相曰, 山下有火, 奔, 君子以名树正, 无感折欲, 奔非折欲之时也, 树正苟名, 则可以是名无诵义, 佛法侍者, 山下有火, 外止内明, 故于三千性向之树正, 依依明之, 了知一切法正一切法邪, 终不妄于其中判断一事亦非, 而申取舍情剑, 如无感折欲也, 出旧, 奔其旨, 舍车而图, 相曰, 舍车而图, 一幅尘也, 挂虽以刚柔相闻, 得名为奔, 而时非有事于脚事也, 故六遥皆取本色自奔, 而终极于约奔, 正由失所谓素以为炫, 盖天下之真色, 故莫有胜于白者, 今初久报得隐居, 晚时以荡肉, 安部以当车, 乃亦亦自奔者也, 六儿, 奔其虚, 相曰, 奔其虚, 遇上心也, 柔顺中正, 虚心以取一乎上下之嫌, 乃亦师有自奔者也, 九三, 奔如如如, 永真吉, 相曰, 永真之吉, 终末之灵也, 刚正而居民体之上, 足以润及于六二六四, 而始之同位圣贤, 乃亦师道自奔者也, 六四, 奔如婆如, 白马汉如, 匪寇昏苟, 相曰, 六四, 当位已也, 匪寇昏苟, 终吾有也, 柔而得正, 知白奔知可贵, 故求贤无厌倦心, 竟则轻乎九三, 辅则应乎出九, 养则宗乎上九, 无亦非我名师良有, 及六二六五, 亦皆我同得相辅之棚, 见贤思齐, 见不贤而自省, 安幼寇哉, 盖由居上挂之下, 则是上而门下, 不敢自信自专, 乃亦虚心自奔者也, 六五, 奔于丘缘, 数伯尖尖, 令, 终极, 项约, 六五之极, 游喜也, 柔中而有阳刚之志, 能知道德之乐, 而不以示位自交, 是天位之尊与丘缘等, 如大宇之非饮食, 二一福, 悲公事, 为数伯尖尖令习之相, 实则无无渐然而终极, 盖以圣德自奔者也, 上九, 百奔, 无九, 相约, 百奔无九, 上德至也, 以刚居更止之极, 又在挂中, 而居因位, 则非过刚, 年弥高, 得弥少, 纯净无私, 如武功之圣德至善以自奔者也, 佛法侍者, 出九以施自奔, 六二以戒自奔, 九三以忍自奔, 六四以净自奔, 六五以定自奔, 上九以惠自奔, 又出九位礼奔, 不以信德烂修得顾, 六二为明子奔, 从此发心向上顾, 九三为观行奔, 不可暂忘顾, 六四为相似奔, 不住法爱顾, 六五为分正奔, 于三地不漏师顾, 上九位就近奔, 赋予本性, 无欠侠顾, 昆夏更上, 包, 不利有幽网, 断约, 包, 包也, 柔辩刚也, 不利有幽网, 小人长也, 顺而指之, 官向也君子上消息盈虚, 天行也, 约世道, 则眼五修文之后, 人情迟乐, 国家元气必从此包, 约佛法, 则归约繁星之后, 真修必从此包, 约观行有二亿, 一约得边, 则定会装严之后, 皮肤脱尽, 真实独存, 明知为包, 一约诗边, 则世间相似定会, 能发世间变才文采, 而于真修之要反受包矣, 约得别是意图, 精且约诗而论, 则是出世法皆不利有幽网, 所谓不利有幽网者, 非为作听其包, 正是挽回之庙用也, 网必受包, 不网, 则顺而指之, 所以挽回其消息盈虚之术, 而何于天行也, 相约, 山腹于地, 包, 上以后下安宅, 山腹于地, 所谓的呼丘明儿为天子也, 百姓族君属与部族, 故后下乃可安宅, 此旧包之妙策也, 关心侍者, 向上侍, 须从脚跟下汇取, 正是此意, 六摇曰是道, 则朝野无非阴柔小人, 唯一君子高居城外, 曰佛化, 则在家出家, 皆以名利相迷, 唯一圣贤远在拦弱, 曰关心, 则修善断尽, 唯一性善从来不断, 出六, 包床已足, 灭真凶, 项曰, 包床已足, 以灭下也, 床者所以欺身, 包床则身魔所欺已, 出在罪下, 故如包足, 于是法为恶明, 于佛法为恶加兰明, 于关心未包损戒足也, 别约的者, 是包去四恶去因, 然设无四恶去, 则大悲魔所愿尽, 故戒以灭真凶, 六二, 包床已变, 灭真凶, 项曰, 包床已变, 未有余也, 于是法为恶成, 于佛法为恶弹月, 于关心未包损禅定, 无定, 则散乱不能便利, 故未有余, 别约的者, 是包去人天散善, 然设无人天散善, 则无以设化众生, 故意戒以灭真凶, 六三, 包之无久, 项曰, 包之无久, 师上下也, 于是法, 为混击小人之君子, 于佛法, 为有正见之外护, 于关心, 为包损智慧, 包慧则不着余慧, 故能应拜至功, 坐断两头而施上下, 又别约的者, 是包去色无色借位禅暗定, 故得无久, 六四, 包床已敷, 凶, 项曰, 包床已敷, 窃尽灾业, 下挂如床, 上挂如身, 经包即身敷, 不可就已, 于是法为恶宰福, 于佛法为恶比丘, 于关心为包无一切因果, 别约的者, 是包去二胜入真法门, 然设无真地, 则无以出生死而不染世间过患, 故界以切尽于灾, 所谓好理有差, 天地玄格也, 六五, 惯于, 以工人宠, 无不利, 项曰, 以工人宠, 终无有也, 于是法, 为柔君已在君位, 又居扬而得忠, 能施世上酒高贤, 挽回天下之乱, 如文王之师履上, 于佛法, 为福德比丘做丛灵主, 率众僧以施世圣贤, 于关心, 为吉修恶以达信恶, 信恶融通, 任运设得佛的信善功德, 故无不利, 又别约的者, 从空入甲, 包二边以规中道, 故须达中道统一切法, 如冠于以工人宠, 使法法皆沉默喝眼道, 则无不利, 上酒, 硕果不实, 君子的于, 小人包庐, 项曰, 君子的于, 名所在也, 小人包庐, 终不可用也, 于是法为世外高贤, 如履上姬子之类, 于佛法为出世高流, 人间福田, 于关心为信善中不可包, 故如硕果不实, 君子勿之已成道, 小人是之而生烂胜之慢者也, 别约的者, 亦止信德从来不变不坏, 能勿信德, 则当下满足一切佛法, 故君子的于, 执信费修, 则堕落恶去, 故小人包庐, 正下昆尚, 辅, 亨, 出入无疾, 蓬来无久, 反复祈祷, 七日来复, 利有忧望, 约世道, 则摔包之后, 必有民主忠心而为父, 约佛化, 则轮替之后, 必有圣贤应献, 重振作之而为父, 约观心又二义, 义者乘上挂约施言之, 包而必父, 如平淡之气, 好物与人相近, 又如吊达的无根性也, 二者乘上挂约的言之, 包适当一切情直, 负势力一切法体也, 若依第三观, 则从甲入空明包, 从空入甲明腹, 若依心三观, 则以修稳性明包, 称性垂化明腹, 父则必亨, 阳刚之德为主, 故出入可以无极, 以善化恶, 故蓬来可以无久, 一父便当始至永父, 故反复祈祷, 至于七日之久, 则有时有终, 可以自立立他而有幽往也, 断约, 父亨, 刚反, 动而以顺行, 事已出入无极, 蓬来无久, 反复祈祷, 七日来复, 天行也, 力有幽望, 刚长也, 复其见天的知心呼, 观心侍者, 佛性名为天地之心, 虽产题中不能断, 但被恶所复而不能自见而,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以念菩提心, 能动无边生死大海, 父之所以的哼者, 以刚得称性而发, 遂有逆反生死之事故也, 此菩提心一动, 则是顺修, 依此行去, 则出入皆无极, 蓬来皆无就已, 然必反复其道七日来, 父者, 体天行之见而为自强不习之功当如是也, 冲此依念菩提之心, 则便利有幽望, 以刚虽致为, 而增长之事已自不可欲也, 故从此可以见无本具之佛性已, 又出位从空出甲, 入位从甲入空, 即顺中道法性, 则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而能游戏于生死涅槃, 故无极也, 蓬为久戒性相, 开久戒之性相, 贤臣佛戒性相, 故无就也, 相曰, 雷在地中, 父, 先妄已至日闭关, 伤吕不行, 后不审方, 杨慈狐约, 顺语时有一月朔寻寿, 但于冬至日则不行而, 观心侍者, 父虽有刚常之事, 而利有幽望, 一二七八八一, 二七八九, 然必尽以养其机, 故观行及佛之先妄, 既大悟藏性之至日, 闭关闭六根, 托年内福, 暂止六度万行商旅之事, 但观现前一念之心, 而未可便利应介入等诸境以审官也, 初究, 不愿父, 无指挥, 原吉, 相约, 不愿之父, 以修身业, 死如言子, 约佛法者, 正会寥寥, 顿见佛性, 顿惧诸行, 所以原吉, 如原教出住, 又约六度, 吉士般若正道, 六二, 修复, 吉, 项约, 修复之吉, 以下人也, 死如曾子, 约佛法者, 镇定得中, 灵真净圣, 如原教实性, 又约六度, 吉士镇定与会相连, 六三, 平复, 立, 五九, 相约, 平复之力, 义无就也, 死如子路, 约佛法者, 有定有会, 而不忠正, 故须先空赐甲后中, 名为平, 父勤劳修正而得无就, 又约六度, 吉士精进勤策相续, 六四, 中行都父, 项约, 中行都父, 以从道也, 死如瞿薄欲, 约佛法者, 镇定而语出应, 如通教利根接入于原, 又约六度, 吉士仁辱, 由语出应, 则申法二人, 便成第一义人, 六五, 敦附, 吴辉, 项约, 敦附吴辉, 终以自考也, 死如周轩, 汉文, 宋人, 约佛法者, 定会调云, 一切得终, 但与扬太远, 故必断获正真之后, 四开显而会入原位, 如藏通二圣, 又约六度, 吉士池解, 虽远于初, 但自考三叶无师, 自然合理而得无悔, 上柳, 弥附, 凶, 有灾审, 用行师, 终又大败, 以其国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 项约, 弥附之凶, 反君道也, 死如王安时方效如等, 身经反顾, 名为弥附, 非昏迷不复之位, 约佛法者, 不忠不正, 事事兼小定小会以为己则, 应父沉迷, 故不为凶, 且有灾审, 若以此设化教人, 必大败法门, 损如来之正法, 至于十年而福克征, 以其似佛法而实非佛法, 反于元顿大臣之君道, 如今是高谭元顿向上者事也, 又约六度, 即是不失, 而远于智慧, 这相, 这果报, 其慢, 其爱, 亦能其见, 故虽是善因, 反昭恶果, 良由不达佛法之君道故而, 正下前上, 无望, 缘亨利真, 其废正有甚, 不利有忧望, 约世道, 则忠心之志, 何于天道而无望, 约佛法, 则忠心之化, 同于正法而无望, 约观心, 则负其本性, 真穷或尽而无望, 皆缘亨而利于正者也, 然是出世法, 自立立他, 皆须生自省察, 不可加一面之邪, 不可有一言一行之神, 躺内匪正而外有神, 则绝不可行义, 圣人迟闷之介如此, 断约, 无望, 刚自外来, 而为主于内, 动而见, 刚中而应, 大亨以正, 天之命也, 其废正有甚, 不利有忧望, 无望之望, 何之以, 天命不佑, 行以灾, 正之初遥, 全揽甘得未体, 故曰自外来为主于内也, 性德虽仍仍本具, 然在迷情, 反畏分外, 经从性起修, 了知性德是我故有, 故名为主于内, 夫济称性起修, 必须事事随顺法性, 躺三叶未纯, 众有妙物, 不可自立立他, 既不合于性德, 则十方诸佛不互念之, 安能有所行哉, 相曰, 天下雷行, 物与无望, 先妄以貌对时, 欲万物, 佛法侍者, 狮子奋训, 三世义物, 明貌对时, 帆帆种收托, 使三草二目任运增长而归一时, 名欲万物, 出旧, 无妄妄疾, 相曰, 无妄之妄, 得至也, 拽云无妄之妄何之矣, 乃至匪正有甚, 出于无妄而妄于妄也, 此云无妄妄疾, 乃依此真诚无妄而妄应一切事也, 所以得志而及, 六儿, 不跟或, 不资奢, 则利有幽妄, 相曰, 不跟或, 为父也, 天一岁曰资, 三岁曰赢, 是为有不跟而获, 不资而奢者, 夫不跟不资, 此绝无妄于或奢者也, 然能或能奢, 此何以至之乎, 孔子云, 隐居以求其至, 行义以达其道, 又云, 根也哪在其中矣, 学也录在其中矣, 六二以阴柔中正, 上印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为以求至达到卫星, 而毫不以富贵利路未念, 乃利有幽妄而不辨其塞尔, 六三, 无妄之灾, 获系之牛, 行人之德, 义人之灾, 相曰, 行人的牛, 义人灾也, 不忠不振, 居振之上, 死之无妄之礼而成灾者也, 夫行人的牛, 何乃之礼而求偿于义人, 岂非或即无辜者乎, 无有清曰, 无妄之善有三, 刚也, 当位也, 无印也, 刚者, 实也, 当位者, 正也, 无印者, 无私类也, 朱遥或有其三, 或有其二, 或有其一, 初九三皆全, 其最善也, 九五九四有其二, 九五刚而中正, 九四刚而无印, 是其次也, 六二上九有其一, 六二中正, 上九刚十, 是有其次也, 为六三于三者贤无焉, 而义得未无妄, 何也, 下比中正之六二, 上比刚十无私之九四, 譬如有人, 在己虽无一善, 而上有言师, 下有良有, 清净切磨, 加持勋染, 义不至于为恶, 上六三之所以义的未无妄也, 陈明昭曰, 事故有忠臣孝子, 欲不得已知时事, 竟貌不忠不孝之名, 而万古不能自白者, 应灾而习其欲自成白之妄心, 是未无妄之灾, 如戏牛于义, 而行人得之, 比行人绝不可查考, 而义人绝无以自白, 唯有吞声忍气, 赔偿其牛而已, 忠臣孝子之盟愿者亦付如是, 九四, 可真, 无久, 相约, 可真无久, 固有之也, 以阳居因, 不好刚已自认, 盖其德信然也, 九五, 无妄之极, 物要有喜, 相约, 无妄之要, 不可是也, 刚见忠正, 此无妄之智者也, 夫力生于无过之地者, 未免责人太过, 所谓只要返臣并已, 故物要而有喜, 盖以己律人, 则天下俗能从之, 上九, 无妄, 行有神, 无忧力, 相约, 无妄之行, 穷之灾业, 以阳居因, 虽非过刚, 而居无妄之极, 则是守长而不知辩通者也, 既无善权方便, 其何以行之灾, 佛法侍者, 六, 遥皆悟无妄之理而未修正者也, 出九正会直径, 故献身刻果而得志, 六二正定至习, 故须于禅法不取不正, 则可以借路还家, 六三不忠不正, 虽有小小定会能开世人, 令其得道的果, 如行人的牛, 而自己反成简损, 九至凡地, 如一人之灾, 九四会而有定, 自立有余, 乃是达其性具定会, 非是修而后有, 九五刚见中正, 自立以缘, 为众生故, 视线并行, 其更需对质之药, 即出心修观亦附如是, 一切境界无非性德, 体障即德, 无可对质也, 上九不忠不正, 是信德而不是修德, 功行多审, 合力之有, 盖由一位高坛向上, 以至于穷, 故臣灾也, 甘下更上, 大处, 力真, 不加十吉, 力赦大川, 处, 蓄姬也, 蓄姬其无妄之道以养育天下者也, 约世道, 则忠心之主, 赋于无妄之道, 而后续国家元气, 约佛化, 则四一大事, 负其正法之统, 而生养法门龙相, 约观心, 则从谜的物, 赋于无妄之性, 而广基菩提滋良, 皆所谓大处也, 事出事法, 弘化尽修, 皆必以正为力, 以物我同仰为功, 以力尽炼心为药, 故不加十吉, 而力赦大川也, 断曰, 大处, 刚见笃石灰光, 日心其德, 刚上而上弦, 能止见, 大振也, 不加十吉, 养贤也, 力赦大川, 应乎天也, 甘之刚见, 更之笃石, 皆有灰光之一焉, 以此日心其德, 则蓄姬身后广大, 顾名大处, 然所谓力真不加十吉力赦大川者, 非是性外别力修德, 乃称性所起之修, 全修在性者也, 是观甘德之刚, 上行居挂之中, 而六五能尊上之, 且挂体外止内见, 岂非本性大正之道乎, 六五以柔中之德, 上则养贤师以封天下, 下则养贤师以楚国用, 岂非不加十吉之正道乎, 且以柔中之德, 应久二天德之刚, 刚柔相继, 何远不通, 岂非力赦大川之正道乎, 项曰, 天在山中, 大处, 君子以多时前沿往行以处其德, 一山之中具有天之全体, 以念心中具设十世古经, 揽五十八教之前沿, 该六度万德之往行, 以成我自心之德, 以此自处, 即以此处天下矣, 吾有清约, 十, 未济之于心, 得带于前沿往行, 由天之带于山也, 以外之所闻所见, 而涵养其中至大之德, 由山在外, 而藏处至大之天于中也, 前沿往行, 向山中宝藏之多, 得向天之大, 出旧, 有利, 利己, 向曰, 有利利己, 不犯灾业, 六窑皆具刚建堵石灰光之矣, 而自新新名者也出九阳刚在下, 正以隐居求至, 故有替利之功, 而先利自己, 己利继承, 任运可以利人, 若即攻下事未办, 而先欲渡人, 则犯灾以, 九二, 于说父, 相曰, 于说父, 中无有也, 刚而得中, 专修定会, 四无异于得实行道者, 然自利正事利他之本, 故中无有, 九三, 两马竹, 利坚真, 约贤于位, 利有幽望, 相曰, 利有幽望, 上何至也, 刚而得正, 居前之上, 不患不能度身也, 患其欲速喜尽, 失于防贤而, 故必利于坚真, 嫌其于位, 乃利幽望, 亦以上有六四之良友, 六五之贤君, 上九之明师, 与之何至, 必能互相警力, 故可往也, 六四, 童牛之故, 元吉, 相曰, 六四元吉, 游喜也, 柔而得正, 下则映出九刚正之良友, 清九三刚正之位友, 上则靖六五柔中之圣君, 过端未行, 而前肖默化, 如同牛未剿, 先师已故, 更无抵触之患, 以此自养, 以此为天下事, 大善而及, 悦而且乐者已, 六五, 分始之芽, 即, 相曰, 六五之吉, 有庆也, 分, 戒也, 戒则不报, 而芽人兼利也, 柔得中位, 尊上贤而应下钱, 信德既无偏颇, 所养又富周族, 自立成就, 可以君临天下, 举天下之善恶众数, 无步入无桃也, 固如焚始之芽, 上九, 和天之渠, 亨, 相曰, 和天之渠, 道大行也, 以刚柔相继之德, 当圣君师保之刃, 隐居所求之志, 至此大行无庸, 盖不斥行于天取也, 正下更上, 以, 真吉, 观仪, 自求口实, 曰世道, 则处得以养天下, 曰佛化, 则处得以立群身, 曰观心, 则菩提滋良济机, 而常养圣胎也, 自立立他, 皆正则吉, 皆须是从来圣贤之所为以者何如, 皆须自恃其所以为口实者何如, 断曰, 以, 真吉, 养正则吉也, 观仪, 观其所养也, 自求口实, 观其自养也, 天地养万物, 圣人养先以吉万民, 以知识大以灾, 养正则吉, 明养而非正, 正而不养, 皆非吉道也, 不观圣贤之所养, 则无以取法司其, 不观自养之口实, 则无以彼修彼美, 且如天地全体太极之德以自养, 即能谱养万物, 圣人养先辅成己德, 即可以吉万民, 谁为养正之外别有利人之方, 故正自养时, 集权具为欲功能而称大也, 项曰, 山下有雷, 以, 君子以圣言与节饮食, 言与饮食, 皆动之相也, 圣之节之, 不失其职也, 故之养正莫善于之职, 出旧, 舍尔灵归, 官卧躲移, 凶, 项曰, 官卧躲移, 亦不足贵也, 阳刚为自养养他之聚, 知止为自养养他之真, 出旧阳刚足以自养, 如灵归福气, 可不求食, 而居动体, 上映六四, 官笔口食, 反卧躲移, 施其贵而胸乙, 此如造尽之君子, 于佛法中, 则如甘惠外凡, 不宜利物, 六二, 颠仪, 福经, 于丘仪, 真凶, 项曰, 六二真凶, 行尸类也, 以上仰下, 乃力之长, 六二阴柔, 反击出九之养, 福其精矣, 幼居动体, 恐或不肯自安, 将求疑于六五之丘, 五虽与二未应, 然亦阴柔, 不能自养, 何能养人, 真则图的凶而两, 因无相继之功, 故畏施类, 此如无用之庸臣, 于佛法中, 则如实证盲禅, 进退失措, 六三, 福仪, 真凶, 十年勿用, 无忧力, 相约, 十年勿用, 到大辈也, 阴柔不能自养, 又不忠正, 以居动机, 浮于以矣, 虽有上九正印, 何能就知, 终于无用而已, 此如邪辟之载观, 于佛法中, 则如六群乱众, 大师鬼犯, 六四, 滇仪, 即, 虎视丹丹, 其欲竹竹, 无久, 相约, 滇仪之极, 上师光业, 阴柔的震, 而居子体, 虽无养具, 得养之真者也, 下印出酒, 赖其养以自养养人, 此如修修有荣之大臣, 及之道也, 出方观我而朵以我随其事之丹丹, 欲之竹竹, 以礼而幽待之, 再出则不足贵, 再我则养贤以及万民, 可谓上师光矣, 于佛法中, 则如贤良银事, 善为外户, 六五, 福经, 居真吉, 不可设大川, 相约, 居真之吉, 顺以从上也, 阴柔无养人之巨, 空居君位, 顾名福经, 居子之中, 顺从上酒, 此意养贤以及万民, 未得其振者也, 未得其振者也, 但可处长, 不可处辩, 以守成, 不宜创业而, 此如须己之贤君, 于佛法中, 则如柔和同行, 互相免罪又加力, 上酒, 游宜, 立即, 立设大川, 相约, 游宜立即, 大有庆也, 以阳刚居指及, 挂之所以为以者此也, 此如望龙之师宝, 可以诊记天下者已, 于佛法中, 则如正道教授, 采刃玄纲, 训下对上, 大过, 动脑, 立有幽望, 哼, 约世道, 则贤君已道养天下, 而至平日久, 约佛化, 则四一已道化群生, 而佛法大行, 约观心, 则功夫甚静而将破无名也, 夫至平即久, 则乱皆必蒙, 所依防为杜剑, 化道即甚, 则有漏一身, 所依成规立举, 功夫即静, 则无名将破, 所依善巧用心也, 断约, 大过, 大者过也, 动脑, 本末若也, 刚过而终, 训而说行, 立有幽望, 乃亨, 大过之时大已哉, 大者既过, 所以必当私患预防, 初上皆弱, 所以刚中, 不宜事事令脑, 刚虽过而得终, 又以逊顺而跃行之所以有有挽回匡计之术, 乃得亨也, 永宝无余意在此时, 甚及呼衰意在此时, 其关系岂不大哉, 相约, 则灭目, 大过, 君子以独立不拒, 顿世无门, 则本仰目, 而反面目, 大过之相也, 唯以独立不拒顿世无闷之力持之, 数学有本而养有素, 可以抵住中流儿, 初六, 即用白毛, 五九, 相约, 即用白毛, 揉在下也, 是法佛法, 当大过时, 皆以刚揉相继未得, 过刚过揉未施, 经初六以揉居训体之下, 而在阳位, 无功名富贵以泪其心, 唯雍得雍言下学上达以为其悟者也, 曰佛法者, 定有其会, 兼以戒得经言, 故无久, 久而, 哭扬身体, 老夫得其女妻, 无不利, 相约, 老夫女妻, 过亦相遇也, 刚而得忠, 又居因为, 阳的阴住, 如枯阳身体老夫女妻之相, 盖过于下贤者也, 曰佛法者, 会与定据, 如先见到, 后修是禅, 故无不利, 九三, 动脑, 凶, 相约, 动脑之凶, 不可以有福也, 过刚不忠, 认其刚毕, 以此自修, 则得必败, 以此致事, 则乱必生, 故动脑而凶, 曰佛法者, 纯用协会, 故不可有福, 九四, 动脑, 即, 有他令, 相约, 动脑之击, 不挠乎下也, 刚而不过, 足以自立立人, 但居悦体, 恐其好大喜功而不安守, 故介义有他责令, 曰佛法者, 亦是会与定据, 但恐夹杂名利之心, 则自立立他未必就尽, 故介义有宅则令, 九五, 枯杨生华, 老妇得其是夫, 无就无欲, 相约, 枯杨生华, 何可酒也, 老妇是夫, 亦可丑也, 虽云阳刚中正, 然在大过之时, 则是是其聪明才智者也, 想成平之乐, 不知名是艰难, 且不知下用显成, 唯与上六因柔无用之老臣相得, 何能酒哉, 约佛法者, 会历太过, 无禅定已持之, 何能发生圣果, 上六, 过赦灭顶, 凶, 无就, 相约, 过赦之凶, 不可就也, 居过疾之地, 唯有柔正之德, 而无济难之才, 故不免于凶, 而是非其就也, 约佛法者, 镇定无会, 终未顶舵, 砍下砍上, 西砍, 有福, 唯心亨, 行有上, 约世道, 则太平久而放一身, 放一身而患难见智, 约佛法, 则从化多而有漏起, 有漏起而模式必做, 约观心, 则会力圣而肃习动, 肃习动而进发必强, 皆惜砍之相也, 然是出世法, 不患有重踏之险难, 但患无出险之良途, 成能如此挂之中时有福, 深信一切境界皆为心所限, 则亨而行有上矣, 又赫险之不可记哉, 断曰, 西砍, 众险也, 水流而不淫, 行险而不失其性, 为心亨, 乃义刚中也, 行有上, 网有功也, 天险不可生也, 得险山穿丘陵也, 王宫涉险已守其国, 险之时用大乙哉, 善观心者, 美极赛已成通, 夫夕砍虽云众险, 然流而不淫朝不失险, 何非无人修道之要术, 所贵身性为心之亨, 犹如砍挂之纲中一般, 则以此而往, 必有功矣, 且险之名虽似不美, 而险之意时未尝不美, 天不可生, 天非显乎, 山穿丘陵, 得不显乎, 陈池之险已守其国, 王宫何尝不用险乎, 为在无人善用险, 而不为险所用, 则以此致事, 以此出事以此关心, 无不可以, 相曰, 水渐至, 习侃, 君子以常得行, 习教士, 常得行, 积学而不厌也, 习教士, 积会人不倦也, 习侃之相, 乃万古圣贤心法, 习险之可谓哉, 此政和台宗善时通赛, 集赛成通之法, 义是巧用性恶法门, 初六, 习侃, 入于侃淡, 凶, 相曰, 习侃入侃, 失道凶也, 在显之时, 不论自立利他, 为贵有福而定会相继, 经初六以应居下, 毫无福幸之德, 乃密梅于恶习而不能自出者也, 九二, 看有险, 求晓得, 相曰, 求晓得, 未出中也, 刚中有福, 但居下挂, 则素习上身, 未能顿达圣境, 尽可晓得而已, 六三, 来之侃侃, 险切证, 入于砍淡, 勿用, 相曰, 来之砍砍, 终无功也, 不忠不正, 柔而至刚, 自未出险, 不知浅险之震来, 此如邪见增上漫人, 故终无功, 六四, 尊九贵儿, 用否, 纳曰自有, 终无久, 相曰, 尊九贵儿, 刚柔记也, 柔而得正, 与九五之中正刚得相语, 所谓应定发会, 正出险之妙道也, 正观如久, 住道如贵, 臣朴如否, 方便道如有, 从此可发真而无就矣, 九五, 砍不赢, 纸济平, 无久, 相曰, 砍不赢, 中卫大也, 阳刚中正, 以得出世真会现前, 如砍之不赢, 而丰田浪静也, 但出破无名, 于或未尽, 故中卫大, 此免其诉去及甚而已, 上六, 戏用挥墨, 至于从及, 三岁不得, 凶, 相曰, 上六师道, 凶三岁也, 应居险及, 有定无会, 如凡外吃定, 及至非想, 中不托三界戏父, 而见取寄生, 犹如至于从及, 永不得免离也, 离下离上, 离, 离真亨, 处聘犹即, 火性无我, 离腹草木而后可见, 顾名为离, 曰世道, 则中险之时, 必立正法以遇事, 曰佛法, 则魔扰之时, 必立正教以除邪, 曰观心, 则敬发之时, 必立正观以消音, 故皆立正则亨也, 聘牛柔顺而多立, 又能生玉独子, 玉镇定能生妙慧, 团曰, 离, 立也, 日月立乎天, 百股草木立乎土, 众名以立乎镇, 乃化成天下, 柔立乎中镇, 故亨, 是以处聘牛极也, 如日月必立天, 如百股草木必立土, 无人重明智慧, 亦必立乎信德之阵, 则自立即成, 便可以化天下以, 夫智慧光明, 必依禅定而发, 禅定又依理性而成, 经六五六二, 立乎中正之位, 故有亨道, 如聘牛能生智慧独子而及也, 吾有轻曰, 上挂位众明, 下挂三摇皆立乎镇, 项曰, 明两座离, 大人以记明照于四方, 明而又明, 相续不习, 自记克明其德, 便足以照四方以, 出旧, 屡错然, 敬之, 无久, 相曰, 屡错之敬, 以辟旧也, 用观之始, 虽有正会, 而行屡未纯, 故常若错然之相, 为今今夜夜, 不敢自安, 则得日敬而喜日除, 可辟旧以, 其四旧之身而后除灾, 六二, 黄黄黎, 黄黎, 元吉, 项曰, 黄黎元吉, 的中道也, 中正庙定, 称姓所臣, 以此照一切法, 使一切法皆成中道, 乃绝呆圆荣之妙之也, 九三, 日则之离, 不古否儿歌, 则大迭之皆, 凶, 项曰, 日则之离, 何可久也, 过用其慧而无定以计之, 有时欢喜太甚, 则鼓否儿歌, 有时忧虑太切, 则大迭之皆, 悲欢乱其终取, 甘惠不能自持, 其退师也必已, 九四, 突如其来如, 焚如, 死如, 气如, 项曰, 突如其来如, 无魔所容也, 虽似有惠有定, 而时不忠不振, 不能吊事道品, 故时或精进, 则失于太素, 而突如其来如, 时或懈怠, 则智诸网绝, 而焚如死如气如也, 夫敬锐者退必素, 其来寄突, 则绝莫所容已, 诱惑似于焚死气, 而后知其非善终之道哉, 六五, 初替陀若, 其皆若, 即, 相曰, 六五之即, 离王公也, 得终之定, 能发实惠, 竟得顾无疑义, 然遥顺其有病诛, 文王望到未见, 薄欲寡过未能, 孔子圣人其感, 从来圣贤之学皆如事也, 上九, 王用出真, 有家折手, 获费其仇, 无九, 相曰, 王用出真, 以正邦也, 刚而不过, 又居明吉, 自立已成, 化他有数, 人自归木而折手, 非有丑恶而须法也, 深圳则邦正, 邦正, 则六何归心, 众义奉命已, 誓之为王用出真, 其义奋五扬威为出真哉, 周一禅解卷第四, 周一禅解卷第五, 北天目道仁偶义秩序者, 下经之一, 上经使乾坤而中坎离, 乃天地日月之相, 又记照定慧之德也, 誓约信德之始终, 下经使贤恒而中记记未记, 乃感应穷通之相, 又记轿相扣, 三世义物之相也, 誓约修德之始终, 又上经使于乾坤之信德, 终于坎离之修德, 为自行因果具足, 下经使于贤恒之机教, 终于记记未记之无穷, 为化他能所具足, 此二篇之大之也, 更下对上, 贤, 亨, 力真, 取女吉, 更得甘之上摇而为少男, 如初心有定之慧, 慧不失定者也, 对得坤之上摇而为少女, 如初心有慧之定, 定不失慧者也, 互为能所, 互为感应, 顾名为贤, 约世道, 则上下之相交, 约佛法, 则众生诸佛之相扣, 约观心, 则静智之相发, 夫又感应, 必有所通, 但感知与应皆必以正, 如是之取女, 必以其理, 则正而己以, 断曰, 贤, 感也, 柔上而刚下, 二气感应以相语, 指而说, 男下女, 是以亨利争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身,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 贤何以为感哉, 下挂昆体之柔, 上于六而成对, 上挂肝体之刚, 下于三而成更, 乃天地之二气感应以相语也, 又更止而对说, 以男而下女, 此感应之正, 所以即也, 曰佛法者, 更未深, 对未佛, 众生感佛祭专, 则佛说法应之, 曰观心者, 更未观, 对未尽, 观至严禁祭专, 则静地开发而得悦意, 事出事法, 皆以感而成事, 故可以见天的万物之情, 项曰, 山上有则, 贤, 君子已须受人, 慢如高山, 法税不停, 金山上有则, 岂非以其须而能受灾, 初六, 贤其母, 项曰, 贤其母, 智在外也, 贤虽感而遂通, 须不为其既然不动之体, 又须善时时位之仪, 躺因感而遥其主宰, 则反师能应之本仪, 大概感应之道, 互为能所, 然下三遥寄居指体, 且在下位, 顾皆不遗忘应于他, 上三遥寄居月体, 且在上位, 顾皆宜善应于物, 经初六以应居下, 而为九四所感, 为免脚指先动, 夫用行舍藏缘无定局, 施指则止, 施行则行, 行得其当则即, 不得其当则凶, 顾未可判定是非, 即所谓志在外者一字不同, 若志在天下, 不顾身家, 则即, 若志在利明, 不顾心性, 则可修以, 六二, 贤其肥, 凶, 居吉, 项曰, 虽凶居吉, 顺不害也, 因柔中正, 而为九五所感, 躺造望欲净则凶, 为安居自首则即, 盖安居自首, 乃顺忽柔中之道而不害也, 九三, 先其谷, 知其随, 网令, 网令, 项曰, 先其谷, 亦不处也, 志在随人, 所执下也, 以刚正居指及, 而为上六所感, 为免及及以利身为物, 不知欲利他者, 先须自利陈旧, 若一辈顺境所迁, 则顿失身平所养, 亦可修也, 九四, 真吉, 毁王, 冲冲往来, 彭从耳思, 项曰, 真吉毁王, 未敢害也, 冲冲往来, 未光大也, 刚而不过, 定会其平, 的感应之正道, 顾及而毁王, 见其己心他心, 互含互舍, 有冲冲往来之相, 既以心为感应之本, 则凡有血气莫不尊卿, 有彭从耳思之相, 为其的感应之正, 虽终日感而不为其既然不动, 之体, 顾未敢害也, 为其物一心之往来, 虽知本自何思何律, 而还需经意入神以致用, 利用安身以崇德, 穷神之化以身造于不可知之欲, 顾未肯具已现前所正为光大也, 久无, 显其眉, 无辉, 项曰, 显其眉, 至末也, 阳刚中正而居悦体, 如更其背不获其身, 行其亭不见其人之相, 乃运何于既然不动感而遂通之妙, 顾得毫无过失可悔, 而善始善终, 正于究竟, 名为至末, 末, 由中也, 上流, 先其辅夹蛇舌, 项曰, 先其辅夹蛇舌, 疼口说也, 柔而得正位对之主, 内依指得, 外宣四辩, 为先其辅夹蛇舌之相, 说法无尽, 惠人不倦, 故曰疼口说也, 然出之贤母, 上知贤舌, 皆不言及凶者, 已出心出步, 有邪有正, 是非一概, 说法立身, 亦有邪有正, 则非意图故也, 关于断词亨及立真之戒, 则思过半矣, 训下正上, 恨, 恨, 无久, 立真, 立有幽望, 夫感应之机, 不可一喜有差, 而感应之礼, 则更古不变者也, 依常然之礼而未感应, 故则山的名为贤, 依斗鸡之妙而论常礼, 故雷锋的名为恒, 则山名贤, 则常即无常, 雷锋名恒, 则无常即常, 又贤是则山, 则无常本常, 恒是雷锋, 则常本无常, 二鸟双游之欲, 与此亦可物已, 礼记有常, 常则必亨, 亦必无久, 但常非一定死之常, 须知有体有用, 体则非常非无常, 用则双照常与无常, 物非常非无常之体, 名为力真, 岂能常能无常之用, 名利有幽往也, 断约, 恒, 久也, 刚上而柔下, 雷锋相遇, 迅而动, 刚柔相应恒, 恒恒无就力真, 久于其道也, 天地之道, 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幽望, 中则有时也, 日月的天而能久照, 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观其所恒,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 恒何以明久, 以其道之可久也, 正体本昆, 则刚上而主之, 训体本前, 则柔下而主之, 此刚柔相继之常道也, 雷以动之, 风以鼓之, 此造物生成之常道也, 逊于其内, 动于其外, 此人是物理之常道也, 刚柔相应, 此安利对待之常道也, 久于其道, 即名为真, 便可哼而无就, 天地之道也若是而已矣, 始继必忠, 忠义必始, 始终相待故非常, 始终相续故非断, 非断非常, 故常与无常二义俱成, 天地则有沉住坏空, 日月则有昼夜出末, 四时则有沉除代谢, 圣道则有始终体用, 皆常与无常二义双存, 而体则非常非无常, 强名为恒者也, 相曰, 雷锋恒, 君子以利不亦方, 方者, 制定而制变, 制变而制定者也, 东看则西, 南观成北, 不亦变乎, 南绝非北, 东绝非西, 不亦定乎, 利不亦方, 亦利于制变制定制定制变之道而已, 出六, 俊恒, 真凶, 无忧力, 相曰, 俊恒之凶, 使求深也, 夫居贤者, 美患无主境之操持, 而居恒者, 美患无变通之学问, 经出六以应居下, 知死守而不知变通, 求之越深, 越施亨真有枉之力, 顾凶, 九二, 悔王, 相曰, 九二悔王, 能久中也, 以刚居柔, 且在中位, 不偏不倚, 无事无莫, 乃久于中道, 非顾之不通之恒, 顾悔王也, 九三, 不恒其得, 或臣之修, 真令, 相曰, 不恒其得, 磨索荣也, 过刚不忠, 以应上六, 未免以久而不肯久, 正与初六相反, 然过犹不疾, 且阳刚而返不恒, 有可修以, 张圣府曰, 三知不恒, 借口圆荣便通而失知者也, 九四, 田无情, 项曰, 久非其位, 安得情也, 四位正主, 恒于动者也, 动非可久之位, 安能得情, 盖境方能有或而, 六五, 恒其得真, 妇人及, 夫子兄, 项曰, 妇人真及, 从一而终也, 夫子至义, 从父兄也, 柔中而应久二之贤, 四得恒之正者, 然大君载化岛之权, 乃绝无便通何辟之用, 不计为父道乎, 上柳, 正恒, 凶, 项曰, 正恒在上, 大无功也, 应居动机, 至大而才小, 为尊而得宝, 且下应久三不恒之有, 其何以寄天下灾, 王安时方笑如四肢, 更下前上, 顿, 亨, 小力真, 夫世间之道, 久则必变而后通, 静则必退而后久, 此挂刚而能止, 事不以静为静, 而正以退为静者也, 顾亨, 然说以退字, 便有似于自立之小道义, 若冲此小道, 不己施立人达人之鸿归乎, 故戒以小力真, 言虽是同小道, 而中立于大人之真也, 断曰, 顿, 亨, 顿而亨也, 刚当位而应, 与实行也, 小力真, 静而长也, 顿之时亦大已灾, 齿祸上驱而后生, 龙蛇一折而后震, 君子之学, 欲自立立他者, 岂不以顿而得亨灾, 且九五刚当其位, 以应六二之贤, 乃与施邪行之道, 所以亨也, 所言小力真者, 律其阴柔自首之志, 渐渐静而长也, 夫善顿者, 则退正所以未尽, 不善顿者, 则退静终于不静矣, 所关故不大灾, 项曰, 天下有山, 顿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言, 外见内止, 未尝有益于远小人, 而小人自不能媚也, 以小人为用, 故不恶, 小不能善权, 故而言, 曰圣学者, 天君为主, 百孩听命, 耳目口腹之欲不能为乱也, 出六, 顿伪力, 勿用有忧往, 项曰, 顿伪之力, 不枉何栽也, 处顿之时, 须随其得位已为进退, 方布施亨真之道, 经出六阴柔居下, 才位俱悲, 为故守未宜, 不可望往已取栽也, 此如乐阵求目众, 六二, 直之用黄牛之格, 莫知甚说, 项曰, 直用黄牛, 故至也, 柔顺中正, 非荣明利路之所能迁, 上映九五刚见中正之君以行其治, 国有道, 不辨塞烟, 故项已直用黄牛之格, 此如依隐, 九三, 细顿, 有吉利处臣妾吉, 项曰, 细顿之利, 有吉备也, 处臣妾吉, 不可大事也, 刚而得正, 可以有位, 而居止吉, 则未免未顿之一字所系, 此觉人妄事之道, 君子之吉也, 然虽不能大有所为, 亦须利免其精神以处臣妾则吉, 所谓不能治国, 亦且其家已为天下风可也, 障人献二子于子禄, 亦是此意, 但无缘天下之大手段而, 九四, 好顿, 君子吉, 小人否, 项曰, 君子好顿, 小人否也, 以刚居柔, 上辅九五, 下应出六, 成天子之德, 辅天下之名, 修修有荣, 君子之吉道, 非小人所能学也, 此如为武功, 否本应, 九五, 加顿, 征集, 相曰, 加顿征集, 以正至也, 刚见中正, 下应六二应柔中正之贤, 当此顿时, 虽有英明神无作略, 不自漏其才华, 顿之佳美, 真而且即者也, 此如汤王, 上九, 肥顿, 无不利, 相曰, 肥顿无不利, 磨索一夜, 刚而不过, 尊居施宝之位, 望龙于天下, 而不自乏其得, 顾为肥顿而无不利, 此如太公, 甘下正上, 大壮, 力真, 夫退养之功悦密, 则精神道德义壮, 然大者计壮, 不患不能致用, 特患是才德而望动而, 力真之解, 身为持营处满者涉也, 断约, 大壮, 大者壮也, 刚一动, 故壮, 大壮力真, 大者正也, 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见以, 夫人一体之中, 有大者, 有小者, 从其大体为大人, 从其小体为小人, 经验大壮, 乃是大者壮也, 刚则非情欲所能挠, 动则非就习所能有, 所以壮也, 严厉真者, 以大者本自正也, 不正何以称大, 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以, 约佛法者, 天地即表理智, 亦表定会, 相约, 雷在天上, 大壮, 君子以非礼福吕, 非礼福吕, 正佛法中所谓悲体戒雷正也, 出旧, 壮于止, 真凶有福, 相约, 壮于止, 其福穷也, 虽云大者必正, 须知正者乃大, 若是其大以为正, 正便成邪, 是其壮以为大, 大壁不久, 是其正以为壮, 壮壁有衰, 红犯所以有高明柔客之讯, 正为此而, 经初久过刚不忠, 故枉则必凶, 以其自信自示, 乃必穷之道也, 久而, 真吉, 相约, 久而真吉, 以忠也, 阳居因位, 刚而不过, 又得其忠, 得终极的正义, 九三, 小人用壮, 君子用网, 真利, 滴滴家世, 杨处帆, 雷起脚, 相约, 小人用壮, 君子网也, 虽本君子, 但好刚认壮, 未免同于, 任人家认, 金阁倒白任抱虎平和之小人, 士族取困而已, 何能觉私事之藩哉, 若真是君子, 则是虽壮胜, 而不自事, 欠然四网也矣, 九四, 真吉毁王, 翻绝不雷, 壮于大于之父, 相约, 翻绝不雷, 上网也, 阳居因为, 以柔济刚, 的大壮之真者, 所以薛平祸乱而不损其神, 以此运在天下, 无枉而不得也, 六五, 丧阳于义, 无悔, 相约, 丧阳于义, 未不当也, 柔而得忠, 故绝无刚壮喜处之态而无悔也, 未不当, 有所谓有天下而不语, 上六, 滴滴家事, 阳处翻, 不能退, 不能碎, 无忧力, 奸则急, 相约, 不能退, 不能碎, 不想也, 难则急, 就不长也, 只未俱柔, 但有壮明, 而无壮义, 故无忧力, 然善用柔者, 正不必目大壮之虚明, 唯坚守其柔克之道, 则柔能胜刚, 反得及已, 此劝其不能碎则须退也, 昆下离上, 静, 康侯用西马帆树, 咒日三阶, 大壮而能真, 则可尽于自立立他之寓意, 当此平康之事, 贤侯得宠于圣君, 西马帆树, 西之后也, 咒日三阶, 阶之秦也, 观星侍者, 妙观察至位康侯, 增长称性功德位西马帆树, 正见法生理体位咒日三阶, 断约, 静, 静也, 明出地上, 顺而立乎大明, 柔静而上行, 誓以康侯用西马帆树, 昼日三阶也, 明若未出, 不明平康之静时, 不顺不立, 不明静世之贤侯, 不柔不静, 不得西皆知藩树, 盖六五之柔即昆全体, 昆宇何德, 顾静而上行以立之也, 观星侍者, 根本实至光明, 破无明柱的而出, 顾云明出地上, 定语汇聚, 至关不耳, 顾云顺而立乎大明, 无明实性及佛性, 无明转, 即便未明, 故柔静而上行, 誓以功德智慧重重增胜也, 项曰, 明出地上, 静, 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觉之姓明为明德, 使觉之功明之为昭, 心外无法明之为自, 自昭明德, 则心明指至善在其中以, 出六, 静如催如, 真吉, 往福, 欲无久, 项曰, 静如催如, 独行正也, 欲无久, 未受命也, 静之六遥, 皆应自昭明德以心明者也, 而时未不同, 所养异异, 顾及凶悔令分焉, 出六以应居阳, 定有其会, 且居顺体, 顾可静而静如, 然在挂下, 又与时属未应, 非我良朋, 则断不移欲速, 顾有阻而催如, 夫静与催皆外静而, 何宇于我, 但当守正则吉, 宋令一时不足取信, 为宽欲以待之, 终无就已, 言独行正者, 自信自肯不求人之之矣, 言为受命者, 由孟子所谓命也有信焉君子不谓命也之矣, 六二, 静如愁如, 珍疾, 受资戒福, 于其王母, 项曰, 受资戒福, 以中正也, 柔顺中正, 自昭明德, 长切望道未见之仇, 正而且即者也, 上语六五王母和德, 昔以本分应得之福, 顾明借福, 纵令贵及仁臣, 非分外也, 六三, 众允, 毁王, 项曰, 众允之, 至上行也, 以阴居阳, 定有其会, 当境之时, 而在顺体之上, 出六所谓往福者, 欲阳至此, 众皆允之, 而毁王已, 隐居以求其至, 行义以达其道, 故曰至上行也, 九四, 静如实属, 真历, 项曰, 实属真历, 未不当也, 君子之字昭明得也, 外移会而内移民, 故岸然而日章, 以九居四, 则外刚而内柔, 外民而内会者也, 如实属, 能飞不能过屋, 能怨不能穷目, 能游不能镀骨, 能血不能衍生, 能走不能仙人, 不义为乎, 偶义子曰, 与习出入闽中, 见有欲白兔者, 人真以百金买之, 为己, 身欲甚多, 其嫁渐减至亦前许, 好事者杀而烹之, 臭不可食, 岁无人买, 伯骨者云, 似非白兔, 乃时属而, 一, 本义见数, 谬英白兔之名, 无得居高位原者盖类此乙, 六五, 毁王, 诗得物序, 网集, 无不利, 相曰, 诗得物序, 网友庆也, 以六居武, 定有其会, 又为黎明之主, 得忠道而处天位, 正所谓自心心明, 摩索不用其极者也, 虽辅成实属之九四, 养成静脚之上九, 而与昆顺何德, 顾网皆三应, 同臣顺利大明之志, 则己无不利, 举世皆蒙其福庆以, 又何施得之可序哉, 上九, 敬其脚, 唯用法义, 立即无酒, 真令, 项曰, 唯用法义, 到位光也, 上九亦外刚而内柔, 外明而内会者也, 而居敬即, 则如受之脚矣, 以脚处人则凶, 唯用以自制, 如乏亦然, 则立即而无酒, 然不能自制于早, 至此时而方自制, 虽得其正, 不义令语, 四时五时而无闻焉, 思义不足为也矣, 顾约到位光也, 离下昆尚, 明宜, 立坚针, 知敬而不支退, 则必有伤, 仪者, 商业, 明入地中, 其光不耀, 知坚针之为力, 乃所谓用慧而明, 何于文王姬子之得已, 断曰, 明入地中, 明宜, 内文明而外柔顺, 以蒙大难, 文王已知, 立坚针, 慧其明也, 内难而能正其志, 姬子已知, 文明柔顺, 虽通止以卦之得, 义在六二, 内难正志, 专指六五, 坚针会明, 则闻王姬子所痛也, 关心侍者, 烦恼恶业, 病患模式, 上漫邪见, 无非原顿只观所行妙境, 相曰, 明入地中, 明宜, 君子已立众, 用慧而明, 明武子之于不可及, 兵法之以义待劳, 以静制动, 以暗四明, 皆明宜之用也, 圣学则暗然而日章, 出旧, 明宜于非, 垂其义, 君子于行, 三日不时, 有幽网, 主人有言, 相曰, 君子于行, 义不时也, 此如太公伯仪之必昼也, 先垂其义, 则不露其非之行, 即行之素, 则三日而不黄时, 盖义当远顿, 不欲主人之之而有言而, 六二, 明宜, 宜于左骨, 用证马撞吉, 相曰, 六二之吉, 顺义则也, 闻名中正之德, 当此明宜之时, 虽左骨业已受伤, 有望拯救, 为马撞故吉而, 有礼祭求之后, 人律三分天下之二以服侍应, 顺而不无, 成万古人成之则也, 九三, 名宜于难受, 得其大手, 不可及争, 项曰, 难受之至, 乃大的也, 以刚居刚, 在离之上, 夜尽将淡之时也, 正与上六岸主未应, 如五王伐咒, 得其大恶之首, 然以惩罚君, 事不可及, 当持之以真儿, 向云难受之至, 由孟子所云有依影之至, 则可无依影之至则转业, 此亦凛然, 六四, 入于左腹, 或明宜之心, 于出门庭, 项曰, 入于左腹, 或心亦也, 以居昆体, 入岸地矣, 柔而得正, 稍远于上, 故有可或明宜之心而出门庭, 如为子暴忌器以行顿, 但出门庭, 逊于荒野, 非归周夜, 六五, 姬子之名仪, 立真相曰, 姬子之真, 名不可惜也, 破境暗君, 身已如矣, 外柔内纲, 居得其中, 用惠而明, 明兆万古, 红饭九愁之灯谁能喜之, 上六, 不明慧, 出灯于天, 后入于地, 项曰, 出灯于天, 赵四国也, 后入于地, 师则也, 以应居应, 处夷之极, 初称天子, 后称独夫者也, 盖下五窑皆明而是惠, 故能用惠而明, 死则不明而惠, 故失则而中入的儿, 离下逊上, 家人, 立女真, 欲救天下之伤, 莫若返求于家庭, 欲振家庭之化, 莫若致言于女真, 聘机之臣, 为家之所, 不可以不戒业, 佛法侍者, 观行被魔士所扰, 当念为心, 为心为佛法之家, 人须以定滋会, 以福助治, 以修显性, 名利女真, 团约, 家人, 女正位呼内, 男正位呼外, 男女正, 天地之大义也, 家人有颜君焉, 父母之位也, 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 夫夫夫妇, 而家道正, 正家, 而天下定义, 佛法侍者, 禅定持心, 则内明法体, 智慧了尽, 则外施化用, 修德之定惠平正, 本乎信德之记照不二也, 再英明男女, 再果明父母, 即正果德, 实戒归样, 故明言君, 信修不烂, 明父父子子, 真俗并照, 明兄兄弟弟, 福慧互资, 明夫夫夫妇, 仪世界清净故, 十方世界皆兮清净, 明正家而天下定也, 相曰, 风自火出, 家人,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因风故, 而金粉自火出, 犹家以德化, 而金德从家剥也, 有物则非无时之言, 有恒则非设事之行, 所以能行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欲于家邦儿, 佛法亦然, 律宜清净, 则可以设善设身矣, 出旧, 贤有家, 会王, 相曰, 贤有家, 智未遍也, 以刚正居有家之初, 即言有物行有恒以贤之, 则可保其中不便以, 佛法侍者, 即是增上戒学, 六二, 无忧岁, 再终愧, 真吉, 相曰, 六二之吉, 顺乙训也, 阴柔中正, 而为内卦之主, 顾美是不敢自专自遂, 为公其中愧之职而已, 佛法侍者, 即是增上定学, 九三, 家人萧萧, 会立即, 父子兮兮, 中令, 相曰, 家人萧萧, 为师也, 父子兮兮, 师家节也, 过刚不忠, 四师于严厉者, 然以至家正道贯之, 则为师而仁吉, 躺为其毁力, 而从事于兮兮, 使四相安, 终以师家节而取另矣, 佛法侍者, 即是增上慧学, 六四, 附加大吉, 相曰, 附加大吉, 顺在未也, 阴柔的正, 未训之主, 所谓身才有大道者也, 佛法侍者, 即愿因善心发, 富有万得, 名为解脱, 九五, 王甲有加, 戊续集, 相曰, 王甲有加, 交相爱也, 甲, 大也, 书云不自满甲, 诗云甲以义我, 又曰甲哉黄考, 皆取大义, 九五阳刚中正, 而居天位, 以六合为一家者也, 大道为公, 何忧续哉, 乐明之乐者, 明亦乐其乐, 故交相爱, 佛法侍者, 正因理心发, 信修交彻, 显法深得, 上九, 有福微如, 终极, 相曰, 微如之极, 反身之位也, 刚而不过, 居训之上, 挂之中, 其得可信, 故不猛而微如, 所谓其一步推正式四国者也, 佛法侍者, 乐英会心发, 称理尊重, 明班若得, 对下离上, 魁, 小士吉, 夫善修身以其家者, 则六合可谓一家, 苟其之不得其道, 则一家之中魁格深焉, 如火与则, 同在天地之间, 而上下情义, 又如二女, 同依父母所生, 而至不同行, 是其可以臣大是乎, 孤任其火作火用, 则作则用, 中女士章, 小女士李可儿, 关心者亦父如是, 出世禅定, 世间禅定, 一上一下, 所去各自不同, 圆容之结未开, 尽可取小正也, 担曰, 魁, 火动而上, 则动而下, 二女同居, 其智不同行, 说而立乎名, 柔静而上行, 得忠而应乎刚, 是以小是即, 天地魁, 而其是痛也, 男女魁, 而其智通也, 万物魁, 而其是泪也, 魁之时用大以哉, 火则应动, 则上下是魁, 静则未始上下也, 二女因行, 则其智不同, 居则未始不同也, 故约及凶悔令声呼动, 虽然, 是其能有静而无动, 有居而无行哉, 经此挂以对说而复利乎黎明, 六五又以柔为离主, 静而上行, 且得忠位, 下应九二之纲, 是以小是可或即也, 此意闻王屈救人情被魁所居而言之而, 若冲此魁之理性, 以静魁之时用, 则天地魁而其是同, 男女魁而其智通, 万物魁而其是泪, 有何一法不赦于魁, 有何一法不从魁出灾, 盖于痛其魁, 则其极小, 于魁得通, 则其用大也, 佛法侍者, 记照一体, 明天地魁而其是同, 至观双形, 明男女魁而智通, 万行不处镇住二行, 二行不离兴聚, 如万物不出阴阳二摇, 二摇不离太极, 明万物魁而是泪, 向曰, 上或下则, 魁, 君子以同而异, 离得魁之中摇, 则得魁之上摇, 其性痛也, 或则言上, 则则润下, 其相亦也, 观相远望, 则相亦而性亦四亦, 观相远真, 则相同而相亦本痛矣, 为君子知其以同而异, 故不以异而魅痛也, 知亦本同, 故六而常吉, 不生退屈, 知同而异, 故吉而常柳, 不生上漫, 知亦本同, 故名气真缘, 知同而异, 故云心万行, 知亦本同, 故上无佛道可成, 下无众生可度, 知同而异, 故横庄严净土, 教化诸众生, 知亦本同, 故生死即灭盘, 二聚不可得, 知同而异, 故或游戏生死, 或是现灭盘, 出救, 毁亡, 丧马勿竹, 自负, 见恶人, 无救, 相曰, 见恶人, 以辟就也, 刚正无印, 居魁之初, 信此以往, 则无过而毁亡以, 纵令丧马, 不必逐之, 马当自负, 劝其勿以德施乱无神也, 纵欲恶人, 不防见之, 可以无救, 劝其勿以善恶而无心也, 如孔子见济康子见男子见羊或等, 皆所以辟就而, 其真有所利之也哉, 盖凡德施之念稍重, 善恶之心太明, 则同者必义, 义者必不可同, 为律其刚正之天德, 则德施名, 善恶容, 虽居魁士而毁亡以, 九二, 欲主于相, 五九, 相曰, 欲主于相, 卫师道也, 刚而得忠, 上映六五柔忠之主, 而当此魁时, 竟与六三相邻, 五必以其欲三而舍己也, 故须委屈名其心事, 如欲主于相焉, 夫君臣相遇, 万古长道, 其义于相而未知施哉, 六三, 见于也, 其牛扯, 其人天且义, 无出有忠, 相曰, 见于也, 未不当也, 无出有忠, 欲刚也, 本与上酒未应, 而当魁之时, 不忠不振, 现于九二九四两阳之间, 其机有可宜者, 夫二自欲主于相, 四亿自欲原夫, 何尝有意乌我, 我无忠正之德, 而自宜焉, 故望见其余若也, 其牛若彻, 而不敢往从上酒, 且自卫我之为人, 必当被上酒之天所义, 不得通其真洁之情, 如此, 则无出矣, 但魁即必合, 心机中必自明, 赖欲上酒之纲, 后说胡以呆之, 故有忠也, 九四, 魁姑, 欲原夫, 交服, 立, 五九, 向曰, 交服五九, 至行也, 魁必有应, 乃可相继, 二语无应, 三语上应, 四语无应者也, 故名魁姑, 燃出九刚正在下, 可以祭魁, 当此之时, 同德相信, 互相砥礼, 可以行其祭魁之志而无就矣, 盖君子生之以同而矣, 故应与杨矣而相应亦可, 杨与杨同而相服亦可而, 六五, 毁王, 绝宗是夫, 往何久, 相曰, 绝宗是夫, 往有庆也, 六五乃九二之主也, 阴柔不振, 反一二之欲于三焉, 以其居中, 则猜即未深, 终与二合, 故得毁王, 圣人又恐其愁愁未觉也, 顾明慕张胆而告之曰, 绝宗上九, 以说胡以待六三, 其相合如是夫以, 而往从九二于相, 有何救灾, 孔子更为之谷五约, 不为五九, 且君臣相合, 魁中的继而有庆也, 上九, 魁姑, 见史富途, 宰鬼一车, 先张之狐, 后说之狐, 匪寇昏狗, 网欲语则即, 相约, 欲语之即, 群疑王也, 上九与六三相应, 本非孤也, 魁儿为何, 则有四乎孤矣, 三本不与二四相染, 而其姬四乌, 故见史富途也, 二四各自有欲, 本无心于染三, 而虚妄身疑, 故宰鬼一车也, 先则圣疑, 故张胡儿欲设之, 后宜稍缓, 故说胡儿往事之, 诈见其果妃与寇结为昏狗, 于是誓然如云济语而即矣, 济不宜三, 亦不宜二与四, 故群已亡, 统论六瑶, 为初九刚正最善济魁, 于皆不得其正, 故必相何乃有济也, 佛法侍者, 为根本正会, 能达以同而异, 故及异而恒同, 否则必呆定会相资, 至关双运, 乃能舍异生性入同生性儿, 更下砍上, 简利西南, 不利东北, 利见大人, 真吉, 大凡乖义不和, 则所行必多阻难, 燃正荡阻难时, 其无枕难粮策灾, 往西南, 则说也, 顺也, 明也, 正南之要道也, 往东北, 则止也, 现也, 一期简而已矣, 为大人能记简, 为正道能出简, 简故可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及, 团约, 简, 难也, 现在前也, 简险而能止, 知已栽, 简利西南, 网得中也, 不利东北, 其道穷也, 利见大人, 网有工也, 当未征集, 以正邦也, 简之时用大已栽, 于这密于情欲之私, 虽有不测之显灵其前, 芒无见也, 旷能止灾, 能止, 不为不陷于显, 从此必求出显之良策矣, 安得非至, 本义东北之坎根, 网救西南之离对宇昆, 故刚柔相继而得其忠, 若守此东北, 则忠于显, 忠于止而以, 为九五阳刚中正, 当大人之位, 以正邦国之简, 故网见之者, 必有整简之功, 然遥中读上六名利见大人于不言者, 见大人亦呆其时, 施子则止, 施行则行, 简之时用, 即全体大义之时用也, 六十四卦皆尔, 美于人所呼者一提醒之云儿, 项曰, 山上有睡, 简, 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本欲全, 以寒而不宜犯, 金水流于上, 使人不能错足, 此乃山有缺陷, 非水之过也, 君子之一切显难境界, 唯无心自造自现, 故不感愿天尤人, 但反身已修其德, 如智山者, 赔其缺陷, 则水归见赫, 而不负横流已, 出六, 往简来遇, 向曰, 往简来遇, 以待也, 简易见显能之未知, 故朱遥皆借其往而许其来, 来即反身修德之未也, 出六见显即至, 知机而不犯难, 其反身修德功夫最早, 故可得欲, 夫其群寻未缩也哉, 礼仪修德已呆时而, 六二, 王臣俭俭, 匪功之故, 向曰, 王臣俭俭, 中吾有也, 阴柔中正, 反攻吾左, 而上映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方居显帝, 安德不俭其俭以相从事, 然朱遥皆已能之未知, 而此独不然者, 正所谓是君能至其身, 宫而妄思, 故随似冒险, 中吾有也, 一读曰, 匪功正本反身来, 平日能反身以体检, 才能临时匪功以祭检, 九三, 王剑来反, 向曰, 王剑来反, 内喜之也, 九三位更知主, 刚而得正, 见险能指者也, 既知王则必检, 故来而反身修得, 则内二遥无不喜之, 六四, 王剑来连, 向曰, 王剑来连, 当未时也, 已入坎堤, 其简甚矣, 然舍能来而反身修得, 则有可怜于更知三遥而获之也, 因本不实, 故来连于当未而时之九三也, 九五, 大剑彭来, 大剑彭来, 向曰, 大剑彭来, 以中解也, 居坎之中, 剑之大者也, 刚剑中正, 六二应之, 故得彭来共计大剑, 然非彭之能来助我, 时有我之中道足为枕简节则, 故上下诸瑶皆取节则于我而, 世家出五着事, 得无上菩提, 为一切众生说难信法, 其真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者乎, 上六, 往剑来说即, 立见大人, 向曰, 往剑来说, 至在内也, 立见大人, 以从贵也, 因柔居显即, 其客更有所望, 亦为来而返身修得则说即而, 说者, 实也, 大也, 即之所以能实大者, 以立见九五大人故也, 君子求诸以, 故智在内则即, 辅士长明莫如得, 故立见未从贵, 死至天爵未贵, 非土以人爵也, 须拔陀罗最后见佛的度, 其朔即之未乎, 砍下阵上, 解力西南, 摩索网, 其来复即, 有幽望, 宿即, 世间之局, 未有九简至而不释散者, 方其欲解, 则贵刚柔相继, 故立西南, 及其季解, 则大局已定, 更何何所往, 为来富于常道而已, 设有所往, 皆当审之于早, 不审者往, 凶且随之, 您的几乎, 死如梁将用兵, 至其归顺, 梁医用药, 至其病除, 关心修正, 至其复兴, 别无一法可取这也, 断约, 解, 现一动, 动而免忽显, 解, 解力西南, 往得众也, 其来复即, 乃得中也, 有幽往宿即, 往右宫也, 天地解而雷宇作, 雷宇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差, 解之时大已哉, 显在前则已至, 显在下, 则可动已免之, 此皆时节因缘之道, 不可得而强也, 西南未坤, 顾王则得重, 来复东北, 不过于柔, 顾乃得其中, 早见世姬, 顾王可有功, 如天地之雷宇作, 亦因素得其时, 顾百果草木皆甲差而, 关心侍者, 兼修禅定, 为利西南, 万行显发, 为王得重, 不设正观, 名为来父, 正于法身, 为乃得重, 有幽往而立身, 必须素能见机则即, 说法不须, 为王有功, 信修融合, 为天地解, 悲体戒雷阵, 树干露法语, 则是出世果, 三草二目, 各得以时生长熟托, 非佛菩萨何能用此解之实灾, 项曰, 雷宇作, 解, 君子已设过又罪, 悟犯之过, 则直设之, 令其自心, 轻重诸罪, 亦宽幼之, 令得莫减, 佛法试者, 即作法取香无生三种颤法, 令人决一出嘴, 又关心试者, 即是端作念十项, 消灭重罪也, 初六, 无九, 项曰, 刚柔之计, 亦无就也, 解则阴阳何以, 而以六居出, 上映九四, 适当奇迹, 故意无就, 九二, 田或三胡, 得皇室, 征集, 项曰, 九二征集, 得中道也, 以刚中而上映六五, 本字无可胡仪, 六三不忠不正, 亦欲成我, 项如三胡, 我田猎而或除之, 得与六五柔中相合, 此正而即者也, 皇位忠色, 施欲之道, 得其中之之道, 顾出一而应呼真意, 六三, 父切成, 智寇至, 真令, 项曰, 父切成, 亦可丑也, 自我智荣, 又谁就也, 阴柔不忠不正, 自无应语, 上思复似, 下欲成而, 不知其非道也, 是故二以为胡而填之, 四以为母而解之, 五以为小人而退之, 上以为笋而舍之, 不义智可修乎, 九四, 解而母, 彭智思福, 项曰, 解而母, 为当位也, 三在四下, 欲赴于四, 故四以三为母, 四为当位, 不如九二纲中, 故二自能田或三胡以从五, 四必呆二之志, 始姓母之以解也, 二与四皆羊类, 故名为棚, 六五, 君子为有解, 即, 有福于小人, 项曰, 君子有解, 小人退也, 五与二为正应, 而三且思成而, 则五不能无疑于二矣, 赖九二之君子, 刚而得中, 绝能解去六三, 上从于我而及, 但观六三之退, 则信九二之有解以, 上六, 公用涉损于高雍之上, 或之, 无不利, 项曰, 公用涉损, 以解备也, 损高非而善至, 以欲赴且成之六三也, 当解之时, 人人乐为君子, 独六三被理非至, 二虽甜之, 四虽解之, 以皆各有正应, 不同上六之在局外, 又阳与殷勤必相得, 故或以为狐, 或以为母, 不如上六之绝无情戏, 只以为损, 且居挂中, 则公侯之谓也, 柔而得正, 则藏气于身, 呆时而动者也, 故或之而无不利, 观心是六摇者, 六三即所致之或, 于五摇皆能致之法也, 初以有慧之定, 上应九四有定之慧, 或不能累, 故五九, 九二以中道会, 上应六五中道之定, 而六三以世间小定小会, 成其为正, 妾思乱之, 故必烈退狐仪, 乃得中之正道, 六三一于是禅, 资于是智, 其慢其见, 妄逆佛祖, 故为正道之所对至, 九四有定之慧故能致祸, 以被六三见慢所附, 且未达中道, 故必呆九二中道之慧, 使能解此体内之祸, 六五以中道定, 下应九二中道之慧, 会能断祸, 则定乃气里, 上六以出世镇定, 对至是禅是智邪慢邪见, 故无不利, 对下更上, 损, 有福, 缘吉, 无久, 可真, 利有忧望, 何之用, 二贵可用想, 难记解已, 相安于无事, 必将包明以奉君, 此事道之损也, 或计之以, 从此增道损身, 此观心严损也, 且以事道言之, 凡位上者, 必其劳而不愿, 欲而不贪, 真足以取信于名, 则虽损之而缘吉无久, 凡位下者, 必亦可真之事意上, 悟共于, 悟献意, 悟开劳民伤财种种弊端, 则利有忧望, 盖下世上, 游人是天地鬼神祖宗也, 想以其成, 不以其悟, 虽二鬼便可用想, 其亦多物未尽灾, 关心者, 信佛戒及九戒, 故缘吉无久, 知九戒及佛戒, 故不动九戒而力往佛戒, 不坏二弟而享于忠道也, 断曰, 损损下意上, 其道上行, 损而有福, 缘吉, 无久, 可真, 利有忧望, 何之用, 二鬼可用想, 二鬼应有时, 损刚亦柔有时, 损亦迎虚, 与时邪行, 下继未亦, 上行为损, 此圣贤关于天下万事不亦之道而立此名也, 上必有福, 乃可损下而缘吉无久, 下必可真, 乃力有忧望以意上, 虽二鬼亦可用想, 盖不过各论其时, 但贵与时邪行而已, 项曰, 山下有则, 损, 君子已成分治愈, 山下有则, 则山必日损, 君子已为无心之当损者莫若愤愈, 故成分则如崔山, 治愈则如田和, 彼赴于平地而后已也, 出旧, 以示传网, 无久, 着损之, 项曰, 以示传网, 上何至也, 出与四位正应, 以损我以意四者也, 四方应柔有吉, 故以以我之事, 而肃网易之, 则得无久, 然以刚一柔, 但使真着得中可而, 悟令过也, 以刚正而应柔正, 顾网则何至, 九二, 立真, 真凶, 辅损易之, 项曰, 九二立真, 终以为至也, 九二刚中而不过刚, 六五柔中而不过柔, 各守其真可以, 又何须更枉易之, 已成过由不及之凶哉, 辅损而亿, 其亿乃大, 故五有或亿以时彭之规者,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 亿人行则得其有, 项曰, 亿人行, 三则一也, 六三与下二摇, 皆损下以亿上者也, 出二人阳, 三独辩而未因, 三人行损一人矣, 经以亿因上行而亿上酒, 在我故为国而亡家, 而上酒阳刚, 反能以服损之亿亿我, 不亿得其有乎, 所以凡事宜专一也, 六四, 损其极, 是传有喜, 五九, 项曰, 损其极, 亿可喜也, 阴柔不忠, 极也, 出九亿传来亿我, 我但自出九亿自损其极, 则出有喜而我无就亿, 传指出九, 六五, 或亿之时彭之规, 福克为, 元吉, 项曰, 六五元吉, 自上佑也, 柔中虚己以应九二, 九二守真, 福以有行之物亦之, 故能使天下归心, 往不来亦以重宝也, 盖人均能虚心用贤, 则何于上天, 而自上佑之以, 上酒, 福损亦之, 五九, 真吉, 利有幽网, 得成无家, 项曰, 福损亦之, 大德志也, 上酒受六三之以吉以, 苟不有以报之, 三虽无怨, 人必不服, 安能无就, 安能真吉, 安能利有幽网, 然欲亦三, 正不必损我也, 盖三之为臣, 故所谓国尔王家者, 但身见其依人独行之臣, 则大德其志, 而三以为的有义, 是为福损亦之, 正下殉上, 义, 利有幽网, 利涉大川, 损而有福, 则与时邪行, 可以致意, 此世间迎虚消息之理也, 增道损身, 则日静于自利利他之欲, 此观星辰意也, 忧往以处长, 舍川以处变, 苟得其意之道, 则无不利以, 断曰, 意, 损上意下, 明说无将, 自上下下, 其道大光, 利有幽网, 中正有庆, 力涉大川, 目道乃行, 一动而逊, 日静无将, 天师的身, 其意无方, 凡一之道与时邪行, 中正, 至九五六二言之, 郑迅皆属穆, 顾其道可射川, 天师, 顾坤得其初遥而为郑, 得身, 顾甘得其初遥而为迅, 然不止于郑迅而矣, 举凡坎离更对等, 无非天师的身之意, 顾其意无方, 而与时邪行也, 一击全体乾坤, 全体太极, 全体意道, 其余六十三卦无不皆然, 圣人孤举异于, 令人自得之耳, 佛法侍者, 损佛界之上, 以亿九界之下, 损己利人, 顾明说无将, 本高基下, 顾自上下下, 而其道大光, 天行, 盛行, 名为中正, 犯行起于阴病二行, 名为木道乃行, 放光献锐以动之, 四辩说法以训之, 开元解以显性得名为天师, 立元行以臣修得名为帝身, 种而守守而拖, 翻翻四夕, 名为与时邪行, 项曰, 封雷以, 君子以见善则迁, 有过则改, 封以谷之, 迁善之夙也, 雷以动之, 改过之咏也, 陆雍成曰, 封之入也最为, 顾骗善不移, 欠过必踢, 雷之法也最逊, 顾迁无流流念, 改无停机, 出旧, 利用未大作, 缘即无旧, 项曰, 缘即缘旧, 下步后世也, 居易之初, 受上义最后者也, 以下未受此后义, 可安然魔所是乎, 然刚正而未正主, 必能大作以至缘吉, 则无旧已, 苏梅山曰, 亦之初久, 笋之上久, 皆正受益者也, 彼自笋而专亦我, 将以后则我也, 我必有以赛之, 故笋上久力有忧往, 亦出久力用大作, 然上之有味也其事意, 有功则其力背, 有罪则其则薄, 下之有味也其事难, 有功则力归于上, 有罪则先受其则, 故缘即而后无久, 以所居者非后世之地也, 六二, 获易之时彭之归, 福克为, 永真即, 亡用享于帝即, 项曰, 获易之, 自外来也, 阴柔中正, 以受九五阳刚中正之矣, 惠我以心, 而不惠我以物, 故能使天下归心, 往不来亦我以众宝也, 为臣则永真即, 不可因天诱人助而亦其心, 为王则用享于帝即, 自心心明而其命为心, 项曰, 自外来者, 明其非心所其, 以本无济公牟利之私故也, 六三, 亦之用凶事, 五九, 有福中行, 告公用归, 项曰, 亦用凶事, 故有之也, 不忠不正, 居下之上, 而受上九之吉, 其己我也, 正所以亦我也, 知凶事之真能亦我, 则无就已, 为虽不忠, 而有福则为忠行, 可以告公用归, 公指上九, 归以通信, 信通则归人还公, 不取公之物亦我, 但取公之吉亦亦我而, 恒人每亦凶事为非亦, 故圣人特明凶事之亦故有之, 能信凶之为亦, 则不凶亦, 六四, 忠行, 告公从, 利用为一千国, 项曰, 告公从, 以亦至也, 六四与上二遥, 皆损上以亦下者也, 五上仁阳, 四读辩而未应, 是指以身殉名, 岂非千国之相, 岂非忠行之道乎, 初遥即受我义, 刚而得正, 有大功之心, 方将利用大作以报我, 我即以之为一可义, 由其至在义名, 顾名皆以公心从之, 九五, 有福会心, 勿问原集, 有福会我得, 项曰, 有福会心, 勿问之以, 会我得, 大得志也, 阳刚中正, 应于六二, 真实以意下卫心者也, 会之以心, 责会而不费, 天下贤辈其责, 其缘即何必问哉, 顾能感六二永真之极, 大得其至, 而还报我以好得也, 上九, 莫义之, 或吉之, 力心悟痕, 凶, 相约, 莫义之, 偏辞也, 或吉之, 自外来也, 上九本以损意以一六三者也, 因六三不中不正, 故不与其意而返及之, 三顾得其凶事前垂之意, 然在上九, 其可恒以此力心哉, 以此力心, 则聚凡在下者, 皆亦莫义于我, 而或吉于我矣, 故戒以力心悟痕, 恒则必凶, 上九不中不正, 不仁而在高位缘, 但思义我, 不料吉我, 思义而不得意, 故曰偏辞, 不料吉而得吉, 故曰自外来也, 周一禅解卷第五, 周一禅解卷第六, 北天目道仁偶义秩序者, 下经之耳, 甘下对上, 绝, 阳于王庭, 符号有力, 告自义, 不利吉容, 利有忧望, 约世道, 则明说无将, 坐享风乐, 而所行必绝, 约佛法, 则顺己利他, 化功归己, 绝当竞断于祸, 正极果也, 夫世间, 岂荣有阳而无阴, 有男而无女, 有君子而无小人, 然应居阳上, 女战男仙, 小人距于君子之上, 则必将共决去之, 必将至王庭以阳之, 必将相约相信而申明其罪以号之, 凡此皆有力之道也, 无谓以反身修德而告自义, 不以以利真而吉容, 但使以德网化, 则无不利以, 佛法侍者, 体或法界, 即或晨智, 明告自义, 敌对相处, 明为吉容, 断约, 绝, 绝也, 刚觉柔也见而说, 绝而合, 杨于王庭, 柔成五刚也, 符号有力, 其为乃光也, 告自义, 不利吉容, 所上乃穷也, 利有忧望, 刚长乃中也, 见而说, 绝而合, 正名应以德化, 不应以利真也, 只为责光, 上利则穷利有忧望, 则以德化小人, 小人皆为君子, 而刚长乃中也, 项曰, 则上于天, 绝, 君子以师录即下, 居德则记, 路一诗, 得一居, 路不诗则恩枯, 得不居则本丧, 又以此诗路, 则积下而可以化人, 以此居德, 则自满而为人所记, 出旧, 状于前指, 往不胜未久, 项曰, 不胜而往, 就也, 重刚不忠, 不宜静, 而壮于静步, 徒字折耳, 何能胜灾, 久而, 替好, 末夜有荣, 物序, 项曰, 有荣物序, 得忠道也, 刚而得忠, 知据知景, 居德济周, 则有荣可无换矣, 九三, 壮于魁, 有凶, 君子觉觉, 独行欲语, 若如有韵, 无久, 项曰, 君子觉觉, 终无就也, 过刚不忠, 怒且信性然献于其面, 太刚必舍, 有凶道也, 君子于此, 何不自觉其绝, 舍上下四阳, 而独行其与上六应之正理, 则已得相化, 阴阳相合, 树欲语而若如, 虽比群阳不知我心, 不量我机, 或有韵者, 然化小人之道必应如此, 终无就也, 言绝绝者, 群阳已绝去小人未绝, 今无已绝不同比群阳未绝绝也, 九四, 屯无夫, 其行刺且, 千阳毁王, 文言不信, 项曰, 其行刺且, 未不当也, 文言不信, 聪不明也, 九四以下摇位屯下摇唇刚无柔, 如有骨无夫, 屯记无夫, 行必刺且不前, 若让彼羊在前, 而随其后, 则羊仁属我所迁, 便可毁王, 但已刚不中正, 文此善言, 绝不相信也, 羊, 纸上六, 未对之主, 四以牵之, 不宜觉之, 亦不宜语之真前后也, 九五, 线路绝绝, 终行无久, 相曰, 终行无久, 终未光也, 上六柔翠如线, 而在五刚之上, 如线在路, 人人的践踏之, 皆皆, 彼独非坤得乎, 彼独非太极全体所臣, 还惧太极全体者乎, 是一绝彼群阳所绝而护养之, 乃未忠行之道, 可无就而, 然在绝时, 终不免以君子小人而其心, 未肯望于大同, 顾约终未光也, 圣人于父, 则尊尊以保护为羊, 于觉则尊尊以保护残阴, 阴阳岂可偏废灾, 上六, 五好, 中又凶, 相约, 五好之凶, 终不可长也, 下之五窑, 圣人所以劝戒群阳者质疑, 以六居上, 虽得其震, 而阴柔才弱, 不能替好以字周悲, 故中不可长不若反呼下以为够儿, 训下前上, 够女状, 勿用娶女, 约世道, 则觉之于义中者, 必将遇之于义外, 约佛法, 则觉断于祸而上同诸佛者, 必巧用性恶而下遇众生, 又约究竟, 则觉是无见道, 构是解脱道, 约初心, 则觉是前惠, 构是理水也, 以无好之意应乎反于下而得其所安, 事必见状, 故九二移包而有之, 不宜使兵取之, 佛法侍者, 在佛为信恶法门, 在众生不了, 则为修恶, 九二行菩萨道, 自可视同修恶, 不令于人作恶, 又解脱道, 依得永得, 明女状, 摩索取者, 明物用取女, 理水一耳, 断曰, 构, 欲也, 柔欲刚也, 物用取女, 不可欲长也, 天地相遇, 品物贤张也, 刚欲中正, 天下大行也, 构之时亦大以灾, 不约刚欲柔而约柔欲刚者, 柔为正也, 佛法侍者, 刚是信德, 柔是修德以修显性明柔欲刚, 刚是妙观, 柔是妙止, 从止其观, 明柔欲刚, 刚是智慧, 柔是禅定, 应定发会, 明柔欲刚, 修本无家于性, 旨意不可偏甚, 定义不可偏多, 故曰不可欲长也, 天地相遇, 天德的知初遥而未逊, 挠万物者莫及呼风, 其呼逊, 而万物皆其, 故曰品物贤张也, 九二之刚, 下欲初六, 上欲九五之中正, 在世法中, 则为大臣的君以辅明, 在佛法中, 则为智慧称性以臣服, 故曰天下大行也, 项曰, 天下有风, 苟, 后以施命告四方, 包乎上者反乎下, 明知曰父, 信德也, 官慧也, 不可及致用也, 故如雷在地中而后不审方, 绝乎上者反乎下, 明知曰苟, 修德也, 指定也, 即刻以取笑也, 故如天下有风而后施告命, 复以见天的之心, 够以见识意之大, 复及甘之大事, 够及昆作成物, 复及精深, 够及欲震, 复及智巧, 够及胜利, 而复如以亦因借小人士之, 不亦漏乎, 初六, 细于精拟, 真吉, 有幽网见凶, 雷使福之竹, 项曰, 细于精拟, 柔道千也, 无君子莫至也人, 无也人莫养君子, 此事法之必应互相细数者也, 无性不能起修, 无修不能显性, 非智不禅, 非禅不智, 此佛法之必应互相细数者也, 亦因使身余下, 的九二经你以系之, 此真吉之道也, 不系则有幽网, 网则见凶, 如雷使必能知足, 由不早未掉欲故而, 柔道以与刚德相迁, 则互相与有诚意, 九二, 包幼于, 无久, 不利兵, 项曰, 包幼于, 亦不及兵也, 修显性, 则性有修, 定发会, 则会有定, 性修交成, 定会平等, 无就之道也, 但可内自证之, 其可举四他人, 是法一耳, 无名无子, 其可令他人分至哉, 九三, 屯无夫, 其行刺且, 立, 无大就, 项曰, 其行刺且, 行为千叶, 二, 禁于出, 顾包有余, 三, 愿于出, 顾屯无夫, 无夫则行必赐且矣, 然虽利而无大就者, 以与出六同居殉体, 但行为与柔道相迁和尔, 九四, 包无余, 其凶, 项曰, 无余之凶, 远明也, 刚不中正, 执信而废修, 世慧而弃定, 游世载浮, 居尚而远明也, 方其高谈理性, 正称狂会, 不知其为凶, 灵命忠实, 地狱相限, 则会魔所及, 游包中无余, 起水而后知之, 九五, 以, 起几家四, 包瓜, 韩章, 有云自天, 项曰, 九五韩章, 中正也, 有云自天, 至不舍命也, 枸杞之软而长, 以此包瓜, 则其慢交细而不可解, 此九二与初六相遇之相也, 九五未够之主, 乃高居于上, 远不相及, 但以刚见中正, 则信得九勋成种, 将欲发唤, 顾名韩章, 由其智不舍命, 不肯自暴自弃, 故初六虽不相遇, 必有自天允罪已遇我这已, 发的本有, 名为自天, 无心弃合, 名为有允, 又九二如大臣, 能有初六之名, 与名固结, 九五如圣君, 能用九二之贤臣, 顾名韩章, 既有九二, 则并九二所欲出六之名而有之以, 名与之, 及天与之, 故云有云自天, 上九, 构其角, 令, 无九, 相曰, 构其角, 上穷令也, 居构之中, 不予柔欲, 名构其角, 此如二圣偏真空会, 但免无虞之凶, 不无交牙拜种之令也, 昆夏对上, 翠, 亨, 王甲有妙, 立见大人, 亨, 立真, 用大身即, 立有幽望, 相遇则相聚, 事出事之长也, 聚安有不亨者哉, 幽名之秦翠, 故有妙可嘉, 上下之秦翠, 故大人可见, 用大身以甲有妙, 立幽望以见大人, 皆顺乎十亿之所当然, 所谓真也, 团曰, 翠, 聚也, 顺义说, 刚中而应, 故聚也, 王甲有妙, 至孝响也, 立见大人哼, 聚以正也, 用大身即, 立有幽望, 顺天命也, 观其所聚,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 同一至孝响而, 有诗云二鬼可用, 有诗云遵久鬼而, 经则云用大身即, 同一见大人而, 有诗云不利射川, 有诗云往简来说, 经则云立有幽往, 夫其有私益于其间哉, 以剑则剑, 以风则风, 可往则往, 可来则来, 皆所以顺天命而观物情而, 项曰, 则上于地, 翠, 君子云出戒戒戒戒不渝, 阳词胡约, 则所以能诸水而高尚于地者, 亦有房也, 名所以的安居而聚者, 不可无五辈也, 除智容器, 戒备不渝, 皆大义之道也, 偶义子曰, 曰佛法, 则疲靡内境, 曰观心, 则密咒窒息, 初六, 有福不忠, 乃乱乃脆, 若好, 以卧未孝, 悟序, 枉无久, 相曰, 乃乱乃脆, 其治乱也, 当脆之时, 未有不至于脆者也, 二阳未受脆之主, 而四阴脆之, 初语四味正应, 本可信也, 不忠不正, 故不能忠其信, 而乃乱乃脆焉, 乃乱故若好, 乃脆故一卧未孝, 言其好孝夹杂而为一卧也, 然既是正应, 何所依序, 不若网从未无救而, 治乱故好孝夹杂, 名相应之理未常乱也, 六二, 隐吉无救福乃利用月, 相曰, 隐吉无救, 中未遍也, 柔顺中正, 上映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本无可疑者也, 乃出六与六三皆往翠于九四, 我居二者之间, 舍不自隐而出, 何以取信于九五乎, 苟隐出而得其信, 则不必用大身, 而用月亦立以, 舍二婴儿独从所应, 故如用月, 其物甚薄, 但有二有忠得, 故不便所守以随两婴儿, 六三, 翠如皆如, 无忧力, 往无九, 小令, 相曰, 往无九, 上训也, 上无应语, 至欲翠而无从, 故皆如儿魔所力, 然当翠之时, 往从九四, 亦可无九, 但非正应故得小令, 而九四则迅已受之以, 九四, 大吉无九, 相曰, 大吉无九, 未不当也, 当翠之时, 出六应之, 六三归之, 不己已成你君乎, 故必大吉乃的无九, 如依隐周公之中尽成道可也, 九五, 翠有味, 无九, 匪福, 元永真, 慧王, 相曰, 翠有味, 至味光也, 阳刚中正, 以天位而受翠者也, 然为二时应之, 上时复之, 而出于三以翠于九四以, 尽可无九, 若能望无畏已认九四, 听彼二应之匪福我, 而元翠于四者永真福改, 则九四即位无成, 二应何亦非无名也, 故得悔王, 射诞是其位以为翠, 则智位光以, 上六, 姬姿涕涕, 无九, 相曰, 姬姿涕涕, 未安上也, 以英居英, 而在上位, 心不自安, 故姬姿涕涕, 以赴月于九五, 得无就也, 训下昆上, 身, 元亨, 用剑大人物序, 难争及, 气聚而上身, 如木之身于地, 元亨可知也, 训顺非果于有位者, 故劝以用剑大人物序, 万物其呼训, 而相见呼离, 故难争则及, 欲其向明以行智也, 断曰, 柔以时身, 训而顺, 刚中而应, 誓以大亨, 用剑大人物序, 有庆也, 难争及, 智行也, 训木本柔, 故必以时而生, 木之身故必及土, 土亦以身木为公, 经九二纲中而应六五, 盖部为木之志, 义是土之志也, 项曰, 地中深木, 深, 君子以顺德, 积小以高大, 道体本无大小, 而君子之积德也, 顺而致之, 必有小以高大, 譬如何报之木始于为盲, 但不可, 骗心浩哥, 罚, 亦不可助长而, 出六, 允申大吉, 项曰, 允申大吉, 上何至也, 未训之主, 上与二阳何至, 故性能申而大吉也, 九二, 福乃利用月, 五九, 项曰, 九二之福, 游喜也, 身九二之求福于六五, 以各不得其政, 非如翠六二之福于九五也, 但翠之六二, 以两灵同之, 而不同之, 故中虽未辨, 而须隐及, 今身之九二, 以两灵一致, 而致相何, 故不为五九, 而且游喜, 九三, 身虚意, 项曰, 身虚意, 摸索一夜, 以尖刚之墓, 上身于柔顺之土, 何以祖哉, 六四, 王用亨于其山, 即, 五九, 项曰, 王用亨于其山, 顺世也, 训之身也为木, 坤之身也为山, 而人之身也为亨于天地山穿鬼神, 其事不同, 其所以为顺意也, 方木之身于地, 人但以为木克土耳, 不知木生即是地生, 以离地四为, 别无木似为故, 如太旺之去兵而亦于其, 人但以为王弃兵而, 不知亦其即是亦兵, 以非舍兵人而别辅其人故, 六五, 真吉身皆, 项曰, 真吉身皆, 大德至也, 朝有君子, 则圣王之智德, 游得有桥木, 则成圆圆, 顾地位有不以身穆为智者也, 九二纲中, 而五应之, 此名语已可生之道, 游圣王之设皆以身君子, 但恐其以阴居阳, 不能见九二之福, 故特以真戒之, 欲其真于九二也, 上六, 明身, 立于不习之真, 项曰, 明身在上, 消不复也, 身至于明, 可以习以, 而有不习之真, 则以明而一身, 此所谓天觉也, 修其天觉, 则匹夫不畏平见, 而不腹可消以, 砍下对上, 困, 哼, 真大人及无久, 有言不信, 身而不以避困, 此淫虚消息之常也, 困心恒律, 实所以致亨, 然不以正道持之, 不以大人处之, 何能及无救灾, 设无功行使得, 而但有空言, 绝不足以取信义, 团曰, 困, 刚艳也, 显义说, 困而不失其所亨, 其为君子乎, 真大人及, 以刚中也, 有言不信, 上口乃穷也, 砍刚在下, 而未对柔所言, 刚记备眼, 水漏则哭, 困之向也, 触险而说, 速患难行呼患难, 顿世无门, 不改其乐, 非君子其熟能知, 九二九五, 皆以刚而得忠, 此大人之真, 即之道也, 苟不守此真, 而图上口, 士族已取穷而以, 相曰, 则无水, 困, 君子已致命遂至, 水在则下, 则中无水, 枯搞穷困, 此已定之命也, 君子致之而已, 其容作义而不顺受, 刚中故处显能说, 此在我之至也, 君子则心遂之, 岂因颠沛而或稍微, 初六, 囤困于珠目, 入于幽谷, 三岁不敌, 相曰, 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 六摇接触困者也, 为刚中大人能不失其所亨, 初六居下, 囤之相也, 上映九四之珠目, 震荡困时, 不能相避, 而阴居显出, 则如入于幽谷, 三岁不能相见矣, 九二, 困于九时, 诸福方来, 利用亨四, 真凶, 五九, 相曰, 困于九时, 中又庆也, 当困之时, 能以刚中自养, 顾名困于九时, 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必将以诸福息我, 使我同济时困, 我但当莫然以诚应之, 如亨四然, 若聚枉则必有凶, 而志在旧时, 人无旧也, 终有庆即是真打忍即, 此如依饮旧汤, 福, 必兮也, 六三, 困于时, 聚于极离,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凶, 相曰, 聚于极离, 成刚也,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不祥也, 阴柔不忠不振, 居于二阳之间, 四如时, 二如极离, 上六不语相应, 固入其宫而不见其妻, 犹无真详之德, 所以自取其凶, 九四, 来徐徐, 困于京车, 令, 有忠, 相曰, 来徐徐, 志在下也, 虽不荡位, 有欲也, 夫处困而亨, 非刚中者不能也, 九四正在困时, 犹不能忘情于初六, 而来徐徐, 既志在初六, 岂唯不与九二合得, 反困于九二之经车而令义, 然九二刚中, 必能与我同济时困, 不应我不当位而遂弃我, 顾可有终, 九五, 一月, 困于赤福, 乃徐有说, 利用祭祀, 相曰, 一月, 智未得也, 乃徐有说, 以终止也, 利用祭祀, 受福也, 九五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是天下如意生者也, 上六困于阁类, 如意我之鼻, 出六困于珠目, 如月我之族, 我方赖九二同行即困, 犹如赤福, 而比方困于九十, 则是我困于赤福也, 然九二终止, 必须应我而有悦, 我当结成以感知, 如祭四然, 树可以受福以, 上六, 困于阁类, 于涅溃, 约动会有悦, 真吉, 相约, 困于阁类, 未当也, 动会有悦, 即行也, 处困之吉, 可以动而行矣, 因柔才弱, 一律未当, 由千禅而不自安, 聚其动而有悦, 而美自退悦也, 故圣人只以真吉觉知, 训下砍上, 井, 改意不改井, 无丧无德, 往来井井, 弃智, 异未欲井, 雷其平, 凶, 夫井者, 居其所而迁者也, 知井之居所而迁, 则知困之穷而通矣, 故赐困而明井, 亦可改, 井不可改, 可改则有丧有德, 即不可改, 何丧何德, 使水者往, 为使者来, 人又往来, 井何往来, 下平将即与水曰弃至, 得水收神为静曰为玉井, 玉井则有功, 为玉雷其平则凶, 死皆仁之得丧, 非井之得丧也, 知井无得丧, 则知信得六而常及, 知人有得丧, 则知修得及而常留, 故曰井得之地也, 又曰井已变异, 断曰, 驯呼水而上水, 井, 井仰而不穷也, 改义不改井, 乃义刚中也, 气质亦为玉井, 为有功也, 雷其平, 事以凶也, 水轮寒地, 故凿地者无不得水, 欲如来藏性据一切应介入等, 故观应介入者无不得物藏性, 但贵以妙止观力深入而显发之, 藏性亦显, 自养养他更无穷敬也, 困之真打人及, 约以刚中, 经改义不改井, 一约乃以刚中, 困四专止修得, 其实发明全修在性, 经四专止性得, 其实要人全性起修, 故随名为有功而雷平则凶, 其重修得圣以, 相曰, 墓上有水, 井, 君子以劳民劝向, 夫丹水惠人, 则所及者寡, 早井任吉, 则所润者多, 丹水者有作善, 早井者无作善也, 君子之未劳于民也则劝其交香味养焉, 故养而不穷矣, 初六, 井尼不识, 就井无情, 相曰, 井尼不识, 下也, 就井无情, 诗舍也, 井之六摇, 三阴未井, 三阳未权, 出居最下, 故相如泥, 不为人不识之, 情亦不顾之以, 礼吉佛也, 久而, 井鼓舍父, 问必漏, 相曰, 井鼓舍父, 无语也, 在下之中, 故为井鼓, 有权可以设父, 而尚无应语, 如问记必漏, 不能相及也, 于知智晓者名父, 盖指出六, 此事名字即佛, 保有闻勋, 为陈法器, 九三, 锦械不识, 为我心策, 可用疾, 亡民, 并受其福, 相曰, 锦械不识, 行策也, 求亡民, 受福也, 以阳居阳, 齐全结以, 游居下挂, 不为人识, 事可测也, 上六应之, 故可用疾, 盖王济明而用闲, 则闲者之福非只独受而已, 此事观行疾佛, 原福五诸故谨歇, 为正理水故不识, 以求诸佛加倍, 则可自立立他也, 六四, 锦咒五九, 相曰, 锦咒五九, 修锦也, 咒者, 以瓦时包弃其棒, 所以欲污而结全者也, 故曰修锦, 此事相似即佛, 从私会入修会, 欲二边之污, 而结中道之全, 九五, 锦列韩全时, 相曰, 韩全之时, 中正也, 阳刚中正, 全之至节而凌然者也, 宫及于物, 故得时之, 此事分正即佛, 中道理税, 自立立也, 上柳, 锦收物目, 有福元吉, 相曰, 元吉在上, 大臣也, 以应居上, 如锦之收, 收, 即锦兰, 长漏之而物目, 众皆吉之, 而所养无穷义, 此事就尽及佛, 功德满足, 竟未来寄恒润众生, 离下对上, 格, 以日乃福, 原亨力争, 毁亡, 夫一改而景不改者, 言其处也, 景就, 则无情而逆, 可福格乎, 学者以变化气智未先, 有火之断惊也, 方骑虾也, 金碧苦之, 记虾尘弃, 而后性火之功也, 此格之道, 及乾坤之道, 大亨以振者也, 未性故有辉, 以夫则毁亡以, 团约, 格, 水火相袭, 二女同居, 其智不相得, 约格, 以日乃福, 格而性之, 文明已说, 大亨已震, 格而当, 其毁乃亡, 天地格而四时臣, 汤无格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格之时大已哉, 格而性之, 名为格则人不信也, 格而当, 乃是人性, 其毁乃亡, 名不当则毁不亡也, 虚如天地之格时, 汤无之格命, 方可取信于人儿, 格何容易, 项约, 则终有获, 格, 君子以智力名时, 时无时法, 依于色心分为甲力, 心无形象, 依色表剑, 色有共相即不共相, 共相之在上者为日月星, 素百加西埃人, 因日月星, 素百加西埃人, 周行于天, 据其所立之度, 以明春夏秋冬之时, 春则万物皆春, 乃至冬则万物皆冬, 故之时为新线, 无在而魔所不在, 犹如火性无我, 亦无在而魔所不在, 虽则中亦自有之, 比大海中火光长起, 及其燕也, 出旧, 拱用黄牛之格, 项曰, 格用黄牛, 不可以有位也, 离位能格, 对位所格, 而出旧居下, 尚无应语, 此不可以有位者也, 但用黄牛之格以字拱固可儿, 六儿, 以日乃格之, 真即无久, 项曰, 以日格之, 行有家也, 因柔中正, 为离之主, 得格物之全能者也, 格必以日乃福, 而上映九五, 是其家配, 故真即而无久, 九三, 真凶真利, 格言三九, 有福, 项曰, 格言三九, 又贺之以, 过刚不忠, 而应上六, 上六阴柔的阵, 乃君子而如文报者也, 何荣更以刚造格之, 真则必凶, 虽得其真, 义人为力, 但可自格以相顺从, 其言至于三九, 数亿可以取信也, 九四, 毁王, 有福改命即, 项曰, 改命之即, 信至也, 对经之之, 本呆侠已成器, 而九四无应于下, 则无肯成我者, 毁可之也, 但刚而不过, 又附近于离体之上, 其智可信, 顾毁王而有福, 可以改其所并之定命, 而日静于自立立他之寓义, 九五, 大人互辩, 为战有福, 项曰, 大人互辩, 其文秉也, 以阳刚中正之大人, 又得六二英柔中正之印以辅助之, 故如虎之神辩, 秉乎有文, 不待战而足以取信于天下也, 上六, 君子豹辩, 小人革面, 真凶, 居真吉, 项曰, 君子豹辩, 其文卫也, 小人革面, 顺义从君也, 报义生而有文者也, 但呆时而变现而, 九三刚造小人, 既见其变, 一格言三就乙相顺从, 燃井革面, 未始革心, 君子正不必申求也, 若欲令心革而亡真之, 未免得凶, 为居真以莫化之则吉, 迅下离上, 顶, 远吉亨, 格物者莫若顶, 死桃贤助圣烹佛练祖之气也, 安得不远吉而亨哉, 断约, 顶, 向也, 以目训火, 亨认也, 圣人亨已想上帝, 而大亨已养圣贤, 训而耳目聪明, 柔静而上行, 得忠而应呼刚, 誓以缘亨, 出英畏族, 二三四阳畏父, 五阴畏尔, 上阳畏炫, 非定向乎, 以目训火而亨认, 非定用乎, 物为顶之道小, 圣人亨已想上帝, 义此顶而, 极大亨已养天下圣贤, 义此顶而, 何必离世别求离灾, 且以挂得言之, 内则训顺, 外则离耳耳目聪明, 六五以柔为离之主, 静而上行, 得忠为而应九二之纲, 此其非圣贤佛祖自逃自助自通自恋之道, 其缘亨也已已, 相曰, 墓上有火, 顶, 君子以正位宁命, 顶着, 国之重宝, 君位之所祭也, 得其道以正其位, 则命可宁, 得不称谓, 则命去而顶随去以, 曰向明之, 得如木, 命如火, 有木则有火, 木镜则火王, 有得以正其位则命宁, 得王则命王, 故曰为命不于长也, 出六, 顶颠指, 立出否, 得妾以其子, 无九, 相曰, 顶颠指, 未备也, 立出否, 以从贵也, 出位顶指, 应四顾颠, 然及其位碰雾而颠之, 就机否恶从此可出矣, 颠指如得且, 出否如得子, 木义子贵, 应其子而知的妾之未备, 应出否而知颠指之有功也, 九二, 顶有时, 我愁有吉, 不我能吉, 吉, 项曰, 顶有时, 甚所知也, 我愁有吉, 终无有也, 二当顶腹之下分, 阳刚顾未有时, 上映黄而精炫之六五, 能护守之, 出虽颠指而有吉, 终不害己我也, 然在二, 则宜甚所知已, 九三, 定尔阁, 其行赛, 至高不实, 方语窥晖, 终极, 项曰, 顶尔阁, 施其一也, 三当顶腹之中分, 其时与美, 有至高可实矣, 尚无应语, 如顶方阁尔而不可行者焉, 赖六五柔中之黄而, 冠上九刚而不过之欲炫, 方将举二以吉三, 如阴阳之和而得宇, 则可以亏悔而终极以, 怀道而不思致用, 故失其意, 有所云不适无意, 积之使积时行道也, 九四, 顶者足, 复公, 优, 文家术, 其行我, 凶, 项曰, 复公素, 性如何也, 四当顶腹之上分, 其时计满, 而下应出六, 则不胜其重, 足云者已, 行貌能无难悍忽, 使也不自知其得薄, 知晓力晓, 望具尊位, 而谋大任重, 今一旦不胜其任, 此其所自信者未如何也。 六五, 顶皇而精炫, 力争, 项曰, 顶皇而, 终以为时也, 无畏顶而, 而又忠得, 顾其色黄, 已须受时, 顾未精炫, 炫及纸上酒也, 以炫贯而, 以耳俱顶, 静天下圣贤而养之, 岂非圣人大亨之震道乎, 然六五字本无时, 特下印九二之纲中以之为时, 即以此而养天下, 所谓为天下的人者而, 上酒, 顶玉炫, 大吉无不利, 项曰, 玉炫在上, 刚柔皆也, 上位鼎炫, 自六无官之, 则如金之纲, 自其纲而不过之得言之, 则如玉之润矣, 金玉猛火则荣, 玉非火所能坏, 以此举定, 顾大吉无不利也, 正下正上, 正, 哼, 正来细细, 笑颜雅雅, 正经百里, 不丧彼唱, 主重弃者莫若长子, 长子未有部分动已出者也, 顾正则必亨, 然其亨也, 必有道已至之, 方其出动而来, 细细呼, 如银虎之舟环顾律, 人不失其何, 而笑颜雅雅, 夫为存于己者既言且何, 以此守重弃而为记住, 纵欲正经百里之大便, 能不丧其彼唱以, 佛法侍者, 以念出动, 即以四性四韵而推减之, 名为细细, 知其无性无声, 名为笑颜雅雅, 烦恼夜静种种模式横发, 名为正经百里, 不失定会方便, 名为不丧彼唱也, 断曰, 正, 哼, 正来细细, 孔智福也, 笑颜雅雅, 后有则也, 正经百里, 经远而聚而也, 初可以守宗妙设计, 以为记住也, 恐惧乃能致福, 福不可以信妖, 所谓生于忧患也, 雅雅亦非放异, 人不失其法则也, 为其养之有素如此, 故虽当今远距而知便, 人皆退避, 而偏能出此凝定之神以当之, 可以守宗妙设计而为记住也, 为记住, 即是不丧彼唱住脚, 项曰, 见雷正, 君子以恐惧修审, 君子不忧不拒, 其似雷见正而后恐惧修审哉, 恐惧修审, 正指平日不读不闻圣读功夫, 平日功夫能使善长恶消, 犹如见雷能使阳书因散也, 为其恐惧修审惯于平日, 故虽欲见雷, 亦父不忧不拒矣, 问曰, 孔子迅雷风裂必变, 复云合通, 答曰, 此事与天地合得, 便则同变, 亦非幽惧, 出九, 正来细细, 后笑颜雅雅, 即, 相曰, 正来细细, 恐致福也, 笑颜雅雅, 后有则也, 六瑶皆明恐惧修审之道, 而得有幽烈, 为有当否, 顾及凶分焉, 出九刚正, 为正知主, 主弃莫若长子, 即可知已, 六二, 正来细, 亦丧悲, 基于九陵, 物竹, 七日得, 相曰, 正来细, 成刚也, 六二成出九之刚, 盖言诞切磋之位有也, 借此身自替力, 以正刷我阴柔懦弱之席, 举无平日所谓中正纯善多种宝贝尽丧不顾, 直击于甘见高明之九陵, 物更留意求逐, 然至于七日, 负其故味, 则中正纯善之德仁在义, 六三, 正苏苏, 正行无审, 相曰, 正苏苏, 未不当也, 三远于出, 出之所以经发我者, 苏苏而不切已, 三当自以正行, 物应远于未有, 而换其恐惧修审之功, 则无审也, 九四, 正遂逆, 相曰, 正遂逆, 未光也, 九四亿正主也, 以阳居阴, 复现四阴之间, 随似见智, 随师其威而入泥, 其能如细细雅雅之有光哉, 六五, 正往来历, 亦无丧有事, 相曰, 正往来历, 为行也, 其事在中, 大无丧也, 正六二者为出九, 顾但云来历, 正六五者, 则出九与九四也, 出正寄往, 四正复来, 五的借此以自替力, 令所行日静于高明, 顾曰为行, 有所云邦有道为言为行也, 以六居五, 不过于柔, 又得中道, 顾其得甚多, 而毫无所丧, 但有恐惧修修审之事而, 上六, 正所所, 是绝绝, 真凶, 正不于其功, 于其灵, 无酒, 昏够有言, 项曰, 正所所, 中未得也, 虽凶无酒, 未灵戒也, 出酒之纲, 故不足以己我, 九四正义碎逆, 身以所所无于微矣, 而阴柔若即, 方且是绝绝而黄或无措, 以此争妄, 则忠心无主, 神以先乱, 胸可知也, 然正既不及其身, 至及其灵, 即因正灵而恐惧修审, 亦可无酒, 但或未至而先防, 乃明者保身之道, 躺欲昏够伤之, 必反以为欲而有言以, 君子可服自免忽, 更下更上, 更其悲, 不惑其身, 行其停, 不见其人, 无酒, 浮动与止, 虽是相对待法, 亦是相连属法, 又是无实性法, 究竟是无二体法也, 不动约止, 不止约动, 此约相对待言也, 因动有止, 因止有动, 此约相连属言也, 止其动则未进, 止其静则未动, 动其止则未动, 动其动则未止, 此约无实性言也, 止即是动, 顾及记横感, 动即是止, 顾及感痕迹, 此约无二体言也, 知动只无二体者, 时刻语言之意, 夫人之一身, 五官备于面, 而五藏司之, 五藏居于腹, 而一备戏之, 然玄黄诸子沉于前, 则芬然请起, 若沉于备, 则浑然枉之, 故事人皆以备为止也, 然备之止也, 纵令五官净物于情欲, 而人自济然, 歹情之动也, 纵负一备原谋所分别, 而必尽随网, 故以面从背, 则背指而面亦随指, 以背从面, 则面行而背亦随行, 就近面之与背, 原非二体, 不可两判, 经此挂上下皆更, 指而又指, 是更其背者也, 更背何以能无救灾, 是必不惑其身, 行其亭不见其人, 思无就耳, 身本非时, 特意情欲固知, 望见有身, 经向近时观察, 其中间者属地, 润者属睡, 宣者属火, 动者属风, 眼耳逼舌亦齐用, 四只投足亦齐名, 三百六十古节, 八万四千豪巧, 毕竟已何谓生, 生计了不可得, 即使力设万变, 又岂有人相可得哉, 故行其亭而亦不见其人, 四则止不爱行, 即行恒止, 故无就也, 断曰 更 至也 失止则止, 失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 更其止, 至其所也, 上下敌应, 不相语也, 事已不获其身, 行其亭不见其人, 无就也, 至其行而未尽, 至其止而未动, 动静以时, 无非妙止, 故其道光明也, 至非面强之止, 所非处所知所, 特异法法本不相知, 法法本不相道, 由此挂之上下敌应而不相语, 事已密身了不可得, 虽行其亭, 而亦了无人相可见, 何于光明之道而无过也, 相曰, 奸山更, 君子已私不出其位, 两山并至, 各安其位者也, 事故草木深之, 禽寿居之, 宝藏心焉, 畏畏无非法借故也, 君子于此非不思也, 知离此现前之位, 别无一法可得, 故思不出其位, 不出位而恒思, 则非苦搞寂灭, 思而不出其位, 则非持逐纷云, 恒思则能尽其位之用, 故一切悬甘转坤事也, 无不从此法界流, 不出则能称其位之量, 故一切为天欲物功能, 无不还归此法界, 初六, 更其指, 无就, 立永真, 相曰, 更其指, 未施正也, 居更之下, 其位未止, 止之于初, 不另觅于所欲网, 思故未施正而无就已, 然必立于永真, 施指则止, 实行则行, 乃或敦更知己而, 六二, 更其肥, 不正其随, 其心不快, 相曰, 不正其随, 未退听也, 止也, 肥也, 故也, 皆随心而未行止者也, 然止无力, 不能自专, 又正行时止源自止, 经六二其位未肥, 而以应居应, 当更之时, 立能专止而不随心动, 故曰不整其随, 此非动静不失其时之道, 盖由未肯迁退, 而听命于天君, 顾令其心不快, 九三, 更其限, 列其盈, 立熏心, 相曰, 更其限, 为熏心也, 三位再现, 而以刚居刚, 为更知主, 择腰坤硬直, 不可屈身者也, 夫上下本自相连, 犹如迎然, 经分裂而不相细数, 其为力不易熏心以乎, 六四, 更其身, 五九, 相曰, 更其身, 止诸功也, 四位再于胸腹, 拽云更其背, 而此之云更其身, 身指责背不带言矣, 夫千千万谋皆由身起, 精英柔的震, 能止诸功, 何就之有, 阳归山曰, 谣言身向言功者, 身为身, 屈为功, 屈身在我不在乌, 兼咬语相, 是屈身兼用矣, 六五, 更其福, 言有序, 毁王, 相曰, 更其福, 以终正也, 无畏在心, 心之身有辅以轩, 而以应居扬, 又复得忠, 能于言未出口前预定其衡, 故言无妄发, 发必有序, 而口过忠可免以, 上九, 敦更, 即, 相曰, 敦更之即, 以后终也, 为更之主, 居挂之中, 可谓止于至善, 摩索不用其极者以, 性得本厚, 而修得能称性负之, 故曰以后终也, 正为长男, 故举甘之全体代用而细于其出, 更为少男, 故举甘之全体代用而敦于其上, 亦时亦中, 知己仁守之功倍, 非动非净之体负乙, 更下训上, 见, 女归及, 立真, 夫敦更既非面强, 则指而不失其行之时以, 行之以训, 顾明曰剑, 君子将至身已有位, 必如女之归夫, 始终以礼而非苟合, 乃得吉儿, 苟不力真, 则造尽故族取辱, 虽见尽一起能证人哉, 佛法侍者, 礼则顿悟, 成悟并消, 如正系而更敦, 是非顿除, 因赐地静, 如女归而见静, 又赐地禅门明之为女, 即是禅而达实相明之为归, 以缘解辩修是禅明之为真, 断曰, 见之静也, 女归及也, 静得位, 往右攻也, 静以正, 何以正邦也, 其位, 刚得中也, 指而逊, 动不穷也, 静有顿见, 精明以见而静, 故如女归则即也, 得位则往有攻, 躺静不得位, 则不可往明以, 以正则可正邦, 躺静不以正, 则不能正邦明以, 然此挂何以为静的位, 则有九五纲的中而, 何以为往有攻, 则有指而逊故动不穷而, 指这动之缘, 舍无止体, 则移动即穷, 如勾快音与赞音, 可力呆其何也, 相曰, 山上有墓, 见, 君子以居贤得善俗, 墓在山上, 以剑而长, 观者不觉, 君子居得亦富如是, 山有桥墓, 则山亦高, 俗有居贤得知君子, 则俗亦善, 初六, 红剑鱼鱼, 小子力, 有言, 无就, 相曰, 小子之力, 亦无就也, 红绝山曰, 剑何以向红也, 红, 水鸟, 目落南降, 兵叛北卒, 出则有识, 居则有序, 苏眉山曰, 红, 杨鸟儿水居, 在水则已得路未安, 在路则已得水未乐者也, 出六阴遥, 如红在水, 尚无应语, 故未见于水牙, 于人则未小子, 正宜干干涕力, 且宜有言以求人之切搓琢磨, 如红在干, 而哀明密办, 乃无就也, 无应本已有救, 以当见出, 而能自立, 则其亦可无就矣, 六二, 红见于盘, 饮食看看, 即, 项曰, 饮食看看, 不肃宝也, 二亦在水, 而应九五, 则如箭于磐石, 饮浊皆和乐矣, 养道已呆时, 岂无事而食灾, 九三, 红见于路, 夫针不负, 夫针不愈, 凶, 利欲寇, 项曰, 夫针不负, 离群丑也, 夫针不愈, 施其道也, 利用欲寇, 顺香宝也, 九三扬瑶, 如红在路, 尚无应语, 则无水矣, 红不乱配, 而六四亦无应语, 与三相邻, 设三针而从四, 则为离红群而可仇, 设四辅而救三, 则为施其道而虽运亦不敢欲, 凶可知矣, 夫妃配而思相未配, 以礼言之则寇也, 三若守正而欲之, 则在我既无离群之仇, 再四亦无师道之凶, 乃可顺香宝而, 六四, 红见于目, 获得其绝, 五九, 项曰, 获得其绝, 顺以训也, 四亦再睡, 而成九三之纲, 不足安身, 如见于目, 非红之所能欺, 以红之指连, 不能握目顾也, 获得其恒而且大有如绝者, 树姬可以无救, 一指上负九五言之, 盖以应居应则顺, 未训之主则训, 顾可计其无救而, 九五, 红见于灵, 负三岁不孕, 终末之圣, 即, 项曰, 终末之圣即, 的所愿也, 五本在路, 而居尊位, 则如高灵以, 下应六二之父, 方引师看看以字样, 非九三之所能污, 故三岁不孕中莫之圣而即也, 圣王得名是之臣, 满其梦补求贤本愿, 不亦快呼, 上九, 红见于路, 其语可用未移, 即, 项曰, 其语可用未移即, 不可乱也, 上亿在路者也, 但九三位目落南祥之路, 入于仁中, 顾凶, 上九位兵叛北归之路, 超于天外, 顾及, 所谓红飞明明, 义者和睦, 但可远望其语, 用未高人达士之以则尔, 又凡红飞之时, 成佩者以赐在后, 孤儿无履者独在于前, 经上九超然物外, 下无应语, 如世间亦夫, 智不可乱, 顾及也, 以语未宜, 则其为用也大矣, 顾约圣人百事之师, 对下阵上, 归媚, 真凶, 无忧力, 夫鉴而尽者, 未有不归其所者也, 以少女而归长男, 过已相遇, 亦记得其所归, 然亦归则当终身守之, 若更他网则凶, 又设以少女用事善权, 则磨所力, 佛法侍者, 修赐地禅, 盖设世间是定而归佛法正会者也, 躺之用此是定而设化仪, 则必堕于爱见之网而凶, 若担者此定, 则于偏全取境而磨所力也, 断约, 归媚, 天地之大义也, 天地不交, 而万物不新, 归媚, 人之忠实也, 说已动, 所归媚也, 真凶, 未不当也, 无忧力, 柔成刚也, 如人有正配而不欲, 则必娶少女以欲子, 此意天地之大义, 以利国君用名士为宰府, 不妨用小财小得为百官, 关心用妙定和妙会, 不妨用次地诸禅住神通, 设使天地不交, 则万物不新, 故归媚者, 乃人道之以忠而成使者也, 夫如是, 则归媚何过, 独恨其以说而动, 则名为祭祀, 实在情欲, 如国君名为群僚, 实在便必, 关心名为助道, 实在未禅, 故所归者名为媚也, 女舍夫而她是, 成舍君而她枉, 定舍会而独行, 则必得凶, 以挂中阴瑶之位皆不当故, 女是爱而私辰, 成是宠而窃柄, 定酒席而丹者, 则无忧力, 以挂中六三之柔, 成九二出九之刚, 六五上六之柔, 成九四之刚故, 相曰, 则上有雷, 归媚, 君子以永中之弊, 方雷之动, 必敢于则, 而雷则一席, 则恒如故, 此其可谓夫妇恒久之道, 一起君臣相遇之道, 一起定会君平之道乎, 君子之于事也, 为侠问其所事, 先律永其所终, 苟亦永中未律, 则之归媚之必以, 习有贤达, 年高无子, 事不取切, 其妻已为妨己之度也, 完转劝曰, 君物济我, 以至无后, 贤达曰, 无其不知青有贤得哉无年老矣, 社取又切, 未必得子, 无眉之后, 彼当如何, 事已是福为耳, 其妻有未深信, 乃密房亦少爱, 后嫁买之, 至酒余房, 又其夫与之同影, 抽身出房, 反锁其门, 贤达亦然从窗月初, 欲其其曰, 无其已衰退之身无比童女, 令彼后办事进退失措也, 信素还比父母, 勿追其架, 于是七级轻有无不探浮, 为己, 其乎受胎, 连玉三子, 后皆显达, 一, 此所谓永中之弊, 以得动天折乎, 圣人于断传中, 随顺恒情, 则以天地大义许之, 于大象中, 劝修应得, 则以永中之必行之, 知此义者, 亦可治国, 亦可观心乙, 出咎, 归魅以帝, 伯能吕, 真集, 相约, 归魅以帝, 以恒也, 伯能吕即, 相辰也, 此挂以下对魏魅, 以正魏所归者也, 对三瑶中, 六三魏魅, 而出九九二从驾者魏帝, 正三瑶中, 九四魏所归主, 而六五如帝以之主婚, 上六如宗庙之寿记, 经出九以刚正之德, 上从六三之魅, 归于九四, 而魏其帝, 六三如伯, 呆出能吕, 故得真集, 帝之魏德, 贵在能恒, 相辰于三, 则三集而出一集以, 九二, 妙能是, 利幽人之真, 相约, 利幽人之真, 魏辩长也, 以刚中之德, 亦从六三而魏帝, 六三如秒, 呆二能是, 夫不自有其名, 而使人或其事, 非幽人之真其俗能之, 然亦指示地德之常耳, 六三, 归魅以须, 反归以帝, 相约, 归魅以须, 为当也, 为对之主, 恐其说之意动也, 故戒之曰, 须呆六五之命, 物令人轻我, 而反重我之地已归也, 由魏未当, 故戒之, 九四, 归魅千其, 持归有时, 相约, 千其之志, 有待而行也, 三计须五命而后归我, 则我之归魅不迁其乎, 然虽持归, 会须有时, 如大顺不得复命, 则呆地遥之命而行也, 六五, 帝已归魅, 其君之魅, 不如其帝之魅梁, 岳己望, 即, 相约, 帝已归魅, 不如其帝之魅梁也, 其魅在中, 以贵行也, 五魅帝已, 六三魅魅, 以称女君, 出九九二魅帝, 以魅而论, 则三不如出之羽而, 以女而论, 则如月己望而圆满矣, 夫以帝女之贵, 而能行驾于下, 不骄不抗, 岂非吉之道乎, 上六, 女臣匡无时, 事窥阳无血, 无忧力, 相约, 上六无时, 臣虚匡也, 正位对所臣之匡, 对位正所窥之阳, 三臣于六, 匡则无时, 六窥于三, 阳则无血, 故无忧力, 盖身不积德, 死后无灵, 不能使子孙繁衍, 至于不或以而归昧, 此非女士之过, 皆上六无时之过也, 君子永中之必, 早见及于此矣, 周一禅解卷第六, 周一禅解卷第七, 北天目道仁偶异秩序者, 下经之三, 离下镇上, 风, 亨, 王甲之, 悟忧, 一日中, 家有妻妾则风, 国有多土则风, 关心有事缠住道则风, 风则必亨, 然非王不足以至风, 风则可忧, 而物图忧, 但宜如日之明照万会可也, 断曰, 风, 大也, 明已动, 顾风, 王甲之, 上大也, 悟忧一日中, 一照天下也, 日中则则, 月盈则时, 天地盈虚, 与时消息, 而旷于人乎, 旷于鬼神乎, 明而不动, 动不以明, 皆非王者之道, 皆不可以至风, 故为妄乃能上大耳, 所谓物忧一日中者, 亦非旨之令其不则, 正宜用其名以照天下, 则不为封锁必也, 至于则时盈虚, 虽天地不能为时, 徒忧何意, 项曰, 雷电皆至, 风, 君子以择欲至行, 择欲如电之照, 至行如雷之威, 天之雷电, 偶宜至焉, 常智则物必坏, 君子之用行欲, 不得已而, 轻用则名必伤, 天之雷电必在盛下, 君子之用行欲, 必于封乐康复之时, 出旧, 欲其配主, 虽寻无久, 网友上, 项曰, 虽寻无久, 过寻灾业, 他挂六摇, 每亿阴阳相应未得, 所谓省前刚克高明柔克也, 为理六摇, 则阳与阳相得, 阴与阴相得, 所谓强服有刚克蟹有柔克也, 出九刚阵, 欲九四为其配主, 互相砥礼, 顾虽寻无久, 而网友上, 若不肃网, 至于过寻, 不免日中则则而有灾矣, 六耳, 风其部, 日中见斗, 网的遗疾, 有福发若, 即, 项曰, 有福发若, 信义发至也, 六二为离之主, 致名者也, 上与六五柔中和德, 可以互相滋意, 而六五为九四所格, 如礼其部而日中见斗者焉, 夫六五谢有, 可以嗔感, 而不可以吉应, 顾网则反的遗疾, 唯有福发若则疾, 盖信以除疑, 发以彻不也, 不本无时, 应以故有, 至发则遗除, 遗除, 则不彻而见九二之日以, 五本贤君, 顾其至可发, 九三, 封其佩, 日中见末, 折其右宫, 五九, 项曰, 封其佩, 不可大事也, 折其右宫, 中不可用也, 以刚正而居离体, 可以照天下者也, 应于上六, 阴阳交而佩然大禹, 顾于日中淡见水莫纷飞, 师王甲上大之事, 中不可以有位矣, 明莫若左, 动莫若右, 上六居正之极, 妄动自商, 顾在九三如折幼宫, 四上之九, 非三就也, 九四, 封其佩, 日中见斗, 欲其遗嘱, 即, 项曰, 封其部, 未不当也, 日中见斗, 幽不明也, 欲其遗嘱, 即行也, 以阳刚为阵之主, 星云必曰, 故为封部见斗, 信欲出九刚阵, 如日方身而往友上, 利能等我而为遗嘱, 相遇催散阴霾, 行照天下, 不失封亨之意, 故己也, 六二之封部见斗, 乃至六五被九四所毕, 经九四则自封其部, 至始日中见斗, 故以为不当幽不明则之, 六五来章, 有庆遇, 即, 项曰, 六五之即, 有庆也, 柔中居尊, 而六二以信发之, 虽全赖彼黎明之德, 一时有我能来之也, 君臣何德, 天下须蒙其庆以, 上六, 封其屋, 不其家, 窥其户, 门儿被其无人, 三岁不敌, 凶, 相曰, 封其屋, 天际祥也, 窥其户, 门儿被其无人, 自藏也, 以阴居阴, 处阵之极, 礼之上, 拒绝黎明, 唯恐荣光之祸召集我也, 顾封其屋, 则唐高树任, 非言邪诀, 若欲详于天际者, 不其家, 则多赦复辟辟, 身自藏隐, 纵窥护儿, 门儿被, 若无人者, 此乃从暗至暗, 虽至三岁有不相敌, 凶河如灾, 三岁延其神九, 亦以格于九三, 共三遥故, 更下离上, 绿, 小亨, 绿真集, 日中则则, 月银则石, 故刺风之后明绿也, 风已上大, 绿亦小亨, 真其有大小灾, 再大则大, 再小则小, 耍不诗其真而已, 不诗其真, 则无枉而不及以, 断曰, 绿, 小亨, 柔德中呼外而顺呼刚, 指而立呼名, 是以小亨律真集也, 律之时亦大已哉, 在外顾名为律, 处律莫尚于柔, 用柔莫贵于德中, 德中则能顺刚, 而天下无难处之境以, 只顾能随遇而安, 立明顾能见机而坐, 此吕之真, 即甘之真, 即坤之真, 即大义之真也, 从来大胜大贤, 自天子至于庶人, 无不权以乾坤大义之真而处吕, 无不及于吕时而聚见乾坤大义之真者, 据可以造次而呼其时亦之大灾, 佛法侍者, 下三土无非吕伯迁三土中作大佛侍, 故时亦大, 若以济光法身世之, 人名小亨, 项曰, 山上有火, 律, 君子以名圣用行而不流欲, 山如亭舍, 火如过客, 君子之审方寻寿也, 法离之明, 法庚之甚, 故行可用而欲不可留, 盖舍使流欲不绝, 则不为施离之明, 亦且施更之甚矣, 观心侍者, 念起即绝, 绝即推破, 不堕调毁也, 初六, 律所所, 私其所取栽, 项曰, 律所所, 至穷栽也, 阴柔在下, 不忠不振, 律而所所者也, 所所由云谢谢, 由吴高明远大之志, 所以自取其哉, 六二, 律即赐, 怀其资, 的同仆真, 项曰, 的同仆真, 终无有也, 当律之时, 各已在上相近之遥位赐位处位朝, 而阴宜一阳, 阳一复阴, 经六二阴柔中正, 顺乎九三之纲, 故为疾次, 以阴居阴, 而在更体, 为怀其资, 下有所所之出六, 而无二心于我, 为得同仆真, 夫及赐怀自有属外缘, 得同仆真则有内德, 有德如是, 可谓履真即以, 终无有, 九三, 履焚其赐, 丧其同仆, 真利, 项曰, 履焚其赐, 亦以商矣, 亦律与下, 其亦丧也, 三以四位其赐, 而以阳玉阳, 又属离体, 故焚其赐而亦可商矣, 又富过刚不忠, 处此履时, 由不知所以善与其下, 致使同仆离心远去, 死其人之罪也灾, 九四, 履于处, 得其资福, 我心不快, 项曰, 履于处, 卫得卫也, 得其资福, 心卫快也, 君子行义, 至缘不在资福, 九四禁负六五, 辽可处以, 以阳居因, 因卫资福, 由云资粮, 可以致用, 顾名资福, 然五方在旅, 不能及待用我以行其赐, 顾虽获于处, 而由未得未也, 即未得未, 顾虽得其资福, 而于行道之心人未快也, 六五, 设至义始亡, 终以御命, 项曰, 终以御命, 上歹也, 此阵所谓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者也, 虚心以昭天下之嫌以济无虑, 如设至者, 虽获王其衣食, 终必得至, 故人欲知, 天命之矣, 盖以仁和天, 天必幼之, 名为尚歹, 尚酒, 鸟焚其朝, 旅人先笑后浩跳, 丧牛于义, 凶, 相曰, 义吕在上, 其义焚也, 丧牛于义, 终莫之闻也, 处屡莫上于柔, 经义刚不中正, 而在离籍, 更无父护之者, 如鸟焚其朝义, 先则以处高位乐顾笑, 后则以焚潮无归顾浩跳, 离本有聘牛之德, 乃义人刚傲慢, 不绝丧之, 凶河如灾, 燃潮之坟, 由其已屡在上, 乃是高亢家人, 故意能招之, 其可归咎于命述, 牛之丧, 由其不知内审, 交经自逝, 故或身于所乎, 而终莫之闻, 其可愿由于他人, 训下训上, 训, 小亨, 利有幽望, 利见大人, 善处履者, 无辱而不自得, 不训则无以自容以, 训以亦应入于二阳之下, 应有能而顺乎阳以致用, 故小亨而利有幽望利见大人也, 观心侍者, 增上定学, 以顺于时会以见理, 团约, 重训以生命, 刚训呼中正而致行, 柔皆顺呼刚, 事以小亨, 利有幽望, 利见大人, 君子之在屡也, 得呼秋名而为天子, 明有能而顺呼君, 君则殷勤正重, 身无命以辅随之, 盖由刚训呼中正之德, 故其至的行, 故柔皆顺之也, 刚不中正, 则不足以辅柔, 柔不顺刚, 则亦不得小亨以, 利有幽望, 利见大人, 正所以臣其小亨, 不枉不见, 何以得亨也哉, 项曰, 随风训, 君子以生命行事, 风必相随即至, 乃可以故万物, 君子必生命其命, 笃行其事, 乃可以敢万名, 故曰君子之德风, 初六, 进退, 利五人之真, 项曰, 进退, 至宜也, 利五人之真, 至至也, 初六, 训之主也, 训主于辱, 而阴柔美幻多疑, 故或进而且退, 夫天下事本无可疑, 特其至至宜而, 觉知以五人之真, 则智智而天下事不难置疑, 此所云五人之真, 集团所云有忧往而见大人者也, 九二, 训在床下, 用始乌分弱, 即, 乌久, 项曰, 分弱之极, 得中也, 九五阳刚中正, 未训之主, 如坐床上, 则九二训得之臣, 故一在床下矣, 然以刚中得出六之顺, 未免有见妾之嫌, 故必用始乌既无所行, 用污以达无成捆, 分弱不敢烧书, 乃得中而即无就也, 九三, 平训, 令, 项曰, 平训之令, 至穷也, 以刚居刚, 非能训者, 勉强学训, 识或识之, 盖至穷则不止于质疑, 以可至而穷则另矣, 六四, 毁亡, 田或三品, 项曰, 田或三品, 有功也, 阴柔的阵, 未训之主, 圣乎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死修修有荣之大臣, 天下贤才皆乐为用者也, 故如田或三品而有功, 三品者, 出九五军位, 于三阳皆受其罗网义, 九五, 真吉毁亡, 无不利, 无出有终, 先跟三日, 后跟三日, 即, 项曰, 九五之吉, 为正中也, 虽有其德, 虽有其德, 苟无其味, 则不敢变更, 虽有其味, 苟无其德, 则不能变更, 九五盖得位相称者也, 顾得其训之真, 而一吉, 亦毁亡, 亦无不利, 然是既变更, 则是无出, 变更的正, 所以有终, 又必叮宁于未更三日之先, 且欲奎度于既更三日之后, 则即也, 盘根已知, 上九, 训在床下, 丧其资福, 真凶, 项曰, 训在床下, 上穷也, 丧其资福, 正乎凶也, 以阳刚居挂上, 举凡九五九二之能训者, 皆在我床下矣, 而我方上穷而不知, 雇出六六四之资福, 皆为二五所用, 而不为我用, 其胸也, 是其正也, 何所逃乎, 佛法是六摇者, 出世世间是禅, 有进有退, 二是空会, 以史乌以通识相, 三是前会, 不能固守, 四是出世间禅, 多诸功德, 五是中道正会, 皆别入园, 顾无出有忠, 上世协会, 灭绝功德, 对下对上, 对, 亨, 立真, 入则自得, 自得则说, 自得则仁义得之, 仁得之则仁义说之以, 说安得不亨哉, 然说之不以正, 君子不说, 顾立真焉, 书云, 无辅明以从己之欲, 往为道以千百姓之欲, 断约, 对, 说也, 刚中而柔外, 说以立真, 是以顺呼天而应呼人, 说以先明, 明望其劳, 说以犯难, 明望其死, 说之大, 明劝以灾, 刚中则无情欲偏移之思, 柔外则无暴力粗浮之气, 此说之至正, 天地同此一得者也, 以此得而先明, 明自忘劳, 以此得而犯难, 明自忘死, 即此事说之大, 明自劝而虚化于善, 非以我劝明也, 项曰, 利则对, 君子以朋友讲习, 则相利则不枯竭, 学友彭则不孤陋, 以文会有, 讲也, 以有夫人, 习也, 讲而不习则往, 习而不讲则待, 讲则有言不悖于无言, 习则无言正气于有言, 又讲则即无言未有言, 习则即有言成无言义, 出旧, 何对, 即, 相曰, 何对之即, 行为一也, 刚正无印, 何而不同, 得对之真者也, 无私故未有疑, 久而, 伏对, 即, 毁王, 相曰, 伏对之即, 性至也, 刚中则成内行外, 自性其至, 义足以取性于天下义, 六三, 来对, 凶, 相曰, 来对之凶, 为不当也, 六三为对之主, 何以凶哉, 甘得鲲之上摇而未对, 以阳未体, 以阴未用者也, 若内无其体, 途欲外习其用以来取悦于人, 则乱亦必以, 君子所以恶夫安者, 九四, 伤对为您, 借及有喜, 相曰, 九四之喜, 有庆也, 对不可以不利真也, 三支来对, 何足练习, 乃不忍绝而伤之, 心必为您, 为戒然自断, 宿及物持, 则有喜以, 大臣不为谄媚所获, 天下且受其庆, 不止一身有喜而已, 九五, 浮于包, 有力, 相曰, 浮于包, 为正荡也, 阳刚中正, 臣内行外之智者也, 故不为可浮于君子, 亦可浮于包正之小人, 势必改恶从善, 反邪归正, 而又利焉, 盖既有其德, 又有其味, 故化道如此之甚而, 上六, 应对, 相曰, 上六应对, 为光也, 上六意味对主, 然既无其体, 为思以悦引人, 则心事亦暧昧矣, 三欲来似, 上欲引武, 其情太同, 而三不当为故凶, 上游的正故不言凶, 砍下殉上, 缓, 哼, 王甲有妙, 力设大川, 力争, 悦而后散之, 为公其悦于天下, 而不独乐其乐, 故亨也, 既能与名同乐, 则尚可以越祖考, 故王甲有妙, 远可以越四宜, 故力设大川, 而越不可以不振也, 故戒之以力争, 断约, 缓, 哼, 刚来而不穷, 柔的为呼外而上童, 王甲有妙, 王乃在中也, 力设大川, 沉暮有公也, 九二刚来而不穷, 六四柔的为呼外而上顺于九五, 此能扩充对挂刚中柔外之德, 而换其悦于天下者也, 安得不亨, 又九五居上挂之中, 此王甲有妙以悦祖考之相, 陈迅墓而设砍睡, 此远悦四宜决定有公之相, 而真在其中以, 相曰, 风行水上, 换, 先妄以享于地利庙, 风行水上, 不劳力而波涛普遍, 先妄想地已是天, 利庙已是仙, 尽其依念成效, 集足已感通天下, 恩波亦无不便已, 故曰明乎交涉之礼, 帝常之义, 治国其如是诸掌乎, 初六, 用证, 马撞吉, 相曰, 出六之吉, 顺也, 出居砍下, 受四之风而用枕, 枕则出水而登陆以, 砍于马为美极, 经出六顺于九二, 故为马撞而吉, 九二, 幻奔其物, 毁王, 相曰, 幻奔其物, 得愿也, 此阵断传所谓刚来而不穷者也, 当患时而来奔据于物, 浊然安处中留, 得其自悦悦他之愿, 故悔王, 六三, 幻奔其功, 无悔, 相曰, 幻奔其功, 至在外也, 应居坎体之上, 六四上同上九之风而幻之, 举体散作波涛一润余物, 至在外而不在功, 故无悔也, 六四, 幻奔其群, 缘吉, 幻有秋, 匪夷所思, 相曰, 幻奔其群无吉, 光大也, 此震团所谓柔的位乎外而上同者也, 阴柔的震, 未训之主, 上同九五, 下无应语, 净幻齐群以和于大功, 此则天下一家, 万物一体, 名虽未患, 而时乃有秋矣, 圣人无吉, 魔所不及, 光明正大之道, 其平常思律所能及栽, 九五, 幻汉齐大号, 幻王居, 五九, 相曰, 王居五九, 正位也, 发大号以与明同月, 如汉之发于中而加于四体, 盖四之幻群, 由五位王而居于正位, 四乃得上痛之, 是故大号如汉换于外, 王居正位常在中, 故无旧也, 上九, 换其血去剃出, 无旧, 相曰, 换其血, 愿害也, 写者, 砍之相, 剃者, 愿也, 人又大患, 为其有身, 长情之之, 宝卫己公, 正立官之, 乃浓血剧, 毒害本儿, 上九用六四之风, 以患六三之功, 六三可谓忘身为国, 故智在外而无悔, 然非上九为其远害, 则六三何能心利乎, 何六谣言之, 九二如贤良明目, 陈流宣化, 六四如明是大臣, 至公无私, 九五如至世圣王, 与明同乐, 上九如宝父司徒, 教明出害, 出因此而出险, 既把苦必得乐, 故疾, 三因此而忘我, 既远害必心利, 故无悔也, 对下砍上, 结, 哼, 苦结不可真, 水以风而患, 以则而结, 结则不愧不和, 而可以长润, 故哼, 孵过于患必结, 故受之以结, 然过于结则苦, 又其可长守乎, 担曰, 结, 亨, 刚柔分而刚得终, 苦结不可真, 其道穷也, 说以形险, 当位以结, 中正以通, 天地结而四十成, 结以制度, 不伤财, 不害民, 得中则不苦, 苦则穷, 穷则不可以储藏, 不苦则说, 说则并可以行险, 为结而当位, 思为中正, 为中正故通而不穷, 天有四十, 亡有制度, 皆所谓中正以通者也, 相曰, 则上有睡, 结, 君子以制数度亦得行, 若免留, 若宗庙, 若悦无, 若皆必, 若诗归, 若绝路等, 皆有其数以为度, 至使各得其结, 则无过予不及, 而不奢不减, 若见君, 若世青, 若皆兵, 若居桑等, 皆根乎得以成形, 亦使各当其结, 则无过予不及, 而可继可传, 如则结水, 称其大小浅身, 要使不愧不合而已, 出旧, 不出互亭, 无旧, 向曰, 不出互亭, 知通赛也, 结之意义多矣, 或时节, 或财节, 或品节, 或明节, 或俊节, 或福节, 或节制, 或节纹, 或节线, 或节操, 经且以时节言之, 刚正而居下位, 九二塞于其前, 故顺时而止, 不出互亭, 既之才节, 则品节明节皆善以, 父乙节至言之, 上映六四, 水击尚浅, 故一塞使不留也, 九二, 不出互亭, 不出互亭, 凶, 相曰, 不出互亭凶, 诗时即也, 若以时节言之, 既在可谓之位, 又有刚中之德, 六三以辟其门, 而乃乃上无应语, 故首小节, 岂非大师, 父乙节至言之, 上对九五, 水击渐深, 便宜通之始流, 胡须阻塞以至红犯, 岂非失时之即, 六三, 不节弱, 则节弱, 无就, 相曰, 不节之节, 又谁就也, 若以时节言之, 应不中正, 居下之上, 又未月主, 故使则自情示意而不知节弱, 后则忧幻见智而徒有节弱, 自取其就, 无可以就谁也, 父乙节至言之, 上对上流, 水乙泛滥, 而则口不能节之, 徒有皆若而以, 将谁就乎, 六四, 安节, 亨, 项曰, 安节之亨, 臣上道也, 若以时节言之, 柔而得正, 居大臣位以臣圣君, 顾为安节, 所谓太平宰相也, 父乙节至言之, 下应出酒, 赛而不留, 任九五上六之波及余物, 而我独享其安, 顾亨, 九五, 干节即, 网友上, 项曰, 干节之即, 居为中也, 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所谓当位以节者也, 无过不及, 故干而及, 行之无必, 故网友上, 自居为中, 故非诗时, 即之久二所能阻碍, 上六, 苦劫真凶, 慧王, 项曰, 苦劫真凶, 其道穷也, 若以实劫言之, 纯因而居劫之即, 故守不通, 故其道即穷, 虽正义凶, 彼直位正, 实非正也, 违惠而改之则不穷, 不穷则凶可亡以, 父以节至言之, 水亦留下为其节操, 六三对口上缺, 不能节至, 故上六尽其留下之节而不稍留, 遂至枯节而为苦节, 故曰其道穷也, 对下训上, 中浮, 屯于吉, 立设大川, 立真, 四十有节, 故万物性之, 而各或生成, 数度德行有节, 故天下性之, 而成其感应, 福者, 感应器何之位, 中者, 感应器何之缘也, 由中而感, 故由中而应, 如屯于之败风, 比其有安排不至思义策夺也哉, 中浮而能若屯于败风, 则己已, 然欲至此道, 则立设大川, 而又立真, 盖不设川, 不足以进天下之质变, 不立真, 不足以操天下之质恒, 不设川, 则不能以静恋心而致用, 不立真, 则不能以礼容式而立本也, 断曰, 中浮, 柔在内而刚得中, 说而逊, 福乃化邦也, 屯于吉, 性吉屯于也, 立设大川, 沉默周虚也, 中浮以立真, 乃映乎天也, 何权挂而观之, 二柔在内, 则虚心善顺, 毫无暴力之思, 分上下而观之, 两刚得中, 则笃实真诚, 毫无情欲之杂, 对月则感人以和, 逊顺则入人必洽, 顾帮不齐化而自化也, 性吉屯于, 油盐性若屯于, 盖人心巧智多而机械熟, 施无心之感应, 不吉屯于之败风者多矣, 顾必性若屯于, 而后可称中浮也, 迅未目, 未周, 浮于则上, 内须而目间, 顾能无物不载, 无远不达, 人之柔在内如虚周, 刚得中如肩目, 思可力万变而无败也, 夫中浮及天下之至真, 为力真乃成中浮, 此起勉强造作所成, 乃印乎天然之性德尔, 事关聚风将作, 屯于月波, 鱼和星鱼赶风, 风和星鱼印鱼, 盖其机则至虚, 其理则至时矣, 无人现在一念心性亦附如是,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密之勒不可得, 可谓至虚, 天非此无以为父, 得非此无以为在, 日月非此无以为名, 鬼神非此无以为灵, 万物非此无以身欲, 圣贤非此无以为道, 体悟而不可疑, 可谓至实, 夫十方三世之情止本虚, 而心体真实, 绝不可谓之虚, 天地万物之理体本实, 而相同幻梦, 绝不可谓之实事故柔与刚非二物, 内与中非二处也, 知乎此者, 方可明真, 方可舍穿, 方性即吞于而即矣, 相曰, 则上有风, 中服, 君子以意欲缓死, 则感而风应, 风失而则受, 随感随应, 随师随受, 此中服之至也, 君子之名之为恶也, 盖有出于不得已者焉, 如得其情, 则哀今而勿喜, 故于欲则意之, 公仪为重, 罪仪为轻也, 于死则缓之, 与其杀不孤, 宁师不惊也, 如此, 则杀一人而天下福, 虽死不愿杀者已, 出救, 于疾, 有他不厌, 相曰, 出酒于疾, 智慧遍也, 君子戒圣忽其所不独, 恐惧忽其所不闻, 皆是相一念为身前下手, 即本体即功夫, 即功夫即本体, 故能顿世不见之而不惠, 而天地为焉, 万物欲焉, 所谓黯然而日章者也, 采起一念, 则名为他, 则致辩而不厌以, 小人而无忌惮, 行险教, 行处家性, 皆从此一念够出, 可不愚之愚出也哉, 忠福以天地万物为公, 若专应六四, 便明有他, 久而, 明赫再因, 其子何之, 无又好觉, 无语而迷之, 相曰, 其子何之, 忠心愿也, 刚得忠而居二因之下, 此证黯然日章者也, 赫名子何, 感应并出于天然, 其有安排勉强, 故曰忠心愿也, 自无专止, 但取同得相福之人, 六三, 得迪, 或谷或霸, 或气或歌, 相曰, 或谷或霸, 为不荡也, 若以挂体何观, 则三与四皆所谓柔在内者也, 经以诸遥各论, 则六三应不忠正, 为对之主, 本应上久而比方登天独明, 不来相顾, 静得六四, 敌体同类, 故有诗心其所得, 则或谷, 有诗愿其所应, 则或霸, 有诗摇曳上酒, 则或气, 有诗且于六四, 则或歌, 皆由无德, 不能当谷顾也, 六四, 月积望, 马匹王, 五九, 相曰, 马匹王, 绝类上也, 柔而得正, 应得之圣者也, 故如月积望焉, 六三望欲的我未匹, 我必亡其匹, 绝其类, 乃上何于天地万物为公之中福而无就也, 九五, 有福鸾如, 无就, 相曰, 有福鸾如, 为正荡也, 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得位相称, 天下信之, 鸾如而不可以夺者也, 然亦只尽中福之道而已, 岂有佳哉, 顾诞约五九, 亦由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之之于, 上九, 汉应登于天, 真凶, 相曰, 汉应登于天, 何可长也, 刚不中正, 居训之上, 挂之中, 自信其好名好高情见, 而不知柔内得中之道者也, 如雄鸡舍其聘而登名于乌, 以为不祥, 旷御登天, 天不可登, 人必以为怪而杀之以, 何可长也, 更下阵上, 小过, 哼, 力真, 可小事, 不可大事, 非鸟宜之音, 不宜上一下, 大吉, 君子之志数度亦得行也, 使其皆如天地四时, 则屯于异性之以, 夫其有过也哉, 自其不能应乎天者, 以有他而不厌, 故过或生焉, 然过从求性而生, 过则小矣, 过生, 而圣贤未知补偏就必, 如行过乎功, 丧过乎哀, 用过乎俭之类, 未免交往过阵, 此义所谓小过也, 夫求性而成小过, 其过可改也, 故亨, 交往而为小过, 其过可取也, 故亨, 然必要于的正而已, 争则小过变成无过, 不争则小过将成大过, 事故当小过时, 但可谓小事以其赋予无过之地, 不可更为大事以致酿成不测之鱼, 譬如飞鸟已过, 以我已阴, 不宜上而已下, 上则阴阳而我不得闻, 下则阴阳而我得闻之, 得闻鸟应, 以欲得闻我过而速改焉, 则负予无过之地, 过小, 而己乃大矣, 断曰, 小过, 小者过而亨也, 过以力争, 与实行也, 柔得忠, 事以小事己也, 刚施谓而不忠, 事以不可大事也, 有飞鸟之象焉, 飞鸟宜之鹰, 不宜上已下大吉, 上逆而下顺也, 小者及小事, 小事有过, 故人不失其亨, 设大者过, 则必利有幽往乃亨以, 为宇实行, 故虽过不失其真, 断曰言真, 传特点出实行二字, 正显时当有过, 则过乃所以未真, 躺不予实行, 虽强欲藏身于无过之地, 亦不明为真也, 且人有刚柔而得, 认大事则宜用刚, 处小事则宜用柔, 经此挂柔的其中, 得忠则能与实行, 故小事即, 刚施谓而不忠, 不忠则不能与实行, 故不可以大事, 且挂体中二阳阳如鸟之辈, 外各二阴如书二亿, 有四飞鸟之相, 鸟若上飞, 则逢逆而阴雅, 鸟若下飞, 则逢顺而阴阳也, 浅其心曰, 大过, 大者过也, 曰刚过而终, 小过, 小者过也, 曰柔得终, 其所谓过, 皆有余之谓, 大臣其大, 如独立顿事等事, 小臣其小, 如过功过哀过俭等事, 初不适过刚过柔, 更不适过中, 故大过之后, 受之以坎离之中, 小过之后, 受之以继继位继之中, 君子以天下与世论, 虚是大过, 以家与生论, 虚是小过, 大过以刚大有余味用, 刚中之能适, 小过以柔小有余味用, 柔中之能适, 刚中又训对二柔之用, 柔中又正更二刚之用, 都不是过中之过, 又匪专以坎位刚中, 离位柔中, 故随小大而皆亨, 相曰, 山上有雷, 小过, 君子已行过乎功, 丧过乎哀, 用过乎俭, 无草如曰, 公已就傲, 哀已就义, 俭已就奢, 就其过已补其不足, 去于平而已, 所谓时中也, 相是曰, 约行约丧约用, 皆见于动, 以向正也, 约公约哀约简, 皆当指之节, 以向更也, 初六, 非秒以凶, 相约, 非秒以凶, 不可如何也, 应不中正, 上应九四, 一下而反上者也, 凶觉不可就已, 六二, 过其足, 欲其笔, 不及其君, 欲其臣, 五九, 相约, 不及其君, 臣不可过也, 涉欲上进, 则必过九四之足, 欲六五之笔, 然两应不相应, 而六二因柔中正, 居于子体, 故不复尚及六五之君, 但欲其九四之臣, 以知九四虽臣, 而时有得, 绝不可过过顾也, 二与四同宫而意味, 故有相遇之礼, 太公必咒而遇闻王, 四摇四之, 九三, 伏过房之, 从或枪之, 凶, 相约, 从或枪之, 凶如何也, 重刚不忠, 而应上柳, 如鸟身不能为主, 反随意而高飞, 既符肯过房贤之, 必有从而枪之者已, 其凶何如, 九四, 五九, 伏过欲之, 网历, 必戒勿用, 永真, 相约, 伏过欲之, 未不当也, 网历必戒, 终不可偿也, 九三信其刚正, 自以为无救者也, 乃福房而至枪, 九四居未不当, 自知其有救者也, 乃周公许其无救, 何哉, 盖人为自见有不足处, 方能过于省茶, 遥顺其有并诸, 文王望到未见, 孔子五十学义, 伯欲寡过未能, 皆此一耳, 四语初应, 顾伏过而欲之, 但始初来听命于四, 则四为主而无救, 涉使四王听命于初, 则初反为主, 喜上而不喜下, 初得凶, 而四亿胜利矣, 顾必借而勿用, 须是永守其不一上一下之真, 乃可长也, 六五, 密云不语, 自我稀骄, 公义取笔再穴, 相曰, 密云不语, 以上也, 阴柔不正, 下无应语, 虽为天下共主, 高则不下于名, 如云自息交, 虽密不语折焉, 乃是九四之功, 坐收下为群贤, 如一笔再血而不费力, 盖由六五之以上, 唯于不一上一下之真故也, 此如咒不能用太公反时文王取之, 上六, 浮育过之, 飞鸟离之, 凶, 是未灾神, 相曰, 浮育过之, 四抗也, 下应九三, 而阴居动体挂疾, 方语出六股汗奋飞, 顾浮育九三, 而静过之, 一切飞鸟皆稀离之, 以群独上生死与落而后矣, 其凶也, 盖天及之, 顾约灾神, 其灾也, 十字取之, 顾约以抗, 节昼亡国, 一警师其不一上一下之真所至而已, 岂有他灾, 设肯行过乎功, 丧过乎哀, 用过乎减, 何以致此, 离下砍上, 计计, 亨小, 力真, 出极中乱, 君子之于是也, 公以计傲, 哀以计义, 简以计奢, 凡事事的其中, 则无不计者已, 无不计故亨, 不为再大, 而亦极小, 盖摩所不亨者也, 然安不妄为, 存不妄亡, 智不妄乱, 乃万古之正理, 事关周不负于龙门, 而负于沟渠, 马不绝于阳长, 而绝于平地, 其为沟渠平地反显于龙门阳长灾, 或美生于不测, 换莫甚于无被故也, 顾必力争以持之, 不然, 方其初的忌忌, 皆以为己, 终必以此治乱, 不可就已, 如水的火忌而可饮可用, 燃射不畏之防弦, 则火炎而水枯, 水绝而火灭, 不反至于两伤乎, 断约, 忌忌亨, 小者亨也, 力争, 刚柔震而为当也, 初级, 柔得忠也, 忠止则乱, 祈祷穷也, 小者尚亨, 则大者不带言以, 六十四卦, 为此卦刚柔皆当其位, 顾真, 六二柔的其中, 为离之主, 以此祭水, 水方成用, 顾出吉, 燃射以为祭无不祭, 便可终止, 则必至水绝火灭火炎水枯之乱, 或任其火尽水节, 顾约其道穷也, 项约, 水在火上, 祭祭, 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 方其祭祭, 四位有患, 患必随至, 故君子深思而预防, 集团所谓力争者也, 说统云, 体火上之水以至火而防其矣, 体水下之火以祭水而防其裂, 出旧, 叶其轮, 如其位, 无旧, 项约, 叶其轮, 亦无旧也, 六摇皆私患预防之止也, 既既则出以既以, 轮由夜而若欲行, 伟犹如而若欲度, 无事不忘有事, 防之于出, 则不置于中乱, 故义无久, 六耳, 赴丧其福, 物竹, 七日得, 项约, 七日得, 以中道也, 九五阳刚中正而居君位, 二以阴柔中正应之, 必有小人欲为离间而窃其福者, 二得中道, 故安然不寻逐之, 为物竹乃七日自得, 逐则失中道而福得已, 物竹二字, 即私患预防之妙, 九三, 高宗法鬼方, 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 项约, 三年克之, 备也, 以众刚居明吉, 高宗法鬼方之项也, 然且三年克之, 困备甚矣, 旷刚明未必如高宗者乎, 旷可用小人以穷兵独五央民贼国乎, 奈何不思患而预防之也, 六四, 须又依如, 终日解, 项约, 终日解, 有所依也, 美伯约须, 必须约如, 须必转而未如, 可无介乎, 攀雪松云, 四居三之后, 黎明静而侃月方身时也, 再三已称日则之离, 再四何渴望终日之解, 偶异约, 以即是思幻预防之思, 九五, 东陵杀牛, 不如西陵之月记, 时受祈福, 项约, 东陵杀牛, 不如西陵之时也, 时受祈福, 即大来也, 离东坎西, 下挂境黎明之用以至祭, 犹如杀牛, 九五以坎中刚正之时得而享受之, 曾不费力, 犹如月记, 盖虽有其得, 苟无其时, 不能至此, 虽有其时, 苟无时得, 亦不能至此也, 而思幻预防之指, 则在以尘不以物中见之, 上柳, 如其手, 吏, 项约, 如其手吏, 何可久也, 以阴柔居显之极, 在祭之中, 所谓中止则乱, 不能思幻预防者也, 如肚水而如其手, 不亦为乎, 砍下离上, 为祭, 亨, 小狐气记, 如其为, 无忧力, 既有祭记, 必有慰记, 以物本不可穷尽故也, 既有慰记, 必当记记, 以仙之记记, 缘从慰记而记故也, 是以有亨道焉, 然慰记而欲求记, 虚老臣, 虚决断, 虚首尾一致, 躺如小狐之气记而如其为, 则磨所利矣, 断曰, 为祭亨, 柔得中也, 小狐气记, 未出中也, 如其为无忧力, 不续中也, 虽不荡位, 刚柔应也, 六五之柔得中, 所谓老臣决断, 而能首尾一致者也, 未出中, 言上未出险中, 此时正赖老臣决断之才时, 首尾一致之精神, 而可不续中如小糊糊, 然虽不荡位, 而刚柔相应, 则是未继所可以可亨之由, 项曰, 火在水上, 未继, 君子已胜便物居方, 物之性不可不辨, 方之宜不可不居, 故君子必胜之也, 如火性延上, 水性润下, 此物之不可不辨者也, 延上而又居于上, 不以抗乎, 事宜居下以寄水, 润下而又居于下, 将安抵乎, 事宜居上以寄火, 此方之不可不居者也, 如水能治火, 亦能灭火, 火能寄水, 亦能结水, 又水火皆能养人, 亦皆能杀人, 以利一切诸物无不皆然, 便知可服祥明, 居知可服斟酌耶, 初六, 如其微, 令, 项曰, 如其微, 亦不知己也, 因柔居下, 无济世才, 将终于不济而可修以, 岂知时事已及, 故意为立者哉, 久而, 夜其轮, 珍疾, 项曰, 久而珍疾, 终以行正也, 刚而不过, 依此夜轮而行, 得即时之正道者也, 尤其在中, 故能行正, 可见中与正不适二理, 六三, 为记真凶, 立设大川, 项曰, 为记真凶, 为不当也, 应不中正, 才得剧烈, 故往必得凶, 然时则将出显义, 若能成周已设大川, 不图自视其力, 则显可记也, 九四, 真几毁亡, 正用法鬼方, 三年有赏于大国, 项曰, 真几毁亡, 至行也, 刚而不过, 如日方生, 得即时之德之才之位者也, 故真几而毁亡, 予以正其大名之用, 法必幽暗鬼方, 三年功臣, 必有赏于大国以, 即时本应居所求之志, 经得行之, 六五, 真几无悔, 君子之光, 有福吉, 项曰, 君子之光, 其辉吉也, 柔中离主以居天位, 本得其正, 本无有辉, 此君子之光也, 又须己以福久而, 而其辉交映, 天下养之, 即可之以, 上酒, 有福于饮酒, 无酒, 如其手, 有福失事, 项曰, 饮酒如手, 亦不知节也, 六五之有福吉, 天下以计计以, 顾上酒守其成, 而有福于饮酒, 乃与名同乐, 无酒之道也, 然君子之于天下也, 安不妄为, 存不妄亡, 智不妄乱, 苟一任想太平乐, 而无敬业替力之心, 如饮酒而如其手, 无信其必失今日此乐, 以彼不知节故, 节者, 如天地之四时必不可过, 亦未知及, 出六柔仪太过, 顾云亦不知及, 上酒刚性太过, 顾云亦不知节, 知及知节, 则未记者得记, 以记者可偿宝乙, 周亦产解卷第七, 周亦产解卷第八, 北天目道人偶异秩序者, 细词上传, 福西社六十四卦, 令人观其象而已, 下伤各于卦瑶之下, 细词焉以断吉凶, 如所谓连山归藏者事也, 周之文王, 则细词于美卦之下, 明知约团, 歹呼周公, 赴细词于美卦之下, 明知约向, 孔子继位团传向传以示之, 经幼统论福西所以设卦, 闻周所以细词, 其旨去, 纲令, 体度, 凡力, 撤呼信修之缘, 通呼天人之会, 即乎巨细之事, 惯呼日用之为, 顾名为细词之传, 而自分上下焉,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理, 天地万物所从建立也, 卦遥阴阳之义书, 法天地万物而为之者也, 义之简能之义学, 顽卦遥阴阳而成之者也, 由义理方有天地万物, 此义在下文明之, 经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义书, 由义书而成义学, 由义学而弃义理, 天尊的碑, 乾坤定义, 碑高以成, 贵剑位义, 动静有长, 刚柔断义,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及凶身义,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变化见义, 事故刚柔相模, 八卦相当, 古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 意涵意数, 此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义书也, 一知乾坤, 即向天地, 一知贵贱, 即法高悲, 一知刚柔, 即法动静, 一知吉凶, 即法方物, 一知变化, 即法形象, 事故一知有刚柔相模, 八卦相当, 而变化无穷, 由天地之有雷霆风雨, 日月寒暑, 而万物皆被, 盖无有一文一字是圣人所度赚也, 甘道成男, 坤道成女, 甘之大使, 坤作成物, 浅以一知, 坤以简能, 一则一知, 简则一从, 一知则有亲, 一从则有公, 有亲则可九, 有公则可大, 可九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夜, 一见而天下之礼的矣, 天下之礼得, 而成为乎其中矣, 此名由一书而成一学, 由一学而弃一礼也, 万物虽多, 不外天地, 亦挂虽多, 不出乾坤, 圣人体肝道而为智慧, 智慧如难, 体坤道而为禅定, 禅定如女, 智如今生史条理, 定如欲正中条理, 智则执心正念真如, 故意知而无委屈之相, 定则持心常在意缘, 故简能而无作错知其, 正念真如, 故无无隐忽而而意知, 持心意缘, 故无入不自得而意从, 亦知, 故了知身佛体同而有亲, 亦从, 故觉能愿使药中而有功, 有亲, 不为可大而又可久, 即会之定也, 有功, 不为可久而又可大, 即定之会也, 得业俱备, 以修显性, 故得理而成为以, 义理本在天地之先, 义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 经言天下之理者, 以既一理而有天地, 则此理即浑然在天下也, 义以孔子既是为世间圣人, 故且就六合内言之, 圣人设挂官相, 细词焉而名即凶,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事故即凶者, 失德之相也, 悔令者, 忧愚之相也, 变化者, 进退之相也, 刚柔得, 昼夜之相也, 六摇之动, 三级之道也, 事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义之序也, 所乐而玩者, 遥知此也, 事故君子居则观其相而玩其词, 动则观其变而玩其战, 事以自天佑之, 即无不利, 为其一理全献忽天地之间, 而人莫能知也, 故福西社卦以全显之, 闻周又观其相, 细辞焉而名即凶, 以昭告之, 顺理者即, 逆理者凶也, 夫意理本具刚柔之用, 而刚柔各有善恶之能, 刚能畅使, 而过刚则者, 柔能沉顺, 而过柔则谜, 然刚柔又本户具刚柔之理, 故悟理者能达其相推而生变化, 事故及凶者, 及施理的理之相也, 毁令者, 乃忧于未然律于事先之相也, 知及凶之相, 则必为之进退, 而勿守其穷, 故变化者, 明示人以进退之相也, 知毁令之方, 则必通乎昼夜而善达其用, 故刚柔者明示人以昼夜之相也, 然则六摇之动, 亦为全显三级之道而已, 三级之道, 及先天意理, 非净非退, 而能净能退, 非昼非夜, 而能昼能夜, 天得之以利即于上, 得得之以利即于下, 人得之以利即于中, 故名三级之道, 乃及一而三, 及三而一之即理也, 夫一理即在天而天, 在地而地, 在人而人, 事故随所居处无非一之次序, 知须随位而安, 至赐所安之位, 虽仅六十四卦中之一位, 便是全体三级, 全体一理, 不须更向外求, 而就此一位中, 具足无量无边变化, 统设三百八十四种谣词, 无有不尽, 是可乐而晚也, 平日善能乐玩, 故随动皆与礼合, 纵欲变故, 神恒不乱, 自能救己远凶, 此乃自心合于天理, 故为礼之所有, 起教, 行处家性, 余数数哉, 断者, 言忽向者也, 咬者, 言忽变者也, 吉凶者, 言忽其失的也, 悔令者, 言忽其小私也, 无救者, 善不过也, 事故列贵贱者存忽畏, 其小大者存忽挂, 辩及凶者存忽辞, 忧悔令者存忽戒, 正无救者存忽辉, 事故卦有小大, 此有显义, 此也者, 各指其所知, 承上居则观其象, 而言向者莫若团也, 动则观其辩, 而言辩者莫若谣也, 彼团谣所言及凶者, 乃是人以施德之志, 使人去德而必施也, 所言毁令者, 乃是人以小私, 使物成大师也, 所言无救者, 乃是人以善补其果, 使还归于的也, 事故为以列其贵贱, 使人居上不骄, 为下不备也, 卦以其其小大, 使人善能用因用阳, 不被阴阳所用也, 此以便其吉凶, 使人之吉之可去凶之可避也, 此其辨别之端甚为, 非官向完战者不能忧之, 此其挽回之力虚猛, 非官便完战者不能证之, 事故挂有小大, 此有显意, 盖明明指人以所趋之理义, 所趋之理吉吉道也, 自非全体合理, 绝不能有吉无凶, 亦与天地准, 故能米伦天地之道, 仰义关于天文, 辅义查于地理, 事故知幽明之故, 原始反中, 故知死生之说, 精气未物, 游魂未辨, 事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 故不为, 知周乎万物, 而道寄天下, 故不过, 旁行而不留, 乐天之命故不忧, 安土敦乎人故能爱, 范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驱成万物而不宜,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亦无体, 夫官向完此官便完战者, 正义辞能指示究竟所趋之理故也, 义辞所以能指示己理者, 以圣人作义, 本自与天地准, 故能米合金伦天地之道也, 圣人之作义也, 仰观天文, 辅查地理, 知天文地理之可见者, 皆是行下之气, 其是圣明, 而天文地理所以然之故, 皆不出于自心一念之望动望静, 动静无性, 即是行上之道, 其理甚幽, 此幽名是理, 不二而而, 二而不而, 为生关系查乃之之也, 缘其所自始, 则六十四始于八, 八始于四, 四始于二, 二始于一, 亦何始乎, 一记无始, 则二乃至六十四皆无始也, 无始之始, 假明未生, 反其所以中, 则六十四中指示八, 八中是四, 四中是二, 二中是一, 亦中是无, 无何中乎, 无记无终, 则亦乃至六十四亦无终也, 无终之终, 假明未死, 游弥此终使死生无性之理, 顾望于天地兼懒精气以为物, 由魂灵以轮回六道而未变, 是顾知鬼神之情状也, 圣人既如此仰观俘察, 乃至鬼神之情状皆被知矣, 然后作矣, 所以矣则与天地相似, 顾不违也, 依亦起知, 知乃周乎万物, 而道际天下, 顾不过也依亦起行, 行乃旁行而不留, 乐天之命, 顾不幽业, 知行俱足, 则安吐敦人, 广度寒时, 顾能爱也, 是以恒则犯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屈成万物而不宜, 数则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恒便数穷, 安幼方所, 既无方所, 宁幼体相栽, 神指圣人, 意志理性, 非无体之意理, 不足以发无方之神之, 非无方之神之, 不足以正无体之意理, 旁行者, 普现色身三昧, 现行六道也, 不留者, 不随六道或也所迁也, 乐天者, 横观第一一天也, 知命者, 善达十界缘起也, 安吐者, 三图八难皆常济光也, 敦仁者, 于一切处修大慈大悲三昧也, 咒者涅槃, 夜者生死, 乐知涅槃生死无二至故, 三世一照, 名为通乎咒夜之道而知, 亦阴亦阳之味道, 既知者善也, 臣知者信也, 仁者见之味之人, 知者见之味之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先矣, 显诸人, 藏诸用, 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圣德大业至已哉, 富有之味大业, 日心之味圣德, 深深之味义, 丞相之味前, 效法之味坤, 急述之来之味战, 通辨之味是, 阴阳不测之味神, 富亦虽无体, 磨索不体, 非离阴阳形体而别有道也, 亦阴亦阳, 则便是全体大道义, 然非善称礼以其修者, 不能既阴阳以利己, 而既比成位于忠者, 全是本性功能, 乃是知重力行者, 往往昧其本性, 是人者见之味之人也, 是知重慧解者, 往往不尚修持, 是知者见之味之之也, 百姓又日用而不自知, 故君子全性起修全修显性之道先矣, 然人者虽但见人, 而人何尝不从之以显, 知者虽但见之, 而用何尝不随人以藏, 人体至为而恒显, 知用至漏而恒藏, 此即亦因亦阳之道, 法尔古武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者也, 不与圣人同忧, 且只亦之理体而言, 其实圣人之忧义不在理体外也, 且圣人全体亦理, 则忧义非忧乙, 包含天地万物事理, 故为富有, 变化不可穷尽, 故为日心, 夜夜之中聚盛德, 得德之中聚大业, 故为深深, 凡得夜之成乎法相者皆明为前, 不止六阳仪挂位前, 凡效法而成其得夜者皆明为昆, 不止六阴仪挂位昆, 即阴阳之术, 而之术本无术, 从无术中建立诸术, 便能之来, 即位之战, 非四叠师而后位战, 即之来者, 术必有穷, 穷则必变, 辩则通, 通则久, 即是学义之事, 非四已乱而后置已为而求安之位是, 终日在阴阳术中, 而能制造阴阳, 不被阴阳所测, 故为之神, 自富有智位神无具, 赞义礼之无体, 即数三具, 赞圣神之无方也, 夫义, 广义大义, 以言乎远则不欲, 以言乎耳则静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以, 夫前, 其境也专, 其动也直, 是以大深焉, 夫坤, 其境也稀, 其动也辟, 是以广深焉, 广大配天地, 便通配四十, 阴阳之义配日月, 义简之善配至德, 上云深深之位义, 指本性义礼言也, 依义礼作义书, 故义书则同理性之广大义, 言远不欲, 虽六合之外, 可以义礼而通之也, 耳静而正, 曾不离我现前依念心性也, 天地之间责备, 所谓彻乎远而, 该乎是礼, 统乎凡胜者也, 一书不出乾坤, 乾坤各有动静, 动静无非法界, 故得大声广深而配于天地, 既有动静, 便有便通以配四时, 随其动静, 便为阴阳以配日月, 甘义坤俭以配至德, 是知天人性修静观因果无不具在义书中以, 子曰, 义其至以乎, 夫义, 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知崇礼碑, 崇孝天, 碑法地, 天地设位, 而义行乎其中以, 诚信存存, 道义之门, 圣人有义见天下之责, 而拟诸其形容, 向其勿宜, 是故为之相, 圣人有义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辞言以断其极凶, 是故为之遥, 言天下之质则而不可悟也, 言天下之质动而不可乱也, 你之而厚言, 意之而厚动, 你亦已成其变化, 夫圣人依亦礼而作义书, 义书之配天道人士也如此, 故孔子作传至此, 不觉身为之探赏约, 意其致以乎, 夫义, 乃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之则高高山鼎立, 故崇, 礼则深深海底行, 故悲, 崇即孝天, 悲即法地, 盖自天地设位以来, 而义礼以行于其中矣, 但随顺其本臣之性, 而不使一面之祸亡, 则道义皆从此出, 更非信外有少法可得也, 是故意向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责, 而你其形容, 向其物以者而, 亦遥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词焉以断其击凶者而, 夫天下之物虽至责, 总不过阴阳所成, 则今虽言天下之至责, 而安可恶, 若恶其则, 则是恶阴阳, 恶阴阳, 则是恶太极, 恶太极, 则是恶无自心本具之毅理, 毅理不可恶, 太极不可恶, 阴阳不可恶, 则天下之质则亦安可恶乎, 夫天下之事虽制动, 总不出阴阳之动尽所为, 则今虽言天下之质动, 而何常乱, 若为其乱, 则是阴阳有乱, 太极有乱, 无心之毅理有乱矣, 毅理不乱, 太极不乱, 阴阳不乱, 则天下之质动亦可可乱乎, 是以君子当质则制动中, 能善用其拟意, 拟意已成变化, 遂能操制则制动之权, 盖必先有忠福之德存于义, 而后可以同仁, 福德寄生, 虽先或好跳, 后必欢笑, 旷本无魁格者乎, 然欲臣福德, 贵在错的之一者, 譬如即用白毛, 则始无不善, 又贵在究竟之不辩, 譬如劳迁君子, 则终无不及, 躺劳而不迁, 未免未抗龙之会, 躺即非白毛, 未免有不密之师, 而所谓不出户停者, 乃真实胜毒功夫, 非阳未君子因为小人者所能窃取也, 明赫在阴, 其子何之, 我又好觉, 无语而迷之, 子曰, 君子居其事, 出其言善, 则千里之外应之, 况其耳折乎, 居其事, 出其言不善, 则千里之外为之, 况其耳折乎, 言出乎生, 家乎名, 行发乎耳, 见乎远, 言行, 君子之书姬, 书姬之发, 荣辱之主也, 言行,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可不胜乎, 同仁先豪跳而后笑, 子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处, 或莫或语,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言, 其袖如蓝, 今虽至间, 同心者尚能断之, 此所谓金刚心也, 出六, 即用白毛, 无久, 子曰, 苟错诛的而可矣, 即之用毛, 何旧之幼, 甚之之也, 夫毛之为物薄, 而用可虫也, 甚思数也以往, 其魔所失以, 苟, 尘也, 尘能从地稳放, 即缠门所谓脚跟稳当者也, 白毛洁净而柔软, 正是第一寂灭之人, 劳千君子有终极, 子曰, 劳而不乏, 有功而不得, 后知至也, 予以其功下人者也, 得严慎, 理言功, 千业者, 至功已存其位者也, 圣思数也以往, 即使而见忠也, 亦应该过海意, 至功已存其位, 令终以权食也, 亦果彻因缘异, 抗龙有慧, 子曰, 贵而无味, 高而无名, 贤人在下位而无福, 是以动而有慧也, 不出户亭无酒, 子曰, 乱之所生也, 则言语以为皆,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己是不密则害臣, 是以君子圣密而不出也, 子曰, 作义者, 其之道乎, 义曰, 父切臣, 致寇致, 父也者, 小人之事也, 臣也者, 君子之气也, 小人而臣君子之气, 道思夺之以, 上漫下报, 道思伐之以, 漫藏会道, 也荣会赢, 一约父且臣至寇致, 道之昭也, 试者心事, 弃者相貌, 佛法所谓怀抱于结识, 不应这夹杀者也招自妙圣, 可见至魔之由皆由主人, 天一的二, 天三第四, 天五的六, 天七第八, 天九的十, 天数五, 得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何, 天数二时有五, 得数三时, 凡天地之数五时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名合图之数, 即天地之数, 即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 太极无极, 只因无始不绝望动强明为一, 一极属天, 对动明镜, 镜即是尔, 二极属地, 二与一为三, 三人属天, 二与二为四, 四人属地, 四与一为五, 五人属天, 四与二为六, 六人属地, 六与一为七, 七人属天, 六与二为八, 八人属地, 八与一为九, 九人属天, 八与二为十, 十人属地, 十则数中, 而不可附加, 故何图止有十数, 然此十数总不出于天地, 除天地外别无有数, 除数之外亦别无天地可见义, 总而计之, 天数凡五, 所谓一三五七九也, 得数一五, 所谓二四六八十也, 一得五而乘六, 六岁与一和而居下, 二得五而乘七, 七岁与二和而居上, 三得五而乘八, 八岁与三和而居左, 四得五而乘九, 九岁与四和而居右, 既言六七八九, 必各得五而乘, 则五便在其中, 既言一二三四, 则便积而乘十, 十岁与五和而居中, 积而数之, 天数一三五七九, 共乘二十有五, 得数二四六八十, 共乘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而变化皆以此乘, 鬼神皆以此行义, 有阴阳乃有变化, 有变化乃有鬼神, 变化者, 谁或目净土, 生成万物也, 鬼神者, 能生所生, 能成所成, 各有精灵以为之主宰也, 变化即一正幻象, 鬼神, 及气是监主, 及众生是监主儿, 大眼之数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为二以向两, 挂一以向三, 叠之以四以向四十, 归其余力以向润, 五岁在润, 故在力而后挂, 眼, 臣也, 大眼, 未臣此天五第五之数, 而眼至于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合图中天地之数, 共计五十有五, 今以天五第五, 原非两五, 是其定数, 以对于十, 以是中数, 一得之以为六, 二得之以为七, 三得之以为八, 四得之为九, 复合一二三四以乘于十, 故出中公五数, 以表数及非数, 而为取于五十以为大眼之数, 以表从体其用, 及叠失时, 又于五十数中, 存其一而不用, 以表用中之体, 亦表无用之用, 与本体太及时非有二, 夫从体其用, 即不变随缘一也, 用中之体, 即随缘不变一也, 将此四十九策, 随手分而为二, 安于左右, 向无心之动静, 即成天地两仪, 四以左手取左侧之之, 而以右手取右侧之一, 挂于左手之大指尖, 向人的天地合一之道而为三才, 四四四以叠之, 向天地见四十星星不息, 四归其所其之策, 立于左手无名指尖, 以向每年必有润日, 又以右手取右侧之之, 而以左手四四叠之, 归其所其之策, 立于左手中指之间, 是名在立, 以向五岁必有两个润月, 是位在润, 以上分而, 挂一, 叠四, 归其共四迎而为一变, 取其所挂所立之策之之, 然后再取左右叠过之策而重合之, 重负分而, 挂一, 叠四, 归其, 顾云在立而后挂也, 是位二变, 又取所挂所立之策之之, 然后更取左右叠过之策而重合之, 重负分而, 挂一, 叠四, 归其, 是位三变, 至彼三变所挂所立之策, 但取所叠之策数之, 四九三十六则为零, 四八三十二则为, 四七二十八则为一, 四六二十四则为X, 于是陈瑶, 零为阳动, 动则变阴, 为阴静, 亦为阳静, 静皆不变, X为阴动, 动则变阳, 顾下闻云, 四迎成义, 三变成谣, 十八变成六谣, 则为挂也, 此诗草之术, 即叠诗之法, 乃全是表礼, 全数表法, 是百姓以语之语能之事, 正所谓神道社教, 化度无将者以, 为之大臣, 不亦一乎, 若不以为新时观荣之, 屈我西文周孔四大圣人多以, 甘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 荡旗之日, 二篇之策, 万有一千五百二十, 当万物之数也, 九七皆前, 而摇延其变, 顾占十用九不用七, 一摇三十六策, 则甘挂六摇, 共计二百一十六策也, 八六皆坤, 而占十用六不用八, 一摇二十四策, 则坤挂六摇, 共计一百四十四策也, 合成三百六十策, 可荡其岁之日, 然一岁约立春, 至第二年春, 则三百六十五日有期, 约十二月, 则三百五十四日, 而经云三百六十, 是取其中, 亦取大概言之, 不必居居也, 又和上下二偏六十四卦之策而总计之, 杨摇百九十二, 共六千九百一十二策, 因摇百九十二, 共四千六百八策, 故可当万物之数, 孵其岁之日, 万物之数, 总为大眼之数所表, 大眼不离何图, 何图不离无人一念妄动, 则时劫万物, 又岂离无人一念妄动所患现哉, 事故四银而成义, 十有八辫而成卦, 一辫必从四银而成, 以表一念一法之中, 必有身住一灭四项, 三辫成谣, 以表谣谣各具三才之道, 六谣以表三才各有阴阳, 十八辫以表三才各各互具而无差别, 八卦而小臣, 三辫以可表三才, 九辫以可表互具, 顾名小臣, 隐而生之, 畜类而长之, 天下之能是必以, 八可为六十四, 不过隐而生之也, 三百八十四谣以定天下之极凶, 事在处类而长之也, 至于处类而长, 则依依卦, 依依摇, 皆可断天下事, 而才成辅相之能是无不敬以, 显道神德行, 事故可与仇作, 可与又神矣, 子曰, 知变化之道者, 其知神之所为乎, 有一必有二, 有二必有四, 有四必有八, 有八必有六十四, 有六十四必有三百八十四, 然三百八十四谣, 知识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 知识八卦, 八卦知识四项, 四项知识两仪, 两仪知识太极, 太极本不可得, 太极不可得, 则三百八十四皆不可得, 故极数可以显道也, 阴可变阳, 阳可变阴, 亦可未多, 多可为一, 故体此极数之道者, 可以生其德行也, 既极数而悟道, 悟道而神明其德, 则世间智则智动, 皆可愁作, 而鬼神所不能为之事, 圣人亦能又知已, 先天而天福为, 死之为也, 人但知蝶失未变化之数而, 若知变化之道, 则无方之神, 无体之义, 皆现于灵之祭诏中以, 故树传至词, 特自家子曰二字, 以显资皆永叹之思, 而史记自称太史公曰乃本于词, 亦有圣人之道四焉, 以言则上其词, 以动则上其变, 以志气则上其相, 以补视则上其战, 前文云, 君子观相完词观便完战, 经言此四极意所有圣人之道也, 夫完词则能言, 观便则能动, 观相则可以志气, 完战则可以补视觉宜, 言也, 动也, 志气也, 补视也, 圣人修身至人之事, 其有外于此四者哉, 是以君子将有谓也, 将有行也, 问焉而以言, 其寿命也如相, 无有远近忧生, 遂之来悟, 非天下之至今, 其疏能语于此, 君子, 学圣人者也, 学圣人者必学义, 善学义者, 举凡有谓有行, 必完词而完战, 果能完词完战, 则意之至今, 遂为我之至今以, 参武以辩, 错综其数, 通其辩, 遂成天地之文, 及其数, 遂定天下之相, 非天下之至辩, 其疏能语于此, 参者, 彼此参合之位, 武者, 行武定列之位也, 虽彼此参合, 而不坏行武之定列, 虽行武定列, 而不坏彼此之参合, 顾名参武以辩, 由彼此参合, 则其数相错, 由行武定列, 则其数可踪, 顾云错踪其数, 举凡和图洛书之成相, 蝶师求挂之法事, 无不截然, 非尽偏指一种也, 阴阳各有动静, 故臣天地之文, 六十四卦各具六十四卦, 故定天下之相, 臣能观相以通辩, 观辩以极数, 则亦之至辩, 遂为我之至辩以, 亦, 无私也, 无畏也, 既然不动,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 其俗能语于此, 夫意虽至今至辩, 其有私律作为于其兼哉, 为其既然不动, 所以感而遂通, 臣能于观相玩此观辩完战之中, 而弃合其无私无畏之妙, 则亦之至至神, 遂为我之至神以, 夫意, 圣人之所以及身而言及也, 为身也, 故能通天下之至, 为基也, 故能成天下之物, 为神也, 故不及而诉, 不行而至, 子曰亦有圣人之道四焉者, 此之谓也, 由此观之, 则亦之为书, 乃圣人所以及身而言及者也, 苟及其身, 则至今者在我, 而能通天下之至, 苟言其己, 则至辩者在我, 而能成天下之物, 苟从即身言己处物其无私无畏, 既然不二之体, 则至神者在我, 故能不及而诉不行而至矣, 为圣人之道不全即全于一书中可乎, 今有独一而不知圣人之道者, 何亦舍纯浓而未遭破也, 子曰, 夫意, 何谓者也, 夫意, 开悟成悟, 冒天下之道, 如私而以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至, 以定天下之业, 以断天下之仪, 是故失之得缘而神, 挂之得方以之, 六谣之意义一共, 圣人以此喜心, 退藏于密, 及凶与名同患, 神以之来, 知以藏往, 其熟能予于此灾, 古之聪明睿之, 神武而不杀者夫, 此欲明亦书之妙, 而先是亦礼之大也, 夫所谓亦, 果何亦灾, 盖世开一切物, 成一切物, 包尽天下之道者也, 是故圣人依亦礼而成一书, 以通天下之至, 使人及物而物理, 以定天下之业, 使人素位而物本, 以断天下之仪, 使人不弃其而较, 行处加信, 是故师之德, 及其变化而不可测也, 卦之德, 有其定理而不可媚也, 遥之意, 尽其变通而未尝隐也, 夫师缘而神, 卦方以之, 遥义以共皆所谓既然不动感而遂通者也, 圣人即以此喜心退藏于秘, 所谓自明成位之教, 能尽其信, 则能尽人之信, 故及凶与民同患, 神以之来, 知以藏网, 不似问于师归而后知及凶也, 此为谷之聪明锐之, 断祸而无祸可断者, 刀能语于此而, 是以明于天之道, 而查于明之故, 是新神物, 以前明用, 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得夫, 夫神以之来, 知以藏网, 则又喝似师归之神物, 而后断明之即凶灾, 但圣人能知, 众人不能, 不及师归以事, 则明不信也, 是以明于戒物显离, 乃天之道, 应战决仪, 乃明之席, 故戒此施归以开明用之前, 而圣人亦是现斋戒然后补试者, 正欲以此被神明其得也, 是故何护卫之坤, 辟护卫之前, 亦何以辟卫之辩, 往来不穷未知通, 见乃未知相, 行乃未知弃, 至而用之未知法, 利用出入, 明贤用之未知神, 是故意有太极, 是身两仪, 两仪身四相, 四相身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身大也, 是故法相莫大呼天地, 便通莫大呼四十, 现象者明, 莫大呼日月, 崇高莫大呼富贵, 被物致用, 历臣器已为天下利, 莫大呼圣人, 叹则所影, 勾身致远, 已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伟伟者, 莫大呼师归, 是故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 圣人孝之, 天垂相, 见吉凶, 圣人相之,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则之, 亦有四相, 所以是也, 细词焉, 所以告也, 定之以吉凶, 所以断也, 亦曰, 自天佑之, 极无不利, 自曰, 佑者, 住也, 天之所住者顺也, 人之所住者性也, 屡性思乎顺, 又以上贤也, 是以自天佑之, 极无不利也, 是故得记神明, 方知义里摩索不在, 且如何护即位之坤, 辟护即位之前, 亦和一辟即是变, 往来不穷即是通, 见即是相, 行即是弃, 随所致用即是法, 随其名用出入即是神, 则乾坤乃至神明, 何尝不及在日用动静兼灾, 凡此皆义里之故然, 而义书所应作也, 是故义者, 无住之理也, 从无住本, 立一切法, 所以义即为一切是理本源, 有太极之一焉, 既云太极, 则绝非凝然, 依法, 必有动静相对之机, 而两仪伸焉, 既曰两仪, 则动非偏动, 得间动静, 静非偏静, 亦间动静, 而四相伸焉, 既曰四相, 则相相各有两仪之全体全用, 而八卦伸焉, 既曰八卦, 则备有动静阴阳刚柔善恶之志, 而己凶定焉, 既有己凶, 则才成辅相之道方位有用, 而大叶伸焉, 义里本自如此, 义书所以亦然也, 是故事间事事物物, 皆法相也, 皆辩通也, 乃至皆深皆远, 皆则皆隐也, 而法相之大者莫若天地, 便通之大者莫若四时, 现象者明之大者莫若日月, 崇高之大者莫若天位之富贵, 被物质用力天下者莫若天德之圣人, 探则所影, 勾身致远, 定即凶, 令人之躯臂, 成为为, 使人尽得业者, 莫若失归之神物, 事故天生神物, 圣人及从而则之, 天地变化, 圣人及从而孝之, 天垂相, 献及凶, 圣人及从而拟相之,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及法而为八卦九愁, 然则亦知有四项, 所以是人动静进退之道也, 亦有细词, 所以昭告以人和天之学也, 亦有吉凶定判, 所以名断合理之当位, 而被理之不可谓也, 故大有上九之词曰, 自天佑之, 即无不利, 无身知其故也, 夫天无私情, 所住者不过顺理而已, 仁义无私好, 所住者不过信自心本具之义理而已, 成能真操实虑, 信自心本具之义理, 思顺乎上天所住, 则便真能崇尚圣贤之书以, 安得不为天所有, 而既无不利哉, 子曰, 书不敬言, 言不敬义, 然则圣人之义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相以敬义, 社挂以敬情为, 细词焉以敬其言, 辩而通之以敬力, 古之武之以敬神, 乾坤其义之运也, 乾坤成烈, 而义立乎其中以, 乾坤辉, 则无以见义, 义不可见, 则乾坤或几乎习以, 事故行而上者为之道, 行而下者为之气, 化而财之为之辩, 推而行之为之通, 举而错知天下之名为之事也, 事故夫相, 圣人有以见天的之责, 而拟诸其形容, 向其勿疑, 事故为之相,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词焉以断其极凶, 事故为之谣, 及天下之责者存乎卦, 古天下之动者存乎词, 化而财之存乎辩, 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 上文发明义礼义书, 即圣人作义无人学义之旨, 义迹详义, 然苟非其人, 苟无其德, 则随与生解, 亦何以生之义礼义书之妙智乎, 故更舍未问答, 而解归其人其德行也, 夫书何能敬言, 言亦何能敬意, 然则圣人之义其中不可见乎, 拒之圣义不敬于言, 而义未常不欲于言, 圣言不敬于书, 而义未常不悖于书, 且如义书之中, 义记立相以敬意, 圣义虽多, 而动静二基足以该之, 故乾坤二相即可以敬圣人之义也, 又复射卦以敬情为, 动静虽只有而, 而其中变态, 或情或为, 不依而足, 故六十四卦乃能敬万物之情为也, 又复细此焉以敬其言, 盖举天下事物依依言之, 则劳而难辩, 经戒六十四卦而戏以辞, 则简而可舟也, 虽六十四卦以足收天下事物之大权, 而不知是事物物中又各互聚一切事物也, 故辩而通之, 每卦皆可为六十四, 而天下之力思尽以, 虽有三百八十四摇动静陈设, 若不于终善用鼓舞, 使无人随处的见义礼, 则意不足以敬神, 而圣人又处处指点以敬神义, 虽复处处指点, 然收笔三百八十四摇大纲, 总不出乾坤二法, 故乾坤及义之运藏也, 夫本因义礼而有乾坤, 既有乾坤, 义即利乎其中, 社会此乾坤二法, 则义礼亦不可见, 社不见义礼本体, 则乾坤依何而有, 不己至于习灭灾, 此神言义外无乾坤, 乾坤之外义无义也, 盖义即无人不思义之心体, 甘吉照, 坤吉记, 甘吉会, 坤吉定, 甘吉观, 坤吉止, 若非止观定会, 不见心体, 若不见心体, 安有止观定会, 事故及行而非行者, 向上依着即位之道, 无行而成行者, 向下施舍即位之气, 道可成气, 气可表道, 即位之便, 从道垂气, 从气入道, 即位之通, 自济悟道与气之以如, 以此化天下之名, 即位之事业以, 是顾夫相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则, 而拟诸其形容向其物以者也, 夫妖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道,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辞焉以断其极凶者也, 是以卦可及天下之则, 此可谷天下之动, 便可净化财之功, 通可及推行之妙, 此中非疏之所能尽言, 亦非言之所能尽一也, 神而明之, 必存乎其人, 而墨而成之, 不言而信, 又必存乎德行而, 德行者, 体乾坤之道而修定会, 由定会而撤见自心之意理者也, 周一禅解卷第八, 周一禅解卷第九, 北天目道仁偶异秩序者, 细词下传, 八卦陈列, 像在其中矣, 婴而重之, 摇在其中矣, 刚柔相推, 便在其中矣, 细词焉而命之, 动在其中矣, 及凶悔令者, 身忽动者也, 刚柔者, 立本者也, 便通者, 驱使者也, 及凶者, 真圣者也, 天地之道, 真观者也, 日月之道, 真明者也, 天下之动, 真夫意者也, 肤前, 确然是人意义, 夫坤, 颠然是人简义, 摇曳者, 孝此者也, 相也者, 相此者也, 摇向动乎内, 及凶见乎外, 公业见乎辩, 圣人之情见乎辞, 天地之大德约身, 圣人之大宝约位, 何以守卫约人, 何以拒人约财, 理财政词尽名为非约义, 此之名圣人作义, 包天地万物之礼, 而为内圣外王之学也, 盖自八卦陈列, 而天地万物之相已皆在其中矣, 因而众之, 而天地万物之交亦皆在其中矣, 刚柔必互聚刚柔, 而天地事物之便又皆在其中矣, 细词焉而命之, 而无人会敌从逆之动又皆在其中矣, 夫及凶悔令, 皆由一念之动而生者也, 一念之动, 必有刚柔以利其本, 一刚一柔, 必有变通以趋于实, 得其变通之正者则胜, 不得变通之正者则负, 顾及之与凶, 唯以真胜者也, 此意中世人以圣贤学问, 全体皆法天地势力, 非有一毫勉强, 事故天地之道, 一见一顺, 各有盈虚肖长之不同, 皆以变通之正是仁者也, 日月之道, 一昼一夜, 亦有中则盈缺之不定, 皆以变通之正为名者也, 天下之动, 万别千差, 尤未至责, 实不可乱, 乃归及于变通之一正者也, 夫干之变现于六十四卦, 虽有一百九十二谣, 无不确然是仁以异义, 夫坤之变现于六十四卦, 虽意一百九十二谣, 无不颓然是仁以简义, 此意简之理, 正所谓千变万化而征服矣者也, 摇及孝此意简, 相及相此意简, 苟无心之摇向一栋乎内, 则事物之即胸即现乎外, 即可变胸, 胸可变即, 得此善辩之方, 乃见财臣辅相公业, 而圣人所以教人之真情, 则全见呼挂摇之词, 所应生完戏观者也, 事故生生之畏义, 而天地之大德, 不过此无尽之身理而, 圣人体天立即, 其所以既名无强者则在位而, 何以守卫, 则必全体天地之德, 纯一不以之仁而, 仁则物我一体义, 树必加之以赴, 故曰才, 父必加之以教, 故曰义, 此内圣外王之学, 义取法于天地事物者也, 古者包西事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相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 与得之仪, 竟取诸生,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本法天地生物以作八卦, 既作八卦, 遂能通神明之德于一念, 类万物之情于一身, 作结神而未往, 安人邪献骨, 以殿以鱼, 盖取诸离, 驱鸟兽于蛇于山泽, 使明的驾色者, 乃生明物各一利其所者也, 故取诸离, 包兮是眉, 神农是作, 着目为四, 揉目为雷, 雷诺之力, 以教天下, 盖取诸义, 与鸟之害祭除, 田仇之力方起, 日中为世, 至天下之名, 拒天下之祸,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盖取诸是科, 农是祭备, 商骨随心, 神农是眉, 皇帝遥顺是作, 通其辩, 使明不倦, 神而化之, 使明遗之, 义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是以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皇帝遥顺垂衣上而天下智, 盖取诸乾坤, 通辩神话, 全体乾坤之德, 所谓自强不息后得载悟者也, 枯木为周, 善木为吉, 周吉之力, 以迹不通, 致远以利天下, 盖取诸唤, 扶牛成马, 引众致远, 以利天下, 盖取诸随, 众门吉托, 以呆报克, 盖取诸欲, 昆如众门, 正如吉托, 报克, 温灵郭氏已为出智之客, 盛通, 盖使动者得随地而安也, 断木为储, 掘木为救, 救储之力, 万名以计, 盖取诸小过, 贤木为狐, 善木为使, 忽使之力, 以为天下, 盖取诸魁, 由上铭固下月, 所谓若大汉之望语者是也, 上骨血居而也处, 后世圣人亦之以公事, 上洞下雨, 以呆风雨, 盖取诸大壮, 正木之下, 别有天烟, 宫世之相也, 古之藏者, 后一之以心, 藏之中也, 不丰不恕, 丧其无数, 后世圣人亦之以观果, 盖取诸大过, 以逊木入于泽血之中, 上骨结神而至, 后世圣人亦之以书气, 百官已至, 万民已察, 盖取诸诀, 以书气带语言, 遂令之与天同久, 是故意者, 相也, 相也者, 相也, 断者, 财也, 遥也者, 孝天下之动者也, 是故及凶身而悔令者也, 由此观之, 所谓义者, 不过是人已相而, 而相也者, 则是事物之客销者也, 所谓断者, 则是事物之才之也, 所谓咬者, 则是孝天下之动者也, 是故的有及凶悔令之身者也, 夫动则必有及凶悔令之身者, 君子可不思索已胜其动乎, 阳挂多阴, 阴挂多阳, 其故何也, 阳挂其, 阴挂欧, 其德行何也, 阳一君而二名, 君子之道也, 阴二君而一名, 小人之道也, 欲胜其动, 当变君明之分于身心, 孟子所谓从其大体位大人从其小体位小人也, 关于阳挂多阴, 阴挂多阳, 可以误以, 其者, 天君独饼干刚之位, 偶者, 意念家带情欲之位, 阳亦为君, 而两阴之二未明已从之, 所谓至一则动气, 故事君子之道, 阴二未君, 而两阳之一反未明已从之, 所谓弃一则动之, 故事小人之道, 意曰, 冲冲往来, 蓬从而思, 子曰, 天下何思何律, 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智而百律, 天下何思何律, 日往则越来, 越往则日来, 日越向推而明深焉, 寒往则蜀来, 蜀往则寒来, 寒蜀推而碎成焉, 往者屈也, 来者信也, 屈信相赶而立深焉, 耻祸之躯, 以求信也, 龙蛇之辙, 以存身也, 经易入神, 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 以重得也, 过此以往, 为之祸之也, 穷神之化, 得之圣也, 夫心之观则思, 而不知思本无可思也, 能思无思之妙, 则无思无律而殊途同归, 能达无思之思, 则虽一致而具足百律, 思而无思, 所谓退藏于密, 屈之之也, 无思而思, 所谓感而遂通, 信之之也, 屈乃所以未信, 信乃所以未屈, 官师所谓往复无忌动静一员, 赵公所谓其入离其出为, 皆此礼而, 法界离为之道, 其思易之可及, 顾约为之祸之, 苟正此思及无思无思而思之妙, 则可以穷神之化矣, 殊途同归, 一致百律, 皆所谓一君二明之道也, 一曰, 困于时, 聚于吉离,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凶, 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 明必辱, 非所聚而聚焉, 身必为, 寄辱且为, 死其将至, 欺其可得见焉, 妄记心外有法, 而欲求其故, 所谓困于时也, 不知万法为心, 而只有差别, 所谓聚于吉离也, 无惠故名辱, 无定故身为, 丧法身惠命, 故死其将至, 永无法喜, 故不见其妻, 死二君一明之道也, 一曰, 公用涉损于高雍之上, 或之, 无不利, 子曰, 损者, 情也, 公使者, 弃也, 涉之者, 人也, 君子藏弃于身, 呆时而动, 何不利之有, 动而不阔, 事已出而有或, 与尘气而动者也, 情欲或, 气欲界定, 人欲智慧, 解之上流, 独得其正, 而居正体, 如人有慧, 故能以界定断或也, 松门云, 一兔横身当古道, 苍蝇才见辨深情, 亦是此意, 子曰, 小人不耻不仁, 不畏不义, 不见利不劝, 不畏不成, 小臣而大戒, 死小人之福也, 亦曰巨孝灭止无久, 死之未也, 善不积, 不足以臣民, 恶不积, 不足以灭身, 小人以小善未无异而服畏也, 以小恶未无伤而服去也, 故恶积而不可言, 罪大而不可解, 一约何笑灭而凶, 夫界定之气必欲其成, 仗界仗定之恶必移及去, 勿轻小罪以为无央, 臣之于小则无久, 酿之于忠则必凶, 修心者所依时时自省自改也, 子曰, 为者, 安其为者也, 亡者, 保其存者也, 乱者, 有其智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妄为, 存而不妄王, 智而不妄乱, 是以身安而家国可保也, 一约, 其王其王, 细于包丧, 自有因过而谨物已尽得者, 自有无过而脱代已退道者, 故君子虽未必有过, 由宜甘甘涕力, 如否之久无可也, 安其未适得, 保其存世之, 有其智势力, 子曰, 得宝而未尊, 知小而谋大, 利小而认重, 先不及已, 一曰, 顶者足, 赴公宿, 其行我, 凶, 言不胜其任也, 欲居尊位, 莫若陪德, 欲做大谋, 莫若拓之, 欲任重事, 莫若冲力, 得事法身, 知事般若, 力士解脱, 三者缺一, 绝不可以自立立他, 子曰, 知己其神乎, 君子上交不产, 下交不独, 其知几乎, 己者动之为, 己知先见者也, 君子见己而坐不似中日, 一曰, 戒于时, 不中日, 真吉, 戒如时焉, 宁用中日, 断可时矣, 君子之为之章, 知柔之刚, 万夫之妄, 此所谓得后而为自尊者也, 使法界不出一心, 明知为己, 知此妙己, 则上何时方诸佛本妙决心, 与佛如来同一辞立, 故上交不产, 下何时方六道一切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养, 故下交不独, 称性所其始觉, 必能合乎本诀, 必能合乎本诀, 故未及之先见, 子曰, 严世之子, 其代数几乎, 有不善未尝不知, 知之未尝复行也, 一曰, 不远复, 无指挥, 远及, 此所谓之大而谋自远者也, 欲证之机之神, 须修不远之父, 天地应运, 万物化纯, 男女够精, 万物化身, 一曰, 三人行, 则损一人, 一人行, 则得其有, 言至义也, 此所谓力大而认可从者也, 既有不远之父, 须有至义之功, 难会女定, 不使偏枯, 乃可以成万得已, 此曰, 君子安其身而后动, 亦其心而后语, 定其交而后求, 君子修辞三者顾全也, 唯一动, 则名不语也, 据一语, 则名不应也, 无交而求, 则名不语也, 莫之语, 则伤之者致以, 一曰, 莫义之, 或疾之, 立心误痕, 凶, 为人可以安身, 为之可以抑郁, 为力可以定交, 人是断德, 知是智德, 立是立他恩德, 有此三者, 不求义而自义, 经为以动则得薄, 具义语则知晓, 无交而求则利晓, 不义商乎, 子曰, 前昆其义之门也, 前, 阳物也, 坤, 阴物也, 阴阳和德, 而刚柔有体, 以体天地之转, 以通神明之德, 其称明也, 杂而不悦, 于积其类, 其衰世之义也, 夫义, 张网儿查来, 而未显产忧, 开儿当明辩悟, 正言断词, 则被以, 其称明也小, 其取类也大, 其指缘, 其慈闻, 其言曲而终, 其誓四而隐, 因二以记明行, 以明师得之报, 有义礼即有乾坤, 由乾坤即通义礼, 如臣必有门, 门必通臣, 盖干是阳物, 在天曰阳, 在地曰刚, 在人曰之, 坤是阴物, 在天曰阴, 在地曰柔, 在人曰人, 而阴不图阴, 阴必具阳, 阳不图阳, 阳必具阴, 顾阴阳和德, 而刚柔有体, 即天道而为地道, 即地道而为人道, 即人道而体天地之传, 通神明之德, 亦礼济然, 亦书亦耳, 所以六十四卦之名杂而不悦, 杂, 为大小善恶邪阵及凶之不同, 不悦, 为总不外于阴阳而物之德, 然使上古之事, 有善无恶, 有正无邪, 则此书亦可无作, 经为以衰世纪有善恶邪正之书, 欲及此善恶邪正, 人归于非善非恶之至善, 非邪非正之至正, 所以方作义而, 是以义之为书, 能章网音, 能查来果, 能以显示会归为理, 能使幽姬产成名相, 故以此开示天下万事, 名无不当, 物无不变, 言无不正, 此无不断也, 以挂志有一名故小, 一名巨函众义故大, 包进内圣外王之学故只远, 此不凡而亦以达故闻, 言偏而亦无不缘, 故屈而终, 是定而凡情难策, 故似而隐, 应觉已以明师得之报, 遂令明知痴痴亦可避失而屈的也, 亦知心也, 其于中古乎, 作义者, 其有幽幻乎, 言其有与明痛患之身心也, 事故履, 得之积也, 谦, 得之锐也, 复, 得之本也, 恨, 得之故也, 顺, 得之修也, 义, 得之欲也, 困, 得之遍也, 静, 得之地也, 须, 得之之也, 心词而立剑, 故未得机, 内置而外顺, 故未得柄, 天君为主, 故事得本, 动而深入, 故得可顾, 譬如未山, 故未得修, 古武正座, 故未得欲, 积而能流, 故未得便, 入而能出, 故未得地, 便入一切, 故未得志, 灵素未而行之未履, 运高于悲之未迁, 为人有倚之未负, 动而有偿之未恒, 去恶净净之未损, 积善缘满之未益, 历尽恋心之未困, 有缘不穷之未谨, 无辱不得之未训, 其时六十四卦, 无非与明同患, 内圣外王之学, 且就九卦指点者, 以其由未明显故也, 屡合而至, 千尊而光, 负小而便于物, 横杂而不厌, 损先难而后溢, 异常欲而不舍, 困穷而通, 紧居其所而迁, 训称而隐, 何及对词, 智及前见, 尊及山高, 光及昆顺, 小及一阳而为众因之主, 入于群动, 顾杂而不厌, 譬如卫山, 方复一窥, 顾先难而后溢, 古武振作, 则自然常欲, 穷及适之直水, 通及砍之流水, 游及故流, 有所谓隐居求智而行义达到也, 颈不动而则急于物, 迅能辨入一切事理深奥之欲, 顾称而隐, 律以何行, 迁以智力, 负以自知, 横以义德, 顺以缘害, 义以心力, 困以寡愿, 谨以辩义, 迅以行权, 此证明久挂之用如此, 以此而为内圣外王之学, 所以能归非善非恶之至善, 非邪非正之至正, 而圣人与明痛患之线所亦静漏于此义, 临案此久挂, 义及是已于九法著成不思义官之指, 盖义及不思义静之于官也, 作义者有于明痛患之心, 更设九法以皆三根, 屡是真正发菩提心, 上求下化, 千是善巧安心之官, 地中有山, 指中有官也, 父是破法辩, 一阳动于五阴之下也, 横是时通塞, 能动能入也, 损是道品掉事, 能除祸也, 义是对志住开, 成是理二善也, 困是知刺畏, 如水有流止, 不可执性费修也, 谨是能安忍, 为不动而润物也, 训是理法爱, 为深入于正性也, 义之为书也不可远, 为道也屡千, 便动不拘, 周留六须, 上下无常, 刚柔相逸, 不可谓点耀, 唯辩所逝, 其出入已度, 外内史之巨, 又名于忧患于故, 无又失保, 如灵父母, 出律其词, 而魁其方, 既有点长, 苟非其人, 道不虚行, 义书虽具成天地事物之理, 而其时切尽于日用之间, 故不未远, 虽尽在日用之间, 而初无死法, 故未道屡千, 随无人一味一世中, 具有时法界之变化, 故变动不拘, 周留六须, 借借互拒, 法法互荣, 故上下无常, 刚柔相逸, 所以法法不容执着而为辩所逝, 为其一界出生十界, 十界去入一界, 虽至辩而各有其度, 故生明外内之机, 使之敬业于一念之为, 又名是忧患之道, 即所以当忧当患之故, 能令独世书者, 虽无失保, 而如灵父母, 可谓爱之身教之至义, 是以善独义者, 初但寻其挂窑之词, 而深度其所逝之法, 虽云不可谓点药, 时有一定不义之点长也, 然苟非其人, 安能独义及物义礼, 全以义礼而为公行实践自立立他之妙行哉, 义之为书也, 愿使药中, 亦为之也, 六窑相杂, 为其食物也, 其出难之, 其上亦之, 本末也, 出此拟之, 促成之中, 若复杂物赚得, 便是与非, 则非其中遥不备, 一, 亦要存亡及凶, 则居可知矣, 知者观其断词, 则思过半矣, 二与四同功而异为, 其善不同, 二多欲, 四多聚, 敬也, 柔之为道, 不利远者, 其要无就, 其用柔中也, 三与五同功而异为, 三多凶, 五多功, 贵贱之等也, 其柔为, 其刚甚邪, 夫离却始终之之, 则无时悟, 离却始终, 亦无始终, 顾学义者, 须得其大体, 尽其曲折, 乃可谓居观向动观辨也, 然虽发心必尽二不别, 而出则难之, 上则易之, 以二心中先心难顾, 即发心以, 终当刻果, 一本一味法如事故, 是以出此拟之, 促以此而成忠, 故未学者又不可图示出心以也, 若福便设于万事万物之杂图, 而转成其德行, 即身便修行之是非, 则非其中之四遥不备, 夫事物虽有万书, 是非虽似分柔, 其真难辨也哉, 亦要归于操存舍亡敌及逆凶之理, 则所以自居者断可知已, 知这关于团, 此, 提纲窃令已定大局, 则虽实物相杂, 而是非可辨, 思过伴以, 何谓是之与非, 且如二与四同是阴也, 而欲聚不同, 则远近之分也, 三与五同是阳也, 而胸功不同, 则贵见之分也, 柔宜近不宜远, 四只未进君, 故虽多聚, 而其要无久, 二只未远君, 但用柔中, 故多欲也, 刚一贵不一见, 五只未贵, 尚未必须刚得乃克圣也, 此约时未如此, 若约修正者, 知会宜高远, 行屡一切时稳等, 故知内圣外王之学, 皆于一挂六窑中备知, 一知为书也, 广大西备, 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 有地得焉, 兼三才而两只, 故六, 六者非他也, 三才之道也, 道有变动故曰谣, 谣有等故曰悟, 悟相杂故曰闻, 闻不当故及凶身焉, 上明指与时悟, 且约人道言之, 而十三才之道无不备焉, 且如三化便是三才, 而三才绝非偏枯单独之理, 当之一一才中还具两才事理, 故相之以六化, 而六者非他, 乃表依依化中又各还具三才之道, 不但初二为帝, 三四为人, 五上为天而以, 是故三才各有变动之道明之曰谣, 谣有初中中间之等故明曰悟, 悟又互相夹杂不依故明曰闻, 闻有当与不当, 故及凶从此而生, 而所以屈及必凶才成辅相于天地者, 则其全独归于学义之君子以, 义之心也, 其当因之末世, 周知圣德邪, 当闻亡宇宙知诗邪, 事故其词为, 为者使平, 义者使清, 其道甚大, 百物不费, 具意忠实, 其要无久, 此之谓义之道也, 此证明学义之君子, 于末世中而成圣德, 自济晚凶未及, 又能忠心意道以昭适于天下万事也, 夫前, 天下之志见也, 得行恒意以之险, 夫坤, 天下之志顺也, 得行恒简以之足, 能说诸心, 能言诸侯之律, 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伟伟者, 事故变化云味, 吉士有详, 向世之气, 战士之来, 天地设位, 圣人诚能, 神谋鬼谋, 百姓于能, 八卦以相告, 摇团以情言, 刚柔杂居, 而基凶可见以, 变动以利言, 基凶以情谦, 事故爱物相供而及凶身, 远近相取而悔令身, 情谓相感而利害身, 凡义之情, 敬而不相得, 则凶, 祸害之, 悔切令, 将叛者其此惨, 忠心仪者其此之, 吉人之此寡, 造人之此多, 乌善之人其此由, 施其守者其此躯, 夫意道虽甚大, 而乾坤足以敬之, 甘义而知显, 坤俭而知足, 为其知显, 故显义成义, 否则义变成显乙, 为其知足, 故祖义成俭, 否则俭乘足以, 物此俭义贤足之礼于心, 故悦, 知此挽回贤足以臣简义之不可草率, 故其律言, 既悦其礼, 又言其律, 则之行合一, 全体乾坤之德, 遂可以定及凶臣伟伟也, 事故世间之变化云味, 举凡及事无不有详, 圣人于此, 即向事而可以知弃, 即战事而可以知来矣, 由此观之, 天地仪设其位, 亦礼即已昭著于中, 圣人不过即此已成能耳, 然其亦礼甚深奥, 亦圣平常, 以言其深奥, 则神谋鬼谋, 忠不能测, 亦言其平常, 则百姓何尝不予能哉, 夫百姓何以予能, 即比八卦未尝不予相告, 即比摇奪未尝不予情言, 即比刚柔杂居, 而即凶未尝不可见也, 事故意卦之变动, 不过以百姓之力言也, 亦词之极凶, 不过以百姓之情令其千善也, 事故百姓之爱物相公而极凶身, 远近相取而悔令身, 情为相感而利害身, 此百姓之情, 即亦中挂摇之情也, 凡亦之情, 静而相得则极, 不相得则凶, 祸害之, 悔切令矣, 而此相得不相得之情, 能至极凶毁令者, 其他人强与之灾, 事官将盼者其慈残, 乃至施其守者其慈躯, 可见一切极凶或福无不出于自心, 心外更无别法, 此意理所以虽至忧生, 时不出于百姓日用事物之间, 故意可与能也, 说挂传, 习者圣人之作一也, 忧赞于神明而生师, 参天两地而以树, 官便于阴阳而立卦, 发挥于刚柔而生遥,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夫应师有数, 应树立卦, 应卦有谣, 此人所共之也, 借此以和顺道德, 穷理尽性, 此人所未必之也, 且施之身也, 时由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之, 树之以也, 时参两于天地, 卦之立也, 时官便于阴阳, 谣之身也, 时发挥于刚柔, 此由人所不知也, 为其师从圣人幽赞生, 乃至谣从发挥刚柔生, 顾及此刻以和顺道德, 使尽修之意条理有章, 既得尽修之意, 责理可穷, 信可敬, 而天命自我利益, 作义之只顾不生于, 习者圣人之作义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 事以利天之道, 约阴与阳, 利地之道, 约柔与刚, 利人之道, 约仁与义, 兼三财而两之, 故义六化而成卦, 分阴分阳, 谍用柔刚, 故义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 山则通气, 雷锋相薄, 水或不相舍, 八卦相挫, 数网者顺, 支来者逆, 事故义, 逆数也, 无人自无始以来, 迷信命而顺生死, 所以从义生而, 从二生死, 乃至万有之不同, 经圣人作义, 将以逆生死流, 而顺性命之理, 事以极笔自心望线之天, 立其道约阴与阳, 可见天不偏于阳, 还具义之权力, 所谓随缘不变也, 即笔自心望线之地, 立其道约柔与刚, 可见地不偏于柔, 义具义之权力, 义随缘不变也, 即笔自心望纪之人, 立其道约仁与义, 人则痛地, 义则同天, 可见人非天地所生, 义具义之权力, 而随缘常不变也, 天具得人之两, 得具天人之两, 人具天地之两, 故义书中以六话成挂而表示之, 于阴阳中又分阴阳, 于柔刚中互用柔刚, 故义书中以六位成章而昭显之也, 何谓六位成章, 为天地以定其位, 则凡阳皆属天, 凡阴皆属地以, 然山则为史不通气, 雷锋为史不相薄, 水火相反, 而又为史相设也, 是以八卦相错, 而世间文章成义, 即此八卦相错之文章, 若从其从一生二, 从二生四, 从四生八之往事者, 则是顺生死流, 若知其八指是四, 四指是二, 二指是一, 一本无一之来世者, 则是逆生死流, 逆生死流, 则是顺性命理, 是故作一之本义, 其妙在逆树也, 为其正至前, 甘为依阳, 即表反本还原之相耳, 雷以动之, 风以散之, 雨以润之, 日以轩之, 更以止之, 对以说之, 前以君之, 坤以藏之, 先以定动犹如雷, 后以慧法犹如风, 法性之水如雨, 智慧之照如日, 妙三昧为更止, 妙总持为对月, 果上智得为前军, 果上断得为昆藏, 地出乎阵, 其乎逊, 相见乎离, 智义乎坤, 说言乎对, 战乎前, 劳乎坎, 成言乎梗, 地者, 无人一念之天君也, 不奋不起, 不匪不发, 故出乎阵, 即发出生死心, 虚入法门以其其三叶, 三叶记齐, 须以智慧之明见一切法, 既有智慧, 须加功行, 智行两倍, 则得法喜乐, 又可说法度人, 说法则将魔未战, 战胜, 则赏四田宅, 乃至解记诸以劳之, 既得授记, 则成道尔登涅盘山以, 万物出乎阵, 阵, 东方夜, 其乎逊, 逊, 东南夜, 其夜者, 言万物之节其夜, 离夜者, 明夜, 万物皆相见, 南方之卦也, 圣人难面而听天下, 享明而至, 盖去诸此夜, 昆夜者, 得夜, 万物皆至养焉, 顾约至义乎昆, 对, 镇丘夜, 万物之所说也, 顾约说言乎对, 战乎钱, 钱, 西北之卦也, 盐阴阳乡宝也, 砍者, 水也, 镇北方之卦也, 劳卦也, 万物之所归也, 顾约劳乎砍, 梗, 东北之卦也, 万物之所成中而所成时也, 顾约成言乎梗, 万物皆出乎正, 旷位圣位贤, 成佛作祖, 独不出乎正邪, 万物皆其乎逊, 而三叶可服其邪, 万物皆相见乎离, 而智慧可服明邪, 万物皆养于昆, 而宫行可服屡见十地邪, 万物皆说乎对, 而可无法喜以自愚, 可无法应以令他喜悦邪, 阴阳相薄, 即表摩佛幽分, 万物所归, 正是老赏有功之义, 自祭成中, 则能成物之始, 自觉觉他之谓也, 约观心者, 一念发心为地, 一切诸心心所随之, 乃至三千性相, 百戒千如, 无不随现前一念之心而出入也, 神也者, 妙万物而未严者也, 动万物者莫及呼雷, 挠万物者莫及呼风, 造万物者莫染呼火, 说万物者莫说呼则, 润万物者莫润呼水, 中万物使万物者莫盛呼哽, 故水火相待, 雷锋不相悲, 山则通气, 然后能变化, 继承万物也, 夫神不及万物, 亦不离万物, 故约妙万物也, 一念菩提心, 能动无边生死大海, 正之相也, 三观破或无不变, 训之相也, 会或干枯或叶苦水, 离之相也, 法喜变才自利利他, 对之相也, 法性理水润则一切, 砍之相也, 守能言三昧究竟坚固, 更之相也, 凡此皆乾坤之妙用也, 即八卦而非八卦, 故约神也, 前, 见也, 坤, 顺也, 正, 动也, 训, 入也, 砍, 现也, 离, 立也, 梗, 止也, 对, 说也, 鉴则可以提道, 顺则可以制道, 动则可以驱道, 入则可以造道, 现则可以养道, 立则可以不为乎道, 止则可以安道, 说则可以行道, 此八卦之得也, 甘位马, 坤位牛, 正位龙, 逊位鸡, 坎位屎, 梨位智, 更位狗, 对位羊, 读此方之蠢动, 含灵皆有佛性, 虽一物各项一卦, 而卦卦各有太极权得, 则马牛等义各有太极权得以, 前位守, 坤位赴, 正位足, 逊位骨, 坎位尔, 离位目, 更位守, 对位口, 若约我一身言之, 则八体各项一卦, 然卦卦有太极权得, 则体体亦各有太极权得以, 又体体各有太极权得, 则亦各有八卦权能也, 又马牛等各有首富及语口等, 则马牛等各具八卦权能有可知也, 前, 天也, 故称呼父, 坤, 得也, 故称呼母, 正义索尔得男, 故位之长男, 迅义索尔得女, 故位之长女, 坎在索尔得男, 故位之中男, 离在索尔得女, 故位之中女, 更三索尔得男, 故位之少男, 对三索尔得女, 故位之少女, 指此重物个体之八卦, 即是天地男女之八卦, 可见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法法平等, 法法护聚, 真华言世世无碍法界也, 佛法侍者, 方便为父, 制度为母, 三观皆能破一切法为长男, 三指皆能习一切法为长女, 三观皆能统一切法为中男, 三指皆能统一切法为中女, 三观皆能达一切法为少男, 三指皆能停一切法为少女, 甘为天, 为还, 为君, 为父, 为玉, 为精, 为寒, 为兵, 为大赤, 为两马, 为老马, 为吉马, 为伯马, 为穆果, 坤为帝, 为母, 为布, 为夫, 为令色, 为君, 为子母牛, 为大鱼, 为文, 为重, 为饼, 其余的也为黑, 正为雷, 为龙, 为玄黄, 为夫, 为文, 为大徒, 为长子, 为绝造, 为苍浪竹, 为环卫, 其余马也为善名, 为铸足, 为坐足, 为德桑, 其余架也为反身, 其咎为剑, 为帆仙, 训为母, 为风, 为长女, 为神职, 为公, 为白, 为长, 为高, 为进退, 为布果, 为臭, 其余人也为寡靶, 为广丧, 为多白眼, 为尽力示三倍, 其咎为造卦, 砍为睡, 为勾毒, 为饮符, 为角柔, 为功伦, 其余人也为佳忧, 为心病, 为耳痛, 为血挂, 为赤, 其余马也为美极, 为疾心, 为下手, 为薄提, 为也, 其余余也为多神, 为通, 为月, 为道, 其余木也为奸多心, 离为火, 为日, 为殿, 为钟女, 为甲卫, 为歌兵, 其余人也为大富, 为牵挂, 为鳖, 为血, 为淫女家虫, 为棒, 为龟, 其余木也为磕上稿, 更为山, 为进路, 为小时, 为门阙, 为果落, 为婚寺, 为纸, 为狗, 为书, 为前惠之书, 其余木也为奸多结, 对卫泽, 为少女, 为巫, 为口舌, 为悔哲, 为父爵, 其余的也, 为刚鲁, 为妾, 卫阳, 四广八卦一章, 游剑一礼之铺天扎地, 不见经粗, 不分贵贱, 不论有情无情, 缠门所谓清清脆竹, 总是真如, 玉玉黄花, 无非般若, 幼云墙壁瓦力皆是如来清净法身, 幼云, 成佛作祖, 犹带污名, 带脚披毛, 推居尚位, 皆是此意, 前云甘剑也, 昆顺也, 乃至对说也, 而此剑等八德则能聚造十戒, 且如剑之善者, 则为天为君, 其不善者, 则为吉为伯, 顺之善者, 则为帝为母, 其不善者, 则为令为黑, 下之六卦无不皆然, 可见不变之礼长自随缘, 习相远也, 然及伯等人是见德, 令黑等乃是顺德, 可见随缘之习礼缘不变, 信相近也, 若以不变之体, 随随缘之用, 则是间但有天还乃至木果等可指成而, 安得别有所谓前, 故大佛顶经云摩世见者, 若以随缘之用, 归不变之体, 则为是一干见之德而, 其更有天还乃至木果之差别哉, 故大佛顶经云无非见者, 于此会得, 方知孔子道迈, 除言子一人之外, 断断无有能会悟者, 故在探约今也则亡, 临此中具有依正因果善恶无济烦恼业苦等一切诸法, 而文章错综变化, 始后事如者无处可讨线索, 真大圣人手笔, 非子下所能错一字也, 欧阳府如乃一非圣人所作, 漏亦漏亦, 序挂船, 有天地, 然后万物生焉, 迎天地之间者为万物, 故受之以囤, 囤者, 迎也, 囤者, 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 故受之以蒙, 蒙者, 蒙也, 物之, 和心好息也, 物, 和心好息, 不可不养也, 故受之以虚, 虚者, 饮食之道也, 饮食必有诵, 故受之以诵, 诵必有重启, 故受之以施, 施者, 众也, 众必有所比, 故受之以比, 比者, 比也, 比必有所处, 故受之以小处, 物处然后有理, 故受之以吕, 吕而太然后安, 故受之以太, 太者, 通也, 物不可以中通, 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中否, 故受之以同人, 与人同者, 物必归焉, 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赢, 故受之以迁, 有大而门迁必欲, 故受之以欲, 欲必有随, 故受之以随,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 故受之以故, 故者, 事也, 有事而后可大, 故受之以灵, 灵者, 大也, 物大然后可观, 故受之以观, 可观而后有所合, 故受之以事科, 磕者, 和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 故受之以奔, 奔者, 事也, 至事然后哼, 则静矣, 故受之以包, 包者, 包也, 物不可以忠敬, 包穷上反下, 故受之以父, 父则不妄矣, 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后可处, 故受之以大处, 物处然后可养, 故受之以疑, 疑者, 养也, 不养则不可动, 故受之以大过, 物不可以忠过, 故受之以砍, 砍者, 现也, 现必有所利, 故受之以离, 离者, 立也, 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 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 然后礼意有所措, 夫妇之道, 不可以不久也, 故受之以恒, 恒者, 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故受之以顿, 顿者, 退也, 物不可以中顿, 故受之以大壮, 物不可以中壮, 故受之以静, 静者, 静也, 静必有所伤, 故受之以明依, 依者, 商业, 商与外者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穷必乖, 故受之以魁, 魁者, 乖也, 乖必有难, 故受之以简, 简者, 难也, 物不可以中难, 故受之以解, 解者, 幻也, 幻必有所失, 故受之以损, 损而不以必义, 故受之以义, 义而不以必觉, 故受之以觉, 困乎, 惧者, 绝也, 绝必有所欲, 故受之以够, 够着, 欲也, 物相欲而后聚, 故受之以瘁, 瘁者, 聚也, 聚而上者为之身, 故受之以身, 身而不以必困, 故受之以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 固寿之以紧 紧道不可不格 固寿之以格 格物者莫若顶 固寿之以顶 主弃者莫若长子 固寿之以震 震者 动也 物不可以中动 指之 固寿之以更 更者 指也 物不可以中指 固寿之以剑 剑者 敬也 敬必有所归 固寿之以归魅 得其所归者必大 固寿之以礼 礼者 大也 穷大者必失其居 固寿之以吕 吕而魔所容 固寿之以训 训者 入也 入而后说之 固寿之以对 对者 说也 说而后散之 固寿之以患 患者 离也 物不可以中离 固寿之以结 结而性之 固寿之以中服 有其性者必行之 固寿之以小过 有过悟者必记 固寿之以 记记 物不可穷也 固寿之以 未记中焉 序挂一船 亦可做世间流转门说 亦可做功夫还灭门说 亦可做法界缘起门说 亦可做涉化力声门说 再如则内圣外王之学 再世则自立立他之绝也 杂话传 刚柔和德 优乐相关 与求互换 见杂相寻 其至甚衰之变态 乃至穷通消长之地成 是法佛法无不皆然 自治至人其道显尔 而错杂说之 以静上闻九亦中未静之指 令人学此意者 磕着烹着 无不在意里中也 彼端真有化功之妙 非大圣不能有此 甘刚昆柔 彼月诗忧 灵观之意 或语或求 屯剑而不失其居 蒙杂而者 灵友能灵所灵 以挂言之 阳灵应也 以谣言之 上灵下也 官有官是官瞻 二阳官是四阴 则阳未能是 阴未所是也 四阴官瞻二阳 则阴未能瞻 阳未所瞻也 见侯而立居真 故见而不失其居 包蒙儿子客家 故杂而者 阵 其也 耿 智也 损意 甚衰之时也 大处 时也 无望 灾业 损下意上未衰之时 损上意下未甚之时 时无时法 而包容万事万物 故大处虚约时言 所谓多时前言往行 以处其得 三大阿僧 只劫修行者事也 自是无望 则便成灾 所谓为圣网念作狂 又富道各如如 早已变了 翠聚而生不来也 千轻而欲待也 劳迁返的清安 欲悦返辰懈怠 修得者所应之 世科 时也 奔无色也 有剑格而可食 无彩色为真奔 故为静不足聚 文采不足炫也 对剑而驯服也 欲说法者 还需入定 欲达道者 先须求智 随 无故也 骨 则斥也 随不宜无事生事 骨不防随坏随修 包 烂也 腹 反也 静 书邪献一 也 名疑 朱也 烂则必反 书邪献一 则必诸 获悉福所成 福西获所成 学义者所应官向丸词官便完战者也 颈通而困相遇也 颈不动而常通 困虽穷而相遇 此事人 此事人以自首之要道也 闲 素也 狠 酒也 素姬感而遂通 酒姬既然不动 思未定会之道 换 离也 结 之也 解 换也 减 难也 魁 外也 家人 内也 否太 反其类也 有离必有止 有缓必有难 有外必有内 有态必有否 有否必有态 类相反而必相成 学义者不可不知 大壮则止 顿则退也 壮即已止 顿即已退 皆思幻预防之学 大有 众也 同仁 清也 格 去顾也 定 去心也 众必相亲 相亲必隔壁而日心其得 小过 过也 中福 信也 有过不妨相归 相归乃可相信 风多顾也 轻挂吕也 风必多顾 吕必寡清 素未而行 存乎其人 离上而砍下也 至火高照万法 定水深沉信海 小处 挂也 吕 不处也 但义文德 则其道寡 虽便定分 与时便通 而无定局 须 不敬也 送 不清也 大过 颠也 狗 欲也 柔欲刚也 简 女归呆 男行也 疑 养正也 季季 定也 闺媚 女之中也 未季 男之穷也 不敬乃可敬 不轻乃可轻 大不可过 所以戒淫 柔能胜刚 所以成欲 定必须会 顾女呆男 养正则急 顾须观疑 以定者不必言 但当谋其未定者而 中则有始 穷则私通 凡此 皆言外之指向中之一也 绝 绝也 刚绝柔也 君子道长 小人道幽也 上云甘刚坤柔 则刚柔 乃二卦之德 岂可以刚绝柔 使天下有甘无坤 岂可忽哉 且立天之道 约阴与阳 则天亦未尝无阴也 立地之道 约柔与刚 则得亦未尝无刚也 经所谓刚绝柔者 但另以君子之刚 而绝小人之柔 则小人可化为君子 而君子道长 设使以小人之刚 而绝君子之柔 则君子被害 而小人亦无以自立 必忠置于忧以 所以性善性恶惧不可断 而修善须满 修恶须尽也 问 何谓君子之刚 答 智慧是也 何谓君子之柔 答 慈悲是也 何谓小人之刚 答 填漫邪剑是也 何谓小人之柔 答 贪欲吃一事也 一 读此一章 由之宣圣石成灵山秘主 先来此处度生者已 不然 何其为言傲制 生何于亦成若此也 思之配之 亦解拔 亦闹岁患游温灵 节冬月台 有郭世子来问异议 遂具笔述稿 先臣戏词等五传 四臣上经 而下经解位即半 偶印紫云法华之请 宣至高阁 屈指护月三载半矣 今春应留都请 兵祖时辰 辽旧寄生安度下 日常无事 为二三子商 纠大臣指观法门 复以于利念事一学 使尽前稿 节节 从明至无 得不过三千余礼 从新寺冬至今夏 时不过一千二百余日 乃是世幻梦 盖不赤万别千差 交一耶 便一耶 至于利尽万别千差事事 时得俱义 而不义者依然如故 无事已知日月积天而不立 将何静注而不留 赵公非其我也 得其不义者 以应其致义 观其致义者 以厌其不义 常与无常 二鸟双游 无安之文王之于有理 周公之辈流言 孔子之习基于周流 而为边三位之诀 不同感于私之夜 与愧无三圣之德之学 而窃类三圣与名同患之时 故格彼而复位之拔 十以有润六月二十九日也 北天目道人 古无偶异秩序书 周一禅解卷第九 周一禅解卷第十 北天目道人 偶异秩序者 和图说 细词传阅 天一的二 天三第四 天五的六 天七第八 天九的十 天数五 的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何 天数二十有五 的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何图之 数也 解献细词上传中 此先天之数 除中五天地身数以为太极本位 用于五十位叠师之策也 五位相得者 一的五而为六 二得五而为七 三得五而为八 四得五而为九 中得一二三四而为十也 各有何者 一和六 二和七 三和八 四和九 五和十也 一与九为十 二与八为十 三与七为十 四与六为十 一二三四为十 共乘五十 而中之五点 每点含十 故意中五位本数也 然虽先天之数 一含后天八卦之用 且如一六深水 故坎居镇北 二七深祸 故离居镇南 三八深目 故镇居镇东 四九深经 故对居镇西 五十深土 故土人居中 甘继位于西北者 阳位阳树之间也 昆继位于西南者 阴树阴位之境也 阴阳户节而位山 故更居东北 阴阳户谷而位丰 故训居东南 灵约出世法者 一是地狱之恶 六是天道之善 为善恶一对 二是畜生之祸 七是生闻之解 为解祸一对 三是恶鬼之罪苦 八是知佛之福田 为罪福一对 四是修罗之田慧 九是菩萨之慈悲 为填此一对 五是人道之杂 十是佛界之唇 为唇杂一对 又曰十度修得者 一是不失 六是般若 此二位福慧之主 如得生成万物 故居下 二是持解 七是方便 此二位教化之首 如天朴父万物 故居上 三是忍辱 八是大愿 此能出生一切善法 故居左 四是精进 九是实力 此能成就一切善法 故居右 五是禅定 十是种智 此能统御一切诸法 故居中 实则借借互聚 度度互舍 盖世间之术 以意为始 以时未中 花言以时表无尽 当之始终不出一心一成一沙那也 洛书说 大愿因落书而作九仇 经以一三五七九居四方即中央正位 以二四六八居四为偏位 又隐其时 正表扬得为正 而应得辅之 在人 则为之即人守之学 至巧胜利之相也 左右前后纵横斜直视之 皆得十五之数 以表位位法法之中 皆具天地之全体满数 非分天地以为诸数也 物物一太极于此可见 约出世法 则九戒皆及佛戒 故不别利佛戒之时 又九波罗密皆及种智 故不别利种智之时 盖凡数法若至于时 便是大义数故 数于此中 即于此时故 福西八卦四序说 细词传阅 亦有太极 是身两仪 两仪身四相 四相身八卦 太极非动非净 双照动净 故必聚乎阴阳 阳亦太极 阴亦太极 故皆非动非净 双照动净 还具阴阳而成四相 四相亦皆及是太极 所以皆亦非动非净 双照动净 还具阴阳而成八卦 然则八卦只是四相 四相只是阴阳 阴阳只是太极 太极本无实法 故能立一切法而 若从一生二 从二生四 从四生八 从八生六十四等 是未顺数 若从六十四素至八 八素至四 四素至二 二素至一 一意本无实法 是未逆数 顺数则是流转门 逆数则是海灭门 流转从阴阳而化出 海灭从阴阳而化入 顾约乾坤其一之门 圣人作义 要人急流转而物还灭 超脱生死转回 顾约一秘数也 福西八卦方位说 先天八卦 约体言之 甘南表天 坤北表地 离东表日 坎西表月 镇居东北 洞之初夜 队居东南 海之象也 汛居西南 入之初夜 更居西北 山之象也 须迷在此方是之 则居西北 日月星辰至西北 皆为须迷妖所眼 顾望迹天缺西北也 福西六十四卦次序说 随年亦阴亦阳 必还聚亦阴亦阳 顾六众之而成六十四卦 其实卦卦无非太极全体 顾得为四千九十六卦也 福西六十四卦方位说 约一天下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约一审一府一宪 亦各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静约一宅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及单约一房一座距地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大不爱小 小不爱大 大一指是六十四卦 小一圈聚六十四卦 亦时一刻亦有此六十四卦 更古更精一指此六十四卦 若向此处悟得 便入华言世世无爱法界 故立张者借此以名华藏世界 不然 其令福建在南 则又甘无坤 燕都在北 则又坤无钱 天竺在西 但未坎地 支那在东 为是离方爷爷 文王八卦次序说 男即父 女即母 幼父只是男 母只是女 昆体的甘为三男 有慧之定 即止而观也 正为观穿意 更为观达意 坎为不观观意 甘体的昆为三女 有定之慧 即观而止也 逊为止息意 对位停止意 离位不止止意 震动更近 坎能动能近 甘非偏于动也 训动对境 离能动能近 坤非偏于近也 又震动而出 训动而入 更近而高 对境而深 坎间动静 而从上之下 上中不穷 离间动静 而从下之上 下中不静 信之一一皆法界也 文王八卦方位说 说卦传曰 帝出乎震 其乎训 相见乎离 致意乎坤 说言乎对 战乎前 劳乎砍 臣言乎梗 又曰 震 东方也 乃至更东北之卦也 此须约观星功夫解释 据在说卦传解中 后天八卦 约用而眼里表火腾 故望于南 砍表水降 故望于北 交发力尖 施味巨海 甘味周滩 故砍虽居北 而水沦寒十方界 昆耿之土 亦便四围 火势掠水 抽味草木 故有震训 目望于春 故震居东方 训义属木 又能生火 其向卫风 故居东南 得信间者明知为京 今望于秋 故居西方 甘亦属京 又表须迷是四宝所成 在此的知西北也 又图说有巴 或语就同 或语就义 只贵瑶通如是新药而已 观者数之偶异尽时 校客一禅即是 锐刀士大师五年 每见酒精一学之事 一文大师念意 无不轻浮 遂发心目子全集 折以一禅居首 大师解义寄毙 方出图说 故并赋予莫卷 或有问曰 自养本意 图说在前 为圣人做义经为之旨 全在语言文字之先 惊呼的道志耶 大师答曰 圣人物无言而是有言 学者应有言而勿无言 所以古有作图幼书之说 何道之有 且文字语图皆飙阅指而 不肯观阅 而真指之前后 不亦或忽 问者莫然 资应孝克 并识此语 愿我同志阅思编者 了知 文字语图无非无人心性注脚 不作有言会 不作无言会 数不付法恩义 门弟子通瑞百败敬书 周一禅解卷第十 周一禅解十卷连圈 记字十一万五千四百十八个 又加刻挂象 供十八个由院款支付 克资扬二百六十元四角 民国四年下六月 精灵课经处时 我们先说很高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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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好 我可以 谢谢 我可以 你 前面 我可以 我可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